第二千四百九十九章争夺精神 失去第一和这圣地精神 虽然损失巨大 可是他也能够接受 但如此一来 宗主封又会不如第一封 那第一封的脸面 几人都是颇显气馁 慕云此刻开口道 三位师兄不用担心 这不还有我呢 听到此话 三人确实是心中微微欺望 可是曹赫飞 一身实力无限接近圣地 昔日古清义败在其手中 现如今慕云若是圣尊及微镜 或许有一战之力 可是圣尊大微镜难 不尽全力试一试 如何知道呢 圣尊榜第一 可是关乎于我们宗主封的荣誉 就此认输 也不甘心吧 慕云此话一出 三人皆是点点头 没错 不论如何 都要试一试 即使无法得到圣尊榜第一 这发现的圣地精神 也不能被曹赫飞得到了 咚 咚 陡然间 天地之间 一道道低沉的东响声 突然响起 那东响声传递开来 给人的感觉 异常的沉闷爆裂 强盛的气息 让人感觉身心 都是受到极大的波动 在深处 古云飞此刻看向四人前方 道 难道是有人开始准备 融合圣地精神了吗 听到此话 几人皆是神色郑重 现如今 圣尊榜前十 几乎都是败退 能够有此能力的 唯有一人 圣尊榜第一的曹赫飞 刷刷刷 四道身影此刻直接杀出 若是被曹赫飞得到圣地精神 突破圣地境界 轻而易举 到时候 宗主风将再无任何优势可言 四人此刻速度加快 杀气腾腾 而同一时间 圣地精神内 在那最顶端 圣地精神的脑海内 一片虚无世界 金光闪闪 气息灼热 圣地精神之中的精作 曹赫飞一身黑衣 看住那最顶端的 闪闪发光的精作 脸色惊喜 只要端坐在这精作之上 我便可驱使着圣地精神 借此到达圣地境界 唯有到达圣地 在这昆虚界内 踏入强者之列 曹赫飞眼中满是向往 恭喜曹师兄了 曹赫飞身侧 一名衣着华丽的青年拱手笑道 鲁赫 这次你助我有功 他日我成为逍遥山宗主 你当为我的左膀右臂 这次 你位列前十 看来能够有机会冲击前五排名 到时候宗门赏赐 必不会少 那鲁赫 正是圣尊榜排名第十的人物 只是起周身环绕的气息 却是在圣尊级未尽 比古云飞 雷方洞都是更胜一筹 好了 废话不说了 而等为我护法 此次 圣地今生 非我曹赫飞莫属 曹赫飞话语落下 一步跨出 全身气息 无限接近于圣地层次 那种强大的压迫 即便是鲁赫 此刻都是被压制的 有些无法抬起头来 青天白日梦 做得挺舒服啊 一道花笑声在此刻突然响起 一道身影 站定在曹赫飞身前 沐云 看到那一道身影出现 曹赫飞神情微冷 唰唰唰 古青翼 雷方洞 古云飞三人 此刻也是一一到来 圣尊榜仅存的几人 此刻皆是汇聚在此地 古青翼 你终于是来了 看到古青翼出现 曹赫飞目光转过 徐徐却是微微一正 道 你的气息 是被尚长盛压制了吗 曹赫飞嘴角微扬 在此刻笑了起来 看来 果真是天助我也啊 曹赫飞微微笑道 尚长盛应该是被你击败了吧 不过可惜 你也助了他的道 现在一身实力 不到十分之一了吧 既然如此 那这圣地今生 非我莫属了 你想的倒是挺美 古云飞和雷方洞二人 此刻皆是一步跨出 看住曹赫飞 抱歉二位 鲁赫此刻一步跨出 看住两人笑道 你们的对手 似乎是我 刷刷刷 那跟随曹赫飞的几人 此刻也是一一杀出 并没有过多废话 双方直接交手 此时此刻 沐云站在那金座和曹赫飞之间 目光如炬 一眼瞥到早就躲到一旁的曹渊之时 那曹渊目光畏惧惊悚 急忙缩了缩身体 废物 沐云并未理会曹渊 曹赫飞此刻目光也是看向沐云 古清义根本不是巅峰时期 与他交手 必败无疑 倒是这个沐云 似乎看起来 没有那么简单 圣尊榜 排名第三 曹赫飞笑道 看来 我不知道的事情 发生了许多啊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有更多 沐云手持黎渊圣剑 直接杀出 如此交手 也是早就分配好的 古云飞和雷芳洞二人也明白 古清义失去战斗力 那沐云的实力 绝对是四人之中最强的 不管如何 总是要拼一拼 大不了失败了 捏碎令牌 离开此地 但若是不拼 将圣地今身拱手相让 四人谁也不法接受 飞雷绝灵盾 曹赫飞手掌一挥 一道雷顿出现在身前 手掌一挥 那雷顿暴涨扩大 轰然间 闷闷炸雷声 一道胜过一道 咚 沐云身影尚未靠近 强大的雷鸣轰隆 将所有人身影轰退 曹赫飞根本没有任何留守 接近圣地的实力 一瞬间展现出的强大 震慑所有人 古清义此刻脸色微争 此刻 他突然感觉 即便自己是处在巅峰时期 只怕想要曹赫飞 也是难于登天 他在成长 而曹赫飞也在成长 甚至于 曹赫飞的成长速度 快过他太多 你们 可别分心 纳鲁赫此刻咧嘴一笑 圣尊及未静气息爆发 身边四 五道身影 皆是排名在十到二十位之间的 圣尊榜高手 处在圣尊大未静层次 将三人牢牢围住 古云飞和雷芳洞二人 此刻扯了扯嘴角 圣尊及未静 这个鲁赫 隐藏得很深 古云飞栩栩道 只怕我们也坚持不了太久时间 只能看小师弟了 即便失败 我们也试着争取了 全力以赴吧 古清义此刻开口道 我总感觉 小师弟会赢 所以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吧 好 三人此刻 瞬间杀出 轰 此刻 沐云和曹赫飞二人交战 愈演愈烈 强大的气息波动 层层地转开来 沐云全身气息 在心神的引导下 完全聚集 曹赫飞 几乎可以说是圣地之下第一人 本身气血极其强大不说 修行的圣诀 似乎属于雷灵之力 对于雷的掌控 异常恐怖 雷 乃是天地之刚之猛的存在 而且更多的是深圳 那等强大的冲击力 就是精灵攻击都比不上 臭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想做英雄 维持你们宗主风 那可怜的尊严吗 曹赫飞吃笑一声 杀气腾腾 雷暴葬 轰 整个圣地精深脑海内的空间 在此刻到处传出低沉的炸裂声 刺人耳膜 曹渊此刻脸色一白 急忙捏碎令牌 顿力出去 若是继续留下来 他只怕死路一条 这样的交战 太过恐怖 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继续 曹赫飞脚步跨出 直接杀出 一指剑 黑炎覆盖一指剑 在此刻汹涌澎澎湃的杀出 咚 只是曹赫飞手掌一挥 雷鸣响起 那一指剑被雷鸣直接崩碎 两两相抵 威势消散 沐云此刻手掌挥出之间 道道澎湃的气息 席卷开来 圣尊大卫境顶峰 与我圣尊极卫境顶峰 千差万别 沐云 你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曹赫飞哼了一声 手掌挥出 咚 沉奔的和声响起 那咚响声 一浪一浪席卷开来 闷雷炸裂 滚动住凝聚成一团团雷云 直接席卷沐云 轮回之门 开 心底一声低吓 躲躲雷云 直接被背后拒门吸收 这是什么盛气 曹赫飞此刻一正 普通的圣尊极未尽 承受他这一击 也要就此毙命 但沐云依靠那扇原门 却是抵挡下来了 这注实是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能够杀死你的戾气 赫然间 一道道攻击在此刻 不断叠加 放 轮回之门内 一层层攻击波浪 在此刻传递出来 强大的哄响声 在此刻杀出 但却是从沐云涌动 向曹赫飞 咚 闷雷乍响 不止如此 在那闷雷之间 道道黑炎 同样是传递开来 这瞬间 所有人都是一愣 沐云不仅将曹赫飞的攻击 全部吸收 继而返还 甚至在攻击内 融合自己的攻击加入 那道轰鸣声 弥漫一方天地 尘埃四起 古清一三人 此刻皆是心神悸动 死了吗 你们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鲁赫此刻吃笑道 放心吧 曹师兄不会败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也先将你们击败 不然 可不好跟他交差 鲁赫 话语落下 五六道身影 直接冲杀围剿三人 古清一此刻 本来就是一身实力消失大半 面对层层叠叠的攻击 根本无法承受 抱歉 小失地 古清一不得不捏碎令牌 离开此地 既然如此 就只剩你们二人了 鲁赫看向古云飞和雷芳动二人 嘴角凝笑 嗨嗨 而另一边 一道嗨嗨声在此刻响起 曹赫飞此时此刻 全身上下 衣衫破碎 身影挺拔 却略显狼狈 我承认 我小看你了 沐云 曹赫飞此刻脸色冷漠 杀气腾腾 一双眼睛 带着射人光芒 第二千五百张圣尊榜第一名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曹赫飞此刻心中杀气 已经是冒到极致 沐云 实在是太可恶 太嚣张了 杀人可不是靠嘴说的 你若是走到今日这一步 靠的就是最强嘴盾的话 那我劝你 还是休息休息吧 沐云此刻心神平静 语气更是异常的平稳 该死 看到沐云那副样子 曹赫飞心中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雷元惊爆 陡然间 曹赫飞一声低喝 全身上下 彭扶冥冥之中 蕴含住一道道独特的气息 分外恐怖 而那一股独特的气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在逐渐增加 该死 撤退 此刻 即便是鲁赫 也是脸色发白 急忙带着几人退离此地 甚至连古云飞和雷芳洞二人 都不予理会了 沐云此刻呼吸平静 曹赫飞 认真了 小师弟快退 古云飞和雷芳洞顿时神色惊悚 急忙喝道 雷元惊爆 这家伙体内曾经吸收过一颗雷元 威力强劲 当初就是靠着这一事 将古轻易师兄击败 快撤 废话真多 曹赫飞哼了一声 手掌一挥 砰砰两道低沉炸裂声响起 古云飞和雷芳洞二人轰然间倒退 庞腐被人抓住了脖子一般 一动也无法动 该死 只能撤了 古云飞急忙捏碎令牌 雷芳洞同样是毫不迟疑 若是继续待下去 他们会死 刷刷 逍遥山 宗主大殿前 两道身影出现 正是古云飞和雷芳洞二人 此刻 一月和古轻易急忙围上来 小失敌如何 古云飞咳了咳道 与曹赫飞交手了 那家伙 施展出了雷元惊爆 什么 什么 古轻易和一月几乎是同时间惊折起来 雷元惊爆 没有人比古轻易更明白 曹赫飞的雷元惊爆威力 当年 他就是败在那一招下 那恐怖的爆发力 几乎要将他的身体彻底震碎 即便是现在想想 仍是感觉不寒而立 希望小失敌能够知道进退 古轻易此刻也是脸色担忧 而同一时间 那圣尊堡之上的排名 再次改变了 第一名 曹赫飞 而第二名 赫然成为了沐云 此刻 诸多长老和弟子 皆是静静等待 虽然许多弟子并不知道 秘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这个沐云 能够一跃成为第二 足以看出 其实力强劲 并非是一般人可以比拟 一时间 宗主封钱 热闹非凡 而同时间 秘境内 两道身影却是交战愈发激烈 曹赫飞每一拳轰出 皆是带有无可匹敌的雷霆之力 那种恐怖的压迫 即便是沐云 都是感觉心神摇曳 受死吧 沐云 报 曹赫飞体内 庞扶拥有着源源不绝的雷源 一道胜过一道 碾压向沐云 准备差不多了 该死的 应该是你了 沐云此刻手掌一挥 刹那间 五兵圣阵 开启 五道身影 手持剑 矛 盾 弓 绳 一一杀出 圣阵 曹赫飞此刻看向沐云 神色平静下来 能够触发六级圣阵 沐云在逍遥谷内的修行 果然强大 可惜 那逍遥谷 不是谁想进去就能够进入的 这数十万年来 也唯有沐云得以进入其中 就算是六级圣阵 你圣尊大魏晋 又能够发挥出多少力量来 你试试就知道了 沐云操控圣阵 五道身影 直接杀向曹赫飞 轰 只是沙纳间 曹赫飞引爆雷厉 轰鸣之声 震耳欲聋 这种强大的波动 实在是恐怖 五道身影 顿时被轰退 阵法以天地之威 引天地之力 我倒是想看看 你到底有多少能耐 沐云此刻心神冷静下来 五兵再次杀出 这就是阵法师的强大 被阵法困住 除非实力超越到 阵法威能的极限 否则想离开 根本不可能 而阵法师以阵文操控阵法 组合天地之势 根本不需要消耗太多的原力 反倒是被困者 想离开 就需要不断地去攻击 再攻击 此时此刻的曹赫飞 使劲浑身解数 可依旧是无法破开 五兵圣阵 曹赫飞明白 这样消耗下去 他必败无疑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曹赫飞沉喝一声 突然 身体内 一道光芒徐徐生腾 那光芒略显淡轻 可是四周 却是拥有恐怖的挤压力 虚空在此刻 都是被压碎开来 那一股强大的压制气息 让沐云神情 都是微微遗产 雷人惊时 爆 曹赫飞此刻身体内 庞扶拥有天雷滚滚 直接炸裂开来 他竟是直接引爆了 自己所蕴含的雷元金石 轰轰轰 宫颈间 整个圣地精神 在此刻都是颤抖起来 沐云的五兵圣阵 倒到阵纹 被直接撕碎 恐怖的波动 将整个五兵圣阵 都是卷动 那恐怖的压力下 沐云系起金龙战甲 堪堪抵挡下来 混账 因为你损失雷元金石 今日 唯有杀了你 曹赫飞冷烈喝道 杀了我 沐云此刻却是失笑道 那得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没了雷元金石 似乎你的攻击 也就到此为止了 沐云手掌之间 一丝丝血线缠绕着 旋转住 一颗血珠 在此刻聚集 再见了 看住曹赫飞 沐云手指一挥 血金爆 再次出现 炸 轰然间 血金爆炸裂开来 漫天血雾 在此刻弥漫 那蕴含住沐云 现如今精血的爆炸威力 比雷元金爆威力 更加恐怖 曹赫飞感受到 那恐怖的气息 眼神冰冷 混蛋 就算我得不到圣地金身 你也别想得到 曹赫飞手掌一挥 刹那间 身体内 闷雷炸裂声 再次响起 倒到雷霆之力 凝聚为一道道雷印 将他整个身体包裹住 雷印四海 四海报 轰轰轰 刹那间 一道道轰鸣声响起 炸裂声 在此刻传递开来 圣地金身 在此刻都是摇晃起来 那雷印 直接破开血雾 杀向木云 曹赫飞知道 那血泡威力 他无法抵挡 可是就此离开 他根本不甘心 而木云此时此刻 也休想在此地留下 大不了 圣地金身 谁也别想得到 咔嚓一声响起 曹赫飞捏碎令牌 身影消散 圣地金身内 道道爆裂声 层层遮盖开来 那些未曾离开的弟子 此刻皆是脸色惊悚 根本没时间逃离此地 只能够纷纷捏碎令牌 轰鸣声传递开来 整个金身体内 彭扶式河川汇聚 一时间 轰鸣声久久未停 逍遥山 曹赫飞身影突然出现 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煞白 曹赫飞 居然连他都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一干弟子 此刻皆是议论纷纷 而此刻 那圣尊榜之上 第一的名字 赫然转化 沐云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一惊 沐云击败了曹赫飞 这怎么可能 曹洪大风主急忙走到曹赫飞身侧 关切道 孙儿 如何 可恶 曹赫飞低喝倒 差一点就得手了 那个沐云 曹洪听到此话 也是一愣 曹赫飞是他的孙子 对于曹赫飞的实力 他自然是清清楚楚 但如此 曹赫飞却是败给了沐云 不过爷爷放心 那小子 活不了了 曹赫飞此刻低声讲述 曹洪眼神逐渐闪烁 好 不错 曹洪此刻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小子 肯定支撑不住 若不捏碎令牌出现 必会死在里面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即可 此刻 古清一挤人 脸色也是不甚好看 曹赫飞出来了 沐云呢 难道是被困其中 无法捏碎令牌吗 孝清风此刻也是眉头微皱 沐云若是死了 不只是逍遥谷内 那位会不满意 只怕那位玄厕子大人 也会心生不满 此刻 秘境内 圣地今生之中 嗨嗨 一道嗨嗨声响起 沐云挥了挥手 看向身前 在其背后 轮回之门大开 若非是轮回之门 将那爆裂抵挡 他也只能捏碎令牌 逃离此地了 可惜没有杀了曹赫飞 沐云心中惋惜 但杀了曹赫飞 他必然可以到达圣尊即位境 再加上圣地今生的融合 闭关苦修 到达圣地境界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好在 这圣地今生 归我了 沐云看住那明晃晃的座椅 心中澎湃 如果能够融合圣地今生 那他将来晋升圣地境界 会容易许多 而且 这可是第一神帝夜逍遥留下的圣地今生 普天之下 有几个人可以超越第一神帝 沐云徐徐走向那圣地今生 直接坐下 嗡 沙那间 金光闪闪之间 将沐云全身上下围绕 一股股气息的波动 在此刻照耀出万丈光芒 不只是圣地今生如此 连带住整个秘境 都是光芒万丈 这一瞬间 即便是沐云 也是有些失神落魄 那种强大的穿透力 进入到他的身体内 让他感觉到 身体在此刻 彷復被无穷的力量加持 圣尊之念 在此刻扩大 晋升 即未静 几乎是一瞬间 沐云将那一道屏障 彻底捅破 一举到达圣尊即未静 第二千五百零一章 那真是让你失望了 而同时 那圣地今生 不断缩小 缩小 凝聚为一道淡淡的金芒 笼罩在他身上 出乎意料的平静和顺利 整个今生在此刻 缩小到与沐云身影一般大小 那一道道金芒 徐徐之间凝聚 覆盖到沐云身体上 此时此刻 沐云整个身躯 宛若是化作一道 金光闪闪的躯体 而同一时间 身体内 气血升华 力量暴涨 那是一种 彭腐从天而降的气息 一瞬间碾碎 啊 宫顷间 沐云忍不住仰天长笑 那种舒畅的感觉 让他浑身汗毛 都是根根倒立起来 这一股感觉 许久未曾拥有 这就是圣地今生 沐云忍不住叹息到 舒畅至极 第一神帝 位列主宰 果然不是一般人 可以比你的 归一列嘴笑道 别说废话了 现在不是熔炼 圣地今生的时候 先出去吧 好 沐云飞身而出 全身上下的力道 层层叠加 此时此刻 逍遥山 宗主大殿前 这次秘境内试炼 百位弟子 现如今走出的 八十一人 依此等情景 足足十九人损失 孝清风此刻 也是不得不皱起眉头 一位圣尊弟子 将来极有可能成就为圣地 乃是逍遥山的公骨 可是现如今 损失十九位 这样的损失 即便是逍遥山 也觉得承受不起 宗主 大丰主曹洪此刻走出 拱手道 试炼弟子皆已出现 我看此次秘境试炼 圣尊榜排名 已经是结束了 大长老此话何意 古清一走出 开口道 牧师弟还在里面 他的名字 可是在圣尊榜第一 并未落下 只怕他走不出来了 曹贺飞自信道 这次我与他争夺圣地今生 那家伙把我逼迫得 不得不离开 而我同样以杀招逼迫他 可是似乎 相比于此 他更舍不得圣地今生 甘愿与圣地今生 同归于尽 刚才一些弟子 已经是讲述了 那圣地今生爆裂开来 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 木云并未出现 足以说明了 一月撇撇嘴道 胡说八道 小师弟若是死了 怎么会排名 依旧压制着你 在圣尊榜位列第一 榜单只不过是 还未变化而已 那家伙 不愿意捏碎令牌离开 就只有死在里面了 曹贺飞自信道 我那一招 还没有人能够躲过去 那真是让你失望了 一道淡笑声 在此刻突然响起 淡笑声落下 大殿前 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 一袭墨翼的木云 此刻翩翩站定 神情平静 眼神如炬 那浑身气息 在此刻 也是发生极大的变化 圣尊极未尽 怎么可能 曹贺飞此刻脸色难看 一阵青一阵白 庞扶被人捏着脖子一般 说不出话来 木云没死 还到达了圣尊极未尽 医院秘境磨炼 从圣尊中未尽 一举到达圣尊极未尽 这个混蛋 还是人吗 很惊讶吗 木云吃笑一声 你太过高估自己了 杀死我 似乎那点本事还不够 可恶 曹贺飞心中怒火燃烧 曹红此刻 却是拍了拍自己孙子的肩膀 是一起冷静下来 孝清风眼角一抹微笑露出 好 这次 圣尊榜排位 到此结束 此刻 无数弟子都是能够看到 那圣尊榜之上的最终排名 前三甲 第一名 木云 第二名 曹贺飞 第三名 古清义 出乎意料的是 本以为第一会在曹贺飞和古清义之间诞生 可是谁也没想到 会是木云 一时间 内山与外山之间 诸多弟子口耳相传 木云之名 迅速崛起 古清义 古云飞 雷芳洞 一月四人 一月四人围着木云 上下打量 可以啊 小师弟 你这进步 简直是神速啊 还把我们几个都瞒了 早知道如此 我们还担心你干嘛 就是就是 听到几人此话 木云忍不住苦笑道 面对曹贺飞 确实是没把握 而且 也不能说我击败他了 臭小子 这时候还谦虚 会被别人看不起 我宗主疯的 若不是你击败了曹贺飞 你的排名 怎么可能跑到他的上面 圣尊榜可是不会撒谎 一月笑嘻嘻道 还别说 小师弟看起来 有点文绉绉的样子 但动起手来 真男人啊 小师妹 你该不会是 喜欢上小师弟了吧 去去去 别胡说 人家可是金屋藏娇呢 几人站在一起 心情格外好 反观其他封弟子 此刻皆是心生不满 但即便是心生不满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 曹贺飞都屈尊第二 他们又能如何 颇显未严的圣尊榜 彻底稳定下来 那百名位列榜单的弟子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只不过 最大的变化 却是排名第一 木云的名字 不止在逍遥山内 声名大造 整个昆虚界内 也是响起木云的名号 数年前 木云在昆虚界 那平级的东域内 以圣皇境界 名造一时 而只不过是隔了几年时间 木云此番在逍遥山内 已经是成就为了 圣尊榜第一的 圣尊即位境高手 昆虚界内 诸方势力 也是开始注意这个名字 昆虚界 北域地区 一片阴气森森的山脉之间 一座万丈高山山顶 雄伟的大殿 盘踞山顶 如同身怀 僻腻腻天下的气势一般恐怖 那大殿内 正中央 一到百公尺高大的座椅之上 一到身影 手掌摸缩 沉默不语 下方 九到身影在此刻 站成两排 沉默不语 为什么不说话了 徐徐 座椅之上的人 打破平静 淡淡到 那木云 到达圣尊及魏境 恐怕你们还感觉不到威胁 不过 此子到达圣尊及魏境 不到十年时间 你们知道这 意味住什么吗 略显雄近的声音 抬高几分 道 意味住 或许不出百年 此子便可超越你们 甚至是超越我 而到时候 我死灵族 曾经意图杀了他夫人 单单是这一条 他就会对我死灵族动手 此话一出 下方顿时更加沉默 那座椅之上 人站起身来 一身阴冷气息 面带冰霜 赫然正是子灵族长灵晴 身为死灵族族长 灵晴乃是真正的古圣帝 昆虚界内 圣帝 天圣帝 古圣帝三大境界 足以称得上为强者 而划分 比之前六大境界 有些不同 不论是圣帝 还是天圣帝 古圣帝 唯有初期 中期 后期三个小境界的划分 而到达古圣帝境界的 整个昆虚界内 不超过百人 灵晴 正是其中之一 并且 死灵族族长灵晴 与逍遥山校清风 光明教廷教皇大人 阎魔族的阎魔帝 月狐族的月狐圣女 子灵蟒族的子弟族长 树金族的铁树王 这七人 并称为昆虚界七大古圣帝 是凌驾于其他所有古圣帝之上 并有可能晋升到那传闻的军位层次的存在 一旦踏入军位 在高等界面内 便是可以拥有自保之力 而不是局限于这一方天地界域 灵晴此刻破为动怒 徐徐道 妙仙宇 我们无计可施 而现在 蹦敲出来一个木云 对我们也是莫大的隐患 指望你们 能成什么大事 此话一出 诸位长老 脸色皆是难看起来 族长大人 九长老林百媚此刻拱手道 木云此子 自从上次被孝清风带走 便是一直在逍遥山内 从未出山 想杀他 实在是不容易 孝清风眼皮底下杀人 不太可能 你想说什么 灵晴看向灵百媚 冷漠道 维京之计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其引出逍遥山 最近 我死灵族下属的死灵工会一座分部 在忠誉之地内 发现了中白骨城的讯息 众 白骨城 此话一出 在场诸位长老皆是变得紧张起来 即便是灵晴 此刻都是心神一动 灵百媚再次说 中白骨城 乃是当年昆虚界霸主古家所建 当年的古家 可谓是威势强大 整个昆虚界都是古家的天下 据说 那古家老祖古天渊 本身到达军位 凌驾于昆虚界所有古圣地之上 一同整个昆虚界 自称昆虚界王 只不过后来被第九天帝的巡守 以灭视天帝之威为名斩杀 中白骨城也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那时候 也是据说第一神帝叶逍遥 进入昆虚界 而那叶逍遥 机缘巧合下 进入中白骨城内 得以突破圣地 在昆虚界内建造逍遥山 发展壮大起来 灵百媚徐徐道 这件事情 对于昆虚界 并不算什么秘密 只不过一直以来 无人找寻到中白骨城的位置 属下经已有所发现 这中白骨城 据说在当年骨家的发展下 连绵不绝 上百座辉弘的城池 人口过亿 低于浩瀚 隐藏在地下 如果我们开启 那个大势力 必定倾巢而出 到时候 我们只需关注沐云一人即可 杀了他 那妙仙宇 必定会想办法 回到丹地府 到时候沟通那些大人 让他们诛杀妙仙宇 轻而易举 灵百媚此话落下 大殿内 诸位长老皆是点头 第2502章 中白骨城 中白骨城若是真的开启 他们丹丹子灵族 是根本无法独享的 既然如此 不如以此为诱饵 又是逍遥山的人出动 沐云现如今 已到达圣尊及魏境 不可能不心动 到时候 即便是孝清风 身为七大帝之一 想要在中白骨城 那等危险的地方 守护住沐云 也很难办到 好 灵情此刻点头道 此事 九长老你全权负责 尽早早出 通往中白骨城的入口 是 灵情此刻眉宇之间 一抹冷漠 徐徐散去 哼道 若非是因为妙仙宇走失 丹地府的人疯了一班 那些大人 必定能够腾出手帮助我们 别说是孝清风 就是整个昆虚界内 谁敢阻拦 也得死 大长老忍不住说 丹地子对丹地府 居然如此重要 那是自然 灵情此刻忍不住说 丹地府乃是 第九大界的霸主之一 我们死灵族 我们死灵族不过是六等种族 和丹地府相比 就是楼依与浩月一般 丹地府内随便一个长老 足以毁灭我们死灵族 甚至于昆虚界 第九天界 据说是疯 天神第九子之中的 第九子敌渊所掌控 敌渊天地 据说是九子之中 最小的一个 也是最弱的一个 可即便如此 也能够让丹地府 这等霸主低头 那敌渊天地 才是真正的第九天界的霸主 灵情此时此刻 也是心生感叹 苍蓝万界 太过浩瀚了 即便是现在的他 穷极一生 也不可能走到头 而站定在诸神 诸地之上的唯一 便是那封天神帝 这世间 能够知道封天神帝 到底如何强大 强大到何等地步的 只怕唯有死去的 第一神帝夜逍遥了 而对他来说 这些 都只是传闻 他甚至不知道 是真是假 这大千世界之中 若小便是罪 如果不是弱小 他何故 预售到干原界内 那些五等势力 四等势力的欺压 冒着灭族之危险 将妙仙语囚禁 而他也知道 即便是那些五等势力 四等势力 也不过是被背后之人 威胁逼迫而已 大千世界 高级界面 原力充沛 而且蕴含的天才地宝 也是远高于低阶界面 但在这之上 有一些神奇之地 充满着玄之右旋的世界之力 而那些地方 无疑不是被各大霸主级别的势力占据着 那些势力 盘踞成百上千万年 恐怖的可怕 楼仪与昊月 这并不是空话 徐徐之间 灵晴叹了口气 道 此事不容有失 沐云需要死 那妙仙雨 更不能放过 若是出现任何差错 那些人 会杀人灭口的 此话一出 大殿内 都是显得冰冷了几分 这个世界 向来如此残酷 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规则如此 他们无力改变 只能够承受 昆虚界 忠誉 逍遥山 连连不绝的山脉之间 郁郁匆匆的巨树 参天而起 一座座殿宇 高楼 零次之笔 距离圣尊榜之战 结束已经是过了一年 而这一年时间内 圣尊榜之上 发生不小的变化 排名第二的古清义 与排名第三的曹和飞 先后晋升到了圣地境界 一时间在逍遥山内 也是引起极大的喧哗 而且不仅如此 其他一些弟子 也是多有突破 逍遥山内 再添两位圣地 无疑是个巨大的好消息 同时 这也是激励了许多逍遥山弟子 勇往直前 明确目标 对此 稍显平静的 便是云风了 沐云夺得圣尊榜第一 可是圣尊榜第二和第三 接连突破圣地初期境界 使得这位圣尊榜第一的光彩 也是逐渐暗淡下来 只不过对此 沐云却是没什么在意 圣尊榜是虚名 若不是为了第一名得到九星蛇叶草 他根本不会参加 现如今 九星蛇叶草与九连玉星果结合 可以抵挡泛奇宝花的功效 而大洋火灵果也被他寻到 加上太阴金玉髓和神兽麒麟穴都已经拥有 妙仙宇终于是可以开始炼制阴阳圣地丹 云风大殿内 沐云设置下一道静置阵法 独自守候在阵法外 妙仙宇所要炼制的乃是九平古圣丹 阴阳圣地丹 此丹若出 必定会引起轩人大波 再加上 妙仙宇服下此丹 势必会治愈自身伤势 稳定在圣地境界 圣地气息 也是会引起逍遥山内震动 当初曹贺飞和古清义突破圣地境界 整个逍遥山可都是摇晃起来 一位圣地 足以称得上是强者 对于逍遥山这等庞然大物的宗门来说 都是属于极为罕见 圣地 天圣地 古圣地三大境界 皆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三个小境界 而即便是一位初期圣地 身份和地位 在逍遥山也是会发生惊人的提升和变化 枝丫一声 云风封顶 大殿之门 在此刻打开 一身淡青色群山的妙仙雨 在此刻走出 步步生连 举手投足之间 宛若天成 如同九天玄女 昊月降临 使得整个山顶 都是变得熠熠生辉起来 圣地气息 到达圣地 魂魄升华 凝聚为地魂 魂力比圣尊之念 强大数倍 十倍不止 而此刻 妙仙雨一平一笑 魂力少许的波动 便使得整个云风 都笼罩在一股无形的压迫下 这就是圣地 沐云此时此刻 看住宛若天女的妙仙雨 一时之间有些呆了 怎么了 一步跨出 那六级圣镇 丝毫不能困住妙仙雨分毫 来到沐云身前 妙仙雨局促道 看什么呢 看我独一无二的夫人 我深深被你的美貌 和气质打动 身陷其中 无可自拔了 沐云恭敬道 油嘴滑舌 妙仙雨催骂一声 可是脸上却是微笑出现 不难看出 这套 他很适用 如何 恢复到圣地后期层次了 不过还差些火候 才能到天圣地境界了 妙仙雨哀怨道 可惜 只能到达这一步了 要恢复到巅峰 恐怕得需要不少的天才地宝 巅峰 对啊 不要小看我 获得丹地府内 一位前辈大能的传承 我可是到达君王层次的神谷秘境 妙仙雨翘声声道 那位前辈可是至尊层次的大能 他的传承 可是独一无二的 虽不知道 君王所谓几何 但是获得一位至尊层次的传承 沐云可是知道 至尊之位 在大千世界 足以称得上是傲视群雄的地步 不过你放心 现如今被紫曼杀一禁止 反伤地隐患出去 接下来恢复实力 速度不会慢 所以即便你借助生死秘境 也不一定比我快 妙仙雨笑道 好夫君 你可是要加油了 好 沐云笑了笑 那妙仙子就先从给你夫君加油的第一步做起吧 沐云一步上前 一把将妙仙雨抱在怀中 惊呼一声 妙仙雨牢牢抓住沐云脖子 看到对方那炙热的眼眸 妙仙雨心中也是变得灼热起来 一切不言而喻 大殿之中 房间内 一场大战结束 颇显凌乱的房间与那独特的气息 以及床榻上两具身躯 让人浮想连篇 妙仙雨慵懒地趴在沐云胸口 胸前被挤压的变形 丝毫不在意 我现如今到达圣地后期层次 便能够帮你炼制许多圣丹 助你突破 妙仙雨扬起脑袋 看住沐云俊俏的脸庞 认真地道 或许不久之后 你便可以与我一道 前往丹地府 到时候丹地府那群人 肯定会后悔 当年那么霸道地 把我和孟姐姐带走 而且 你也可以见到孟姐姐 妙仙雨嘻嘻笑道 孟姿姿的丹树 就强于我 这些年说不定将我甩开了 揉了揉妙仙雨的脑袋 沐云笑道 不愧是我的弦那种 不过 只靠丹药提升的话 将来必定诸多隐患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靠实力 透过一战一战的提升 那种感觉 那种力量 才是让人追逐不停的 即便不依靠生死密格 单单吞噬血脉 和净化血脉的双重作用 沐云进步 也不会慢 对于现今的大千世界 沐云也是有了一个大概了解 不似当年出入三元界那般 甚至于修行都是走上了岔路 导致轮回之门 都未在第一时间显现 总的来说 大千世界 万界之间 空间避障隔绝 除却一些强大的逆天的存在 能够无视那些避障之外 便只有透过空间传送 而所谓的空间传送 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资格拥有 除却那些极少数的高级界面 也只有一些存在和传承较为久远的 低阶界面才会有 低阶界面 成千上万 高阶界面 只有上百个 这还只是第九界内 而除却高级界面之外 第九天界内 还存在着一些玄妙的空间叠层 据妙仙宇所说 丹帝府 就是处在渊狱内的一片空间叠层内 那等能够以一片空间叠层为 宗门大本营的强大 不是现在的沐云能够想象的 渊狱 便是第九界的中央御界 也是整个第九界内 最为强大 最为浩瀚的一片世界 在那里 尊位无敌一般的存在 都是不少 这才是真正的所谓 大千世界 万足灵力 沐云心中 对那强大的渊狱 充满无限向往 不只是接近这个世界的 无敌存在 更是她的母亲 就在那第九天 地地渊的镇压下 第二千五百零三章 七大帝 再次重逢 妙仙宇明白 沐云心中的想法 在大千世界赫赫威名的人 帝母亲语 亲帝叶语师 乃是沐云的亲生父母 而第一神帝叶逍遥 乃是沐云的外公 现如今 逍遥圣须内 三位掌控者 被万界称为三皇的存在 是沐云三位舅舅 如此看来 沐云一出生 便敢使着大千世界的宠儿 可是因为九命天子之身 沐云不得不在 早已经示威的人界内 徐徐生长起来 即便是现在 若是暴露了 九命天子的身世 恐怕诸天万界内 许多人都想杀了他 而这一切 如同从前一般 需要沐云的抗衡 可是和之前不同的是 现如今 沐云身后 没有沐清语 更没有他曾经所历经 九命天子劫难的影子 一切 如同一张白纸一般 需要沐云自己填满 去冲塞 而这一图 他需要的便是 紧紧握住这个男人的手 陪他一路走下去 第二天 逍遥山 宗主峰之上 古清义 古云飞 雷方洞 一月和沐云五人 依序站定 大师兄如今到达圣地初期 浑身气息都是不一样了 雷方洞哈哈笑道 这次 那曹赫飞 必然不是大师兄的对手了 听闻曹赫飞 也踏入到圣地 初期境界 谁强谁弱 还不一定 那有什么不一定的 雷方洞开口道 那家伙被小师弟逼迫地 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雷元金石 孤主一致地抛出 没有雷元金石那等天地圣物加持 他根本不可能是大师兄对手 古云飞和一月此刻也是点点头 只是古清义目光却是看向沐云 笑道 不过说实话 相较于曹赫飞 我更希望和小师弟娇娇爽呢 我 沐云顿时也遇到 大师兄 你可是圣地 我可是圣尊 你别欺负我 欺负 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古清义哈哈一笑 没有多说 你们几个 看来圣尊榜一行 皆有所获 一道温和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孝清风一身青衫 在此刻缓缓走出 古清义此刻看向孝清风 神色肃然 直到到达圣地 他才知道 身为宗主的孝清风 到底是何等强大 单单是地魂的感应 他能体会到 自己与肖清风的差距 云泥之别 这就是古圣地顶峰的强大吧 古清义此刻内心感叹 似乎觉察到古清义 对自己的窥视 肖清风徐徐笑道 一而 你如今刚到达圣地境界初期 圣地 天圣地 古圣地三大境界 每一境界 初期 中期 后期三个小境界划分 每一小境界 彼此间具有较大的鸿沟 我沉浸在古圣地境界 已经是有万年之久 所以你现如今无法与我相比 不过不必气馁 毕竟 你将来或许成就会比我更高 圣位九大境界 圣人 大圣 古圣 圣王 圣皇 圣尊 这六重大境界 小魏晋 中魏晋 大魏晋 集魏晋 可谓是圣者与天地之力融合 得天地之力认可 而圣地 天圣地 古圣地三大境界 则是凝聚地魂 地魄 古地神通 不仅是承载天地之力 更是需要真正的与天地之力融合 即已寻找通往军位的无上秘境 古清一年既轻轻 到达圣地 将来成就 不可限量 孝清风看住五位弟子 这一年多皆是有所提升 也是安心点头 据宗门打探到的消息 死灵族似乎在寻找一处一迹 孝清风此刻开口 徐徐道 钟摆古城 钟摆古城 听到此话 古云飞 一月二人皆是神色一惊 钟摆古城真的存在 古云飞忍不住道 或许吧 孝清风也不是很确定 道 钟摆古城 据说当年乃是古家古天渊所见 上百座城池 人口上益 武者修行繁华昌盛 只不过 那古天渊窥的天机 一举突破古圣地桎 成就君神位 自称为昆虚界界王 使得天地巡视大怒 将古天渊镇杀 古家也是分崩离析 而钟摆古城 在一夜之间 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那之后 方才出现各大种族 势力 不断崛起 我们逍遥踪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 古家 古天渊到达军位 自称为界王 墓云此刻心中 也是颇为震撼 圣位在昆虚界内 乃是独一无二的 如同现如今的七大势力 若是哪一位突破了 圣位置顾 到达军位 那整个昆虚界的格局 都将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不过昆虚界内 数万年来 从未听说有人 到达军位 而对于军位 墓云也是充满着向往 毕竟 按照妙仙宇所说 到达军位 在这诸天万界内 才称得上是登堂入室 此番 死灵族想要开启 中白古城的入口 你们五人 最近一段时间 也要加紧修行 争取早日 到达圣地地步 到时候 宗门一定会参与探索 那古家传承久远 所拥有的 不仅是强大的圣诀 圣气 更可能拥有极致的传承 说不定 能够找寻到 古天渊的传承 使得你们晋升到 前所未有的 军位层次 寥寥几句 孝清风 便是点燃几人的 修行热祸 倒不是孝清风此话 多么富有魔力 而是那神秘莫测的军位 确实是让所有人 都心生向往 譬如昆虚剑 也不过是比三元剑 那等最低剑的玉剑 强大一些罢了 而他们 在高高在上的 高等界面之人眼中 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跟别谈 那处在金字塔顶尖的存在了 不过你们也不可助及 那毕竟是 古家所留的中白古城 内部蕴含的静置和阵法 即便是死灵族 也需要许久时间打开 每个十年八年 别想了 所以你们需要做的 便是安心修行 到时候 宗门诸多圣地 天圣地 甚至是古圣地 都会出动 能够获得多少的机缘 就看你们自己了 孝清风 依旧是那般风轻云淡 手掌灰了灰 身影消散 五人此刻 却是心中生出向往之意 钟白古城 一月此刻忍不住 拍向古云飞肩膀 道 二师兄 据说你古家 便是中白古城的古家 一脉传承下来 此番说不定 你可以获得大机缘啊 小师妹这么说的话 你一家 可也是当初古家户从家族 说不定一家先祖 也在中白古城内 留下了机遇呢 古家 一家 目云不减 古清一笑道 小师弟还不知道 古家和一家 也是昆虚界内大家族 底蕴和实力 虽说比不上七大势力 可是也比七等势力 强上一筹 古云飞师弟和一月师妹 都是那两大家族的 核心子弟呢 目云不可置信地 看了看二人 这件事情 两人从未提及 也从未以此 作为自己骄傲的地方 别听大师兄瞎说 古云飞苦笑道 古家内 可没有譬如宗主 这般七大帝的人物坐镇 只能够依附逍遥山而已 七大帝 目云发现 自己似乎对逍遥山掌握的 确实是挺少 恩啊 古清一笑道 咱们师尊 可是和其他六大势力的宗主 族长们 并称为昆虚界七大帝 凌驾于所有古圣地之上的存在 一 孝清风 七大帝 目云看向孝清风离开的地方 心中有些猛 他从未想过 孝清风拥有如此大的实力与底蕴 看来 昆虚界内 也并非这么简单 之前的玄册子前辈 阵法精通 实力似乎不只是当初所展现的圣皇那么简单 而现如今的逍遥古内的孤老 虽说看起来风竹残年 可是那阵法造诣的强大 让目云都是为之感叹 大千世界 当真是任何遗地都可能存在了不得的传说 既然如此 看来需要加紧修行 争取在中白古城开启前 导达圣地境界 毕竟 到时候 只怕不止死灵族和逍遥山 其他五大种族失利 也绝对不可能放弃这么一处遗迹 目云心中逐渐有了伎俩 五人纷纷离开 目云便是前往逍遥古内 孤老依旧是拄着拐杖 坐在一块石头上 静静地看着天空发呆 似乎即便目云不在此地 他仍是如此 而对于孤老的来历和身份 目云已经是不想去探寻了 倒不是他不好奇了 而是孤老对此 闭口不言 龟一也是神神秘秘地说 总有一日 他会知道 既然现在不可能知道 倒不如不去困扰自己 孤老 见过孤老 目云拱了拱手 对待孤老 目云打心底还是敬重的 毕竟 他只是因为龟一告诉石碑的对链 破解了 孤老便是尽心尽力地教导他 圣尊榜之战 你有太多缺陷 孤老叙叙道 我时日无多 所以接下来 不能亲眼看着你 一步步突破七级圣阵师 八级圣阵师了 孤老 您 臭小子 想什么呢 虽然我这一把老骨头 可是还没到寿终正寝的时候 孤老笑呵呵道 接下来的时间 你尽量争取突破七级圣阵师 而至于以后的道路 就需要你自己去走了 听到此话 目云心中一阵感伤 孤老的模样 让人打心底感到同情 可是他也明白 以孤老的身份 只怕不需要他的同情 第二千五百零四章 孤老离开 孤老 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 目云还是认真的道 帮我的 孤老徐徐说 那就是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此话一出 目云心神微动 等将来我若是能够到达帮助孤老的地步 还请孤老不必客气 目云再次恭敬道 看到这一幕 孤老浑浊的双眼在此刻 彭扶是释放出一道道光芒 那恭敬势力的身影 幻化成一道白衣身影 自信非凡的模样 如同那年一般 呵呵 老了 不中用啊 孤老挥挥手道 好了 接下来继续学习阵法吧 是 时光荏苒 逍遥山内 依旧平静 目云再次恢复到如同往昔一般 白日里在逍遥谷内 与孤老学习阵法 而夜晚 则是最大限度地进入到生死密格内 逐渐积累实力 月负一月之下 目云身体内的圣尊之念 愈发地强盛 而想要突破到达圣地境界 仅仅是圣尊之念足够强大 还不够 需要的乃是圣尊之念的转变 要到达这等地步 现如今的目云还差得远 十年时间 悠悠消逝 十年 对圣者来说 不过是转瞬即逝 而对于目云来说 却相当于过了百年之久 这一日 逍遥谷内 开 一声低鹤响起 目云身前 光芒徐徐生腾 一道巨大虚影 蔓延在身前 七级圣阵 宁 那幻化出的强大身影 在此刻绽放出万丈光芒 笼罩在整个逍遥谷内 此时此刻 目云心中方才彻底放松 达达的声音响起 山谷内 一道身影徐徐出现 来到目云身侧 七级古圣阵也能够布置了 孤老点头道 你果然是学习阵法的一块好料子 孤老教导的好才是 好了 就别拍我马屁了 孤老挥挥手道 接下来 我所说的话 你记住了 看到孤老神色郑重 目云点点头 阵法师 说到底 以阵文操控天地之力 而这种天地之力 比较笼统 可以是原力 可以是世界之力 可以是灵力 总之万般变化 古圣阵师 古神阵师 荒阵师 甚至传言之中的古荒阵师 皆是属于此列 容天地 控天地 塑造天地 不是简单的几句话 而是一条大道 你可以想象 第一个将阵法如此系统地归纳出来的人 他可没有导师指导 可是他是如何完成的呢 所以 教导固然重要 可是更多时候 需要的是你自己的领悟 这逍遥古内 所有圣阵的阵图 我想你已经是牢牢记住 至于如何突破八级 九级 就需要你自己体会 甚至如何到达古神阵师的境地 也需要你自己领悟 但是切记 这十多年来 我与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明白吗 沐云郑重点头 晚辈记住了 既然如此 今后你我能不能再见面 就看各自的机缘了 孤老点点头 微微笑道 多谢前辈 沐云此刻双膝跪地 恭敬师礼 虽说与孤老从未有过师徒之名 可是孤老对自己的教导 超出师尊 这一跪 理应如此 孤老呵呵一笑 走上前来 拍了拍沐云的脑袋 道 我看好你 看住沐云 徐徐离开逍遥谷 孤老脸上的笑容 也是缓缓消失 山谷内 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孝清风 孝清风看向孤老拱手道 老前辈真的要离开吗 孤老在逍遥山到底多久 无人得知 但自从逍遥山建立之初 这位老者就在此地 对于逍遥山来说 相当于一尊强大的存在 而现如今 若是要离开此地 那逍遥山 无疑是少了一道屏障 这少的一道屏障 可谓至关重要 大千事件 我也该去走动 看看了 毕竟 与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孤老徐徐抬头看天 道 或许许多人以为 我已经老死了 孝清风没有多说 陡然间 孤老一步跨出 身前空间 在此刻逐渐裂开 出现一道通道 时空隧道 能够随手 布置出一道时空隧道 除了强大的荒阵师 便是那至尊强者 而孤老无论怎么看 都与两者不搭边 孝清风此刻 心中充满震撼 但眼前所展现的一幕 由不得他不幸 荒阵师 还是至尊强者 不论是哪一个 孤老的强大 都足以下阻整个昆虚界 孤老此刻一步跨出 身影徐徐消失 道 看好那小家伙 会是你们逍遥山 未来最大的靠山晚辈 景尊 徐徐之间 整个逍遥谷内的古镇 在此刻消失 那些阵徒 亦是逐渐溃散 孝清风此刻 只觉得手心汉字低落 畏惧吗 不 这等差距 根本生不畏的心 如同一位圣皇 境界圣者 看到圣地 可能是畏惧 但是看到军位神者 是根本不会畏惧 那种畏惧 已经不存在了 转变的是 如同蝼蚁一般的 渺小存在的 而同一时间 孤老一条手臂 一条腿的残破身躯 此刻在那让 无数舞者畏惧的 空间隧道之中 肆意行走 一步 宛若是跨越千万里 苍蓝万界 九大天地 孤老自言自语道 该先去看看 哪些老朋友呢 龙界 凤界 武灵界 孤老徐徐道 那就先去龙界吧 不知道百里七 那的老不死的 死了没有 大千世界 万界之间 避杖隔绝 苍蓝世界内 最浩瀚的 便是封天神帝九子 所掌控的 九大天界 而除此之外 一些强大的 顶尖一等种族 同样是占据住 面积空间 极为浩瀚的世界 龙界 便是如此 传言在太古时代 龙族 便是天地之间 浩瀚的种族之一 而据传说 当初的龙族 并无种族划分 龙族族长 被称为祖龙 乃是龙族领袖 而据说 当年的祖龙 与第一神帝夜逍遥 并驾齐驱 结果如同第一神帝一般 身与丧命 而龙族 因此 各派系分裂 形成料 现如今的龙界内 十大龙族 十大龙族所在的龙界 历来乃是万界之中 最强大的欲界之一 此时此刻 龙界 一片山脉叠起的地域内 一道瀑布 从万丈高空流淌而下 单单是那轰鸣声 便是震荡万里之远 而此刻 那瀑布下 一道略显消瘦的身影 此刻盘膝而坐 在瀑布不远处 一名须发老者 慵懒地躺住 静静地看着那少年 哗啦一声响起 那青年从瀑布下 坠入水潭内 浑身水渍流淌开来 羞的一道破空声响起 那青年宛若一道闪电一般 迅速冲击到老者身前 怒吼到 百里老头 你说要教导我掌控祖龙之力 整日里就让我在瀑布下面坐着 这玩意是给那些小诈猛的脆体舞者用的吧 老子现在可是神位了 青年此刻十分不满地 哇哇大叫道 对此 那老者却是翻了个身 挥手道 此神潭水蕴含着龙气 于现在的你而言 是最好的修行 谢青 你也别怪我没提醒你 现在不好好修炼 到时候 被你那兄弟赶上了 早晚有一天 骑你头上作为作福 听到此话 青年顿时冷静下来 对对对 得加紧修行 万一被沐云那小崽子赶上了 又得骑在老子头上 大展神威 到时候什么圣女 神女的 多饭花痴地看住他 那混蛋都已经有九个老婆了 老子一个都还没有呢 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 叹了口气 青年赫然是与沐云分开已久的谢青 当年二人在出入神界内 谢青感应到一丝召唤 便是离开神界 没想到以小小的虚神力量 居然能够离开人界 而进入到苍蓝万界的谢青 便是依照那呼唤之力 找到了百里青 这家伙自称为什么祖龙之子 说得牛鼻哄哄的 搞得十大龙族都是渣渣一样 同时也是忽悠他 说他是什么祖龙唯一之后 要将祖龙一脉光芒绽放 要一统十大龙族 成就为世间第一龙地 各种花大饼 各种吹嘘下 谢青便跟住百里契 一路在龙界内修行起来 谢青倒是不想跟 可是偌大的苍蓝世界 单单一个龙界 低于亿万里 他太弱了 根本没办法 不过虽说如此 百里老头还算不错 对他来说也是上心 要不然 他早就跑路了 百里老头 谢青四氧八叉地躺在地上 突然回过神来 道 你都说了 我是祖龙之后 唯一血脉 那你这祖龙之子算什么 按照人类的称呼来说 我应该算一次吧 百里契平静道 切 不就是没有什么血脉之力了 喷 谢青一句话落下 百里契一个爆锤落下 骂道 就算你是祖龙之后 唯一血脉 惹怒了我 我也会杀了你 你杀啊 杀啊 谢青耿住脖子 不服气道 这句话 百里老头都不知道 说了多少遍了 他根本不怕 百里契不会杀他 看到百里契没动 谢青继续说 老东西 你说我是祖龙唯一后裔 那十大龙族 不也是最初一条龙眼画来的吗 你说 那些各大龙族的龙女们 将来若是侍奉我 我这算不算 听到此话 百里眼神古怪地看住谢青 一副脑袋疼的模样 第二千五百零五章 十人小队 喂喂 你说话 老子辛苦修行 就是为了超越我那兄弟小崽子 然后成天龙女围着 美滋滋 要是不行 我还修行个蛋 谢青立刻大叫起来 就你这德行 想超越你那兄弟 做梦吧 百里气配了一声 人家世人帝和亲帝之子 第一神帝的外孙 人族三皇的外甥 你压充其量除了祖龙后裔 还是没觉醒祖龙血脉的祖龙后裔 算个球 百里老头 你看不起我 那个什么 三万年河东 三万年河西 末期少龙穷 谢青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就你 称死就是赖皮龙了 百里气不屑道 你这样还妄图成就祖龙之举 将十大龙族整合为一 成为万古龙地 你做梦吧 你呀 等住 到时候 老子第一个把你皮包了 做龙汤 给我那兄弟喝 谢青纷纷不平地 再次跳到瀑布下 看到谢 青纷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 百里气嘴角一抹笑容出现 喃喃自语道 你小子 将来的成就 未必会比他低呢 嗯 只是话语突然落下 百里气撇向天空 小谢子 你自己好好修炼 我去会一会老朋友 百里留下此话 身影消失 谢青嘟嘟当当道 你呀好歹算地位人物 会会老朋友 呀不会也是一个地吧 好歹带我去瞅瞅 其他那些称号神 称号帝的样子 只是对于谢青的怒吼声 百里气却是理也不理 看住身前瀑布 谢青咧嘴 小银子 再次见面 老子会踩着 十大龙族的族掌龙头 到时候 让你惊讶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哈哈 谢青哈哈大小之间 纵然跃入到瀑布下 十年时间 对于逍遥山来说 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整个昆虚界来说 却是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中白古城的传言 越传越广 众多昆虚界舞者 都是跃跃欲试 在这大千世界内 想要提升境界 加入宗门 是个选择 而另一个选择 便是独修 但无论是哪一种选择 都是需要天才地宝的灌输 这种浇灌 可谓是海量 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 而这些存在已久的遗迹 无疑是成为众人 所追求的存在 遗迹内 蕴含的一些强者留下的宝物 若是具有大机缘 足以一步登天 中白古城 就是这么一处地方 自从孤老离开 沐云便不再前往逍遥谷 整日在云峰内修行 晋升圣地 是沐云现今最迫切需求的 但即便拥有圣地今生 这十年时间来 沐云也不过是稳定到 极为景巅峰 距离那最后一步 还是差了不少 这一日 沐云从入定之中行转 妙仙与盘西坐在对面 同样是安静的修行 只是 现在的她 跟妙仙与比的话 完全是找虐 妙仙与本身境界 便是军位层次 如今只是受到 紫曼沙依的反噬 修为降低 将紫曼沙依的反噬 彻底清除 妙仙与是恢复实力 这种恢复 速度极快 还是没感觉吗 妙仙与此刻睁开双眸 开口宽慰到 圣地境界 毕竟是圣卫后期的 三大境界之一 凝聚的地魂 地魄 古地神通 没那么容易 你也不必助击 恩 沐云点点头 继续说 只不过那中白古城 即将开启 若是不到达 圣地境界的话 只怕想要在其中 找寻到什么 就难了些 此番 中白古城 在整个偌大的 昆虚界内 传递的速度 越来越快 这种讯息的传递 很明显 像是有人故意所为 如此一来 七大势力 必将清朝进出 要知道 七大势力的七大地 都是站立在 古圣地极致的程度 他们想要晋升到军位 差的只是一个契机 中白古城内 或许就存在 这样一个契机 而一旦 七位古圣地 有人突破那个桎 那昆虚界的平衡 将会被彻底打破 如果是死灵族 那位灵情族长的话 他与妙仙宇的处境 就会异常危险了 所以不论如何 当务之急 拼尽一切 突破圣地境界 牧师兄 宗主召集你 前往宗主峰大殿外 一道禀告声突然响起 我知道了 召集 这时候 能有什么事 逍遥山 宗主峰 孝清峰此刻 副手而立 面色平静 身为昆虚界 七大霸主之一的掌控者 孝清峰看起来 没有一丝的威严耸立感 反倒是充满亲切 而除缺孝清峰之外 几位封主也是赫然在脸 同时间 曹贺飞 古清义也是在其中 孝清峰示意沐云来到身边 随即开口道 大家差不多知道消息了 中白古城 据说死灵族 已经是打开一道入口 只不过此事真假不知 所以经过宗门商议 准备派遣一队先遣部队 查探消息 中白古城开启了 沐云没有开口 继续听下去 这次 准备从宗主峰和七峰之间 挑选十位弟子 组成先遣部队前往 古清义 曹贺飞 你们两人皆是到达 圣地初期境界 此次你们二人带队 孝清峰吩咐 其他六峰 挑选六位弟子 随同组队 至于最后二人 沐云 你与你那位红颜之己 一起如何 孝清峰看向沐云道 是 沐云拱了拱手 徐徐 事情宣布结束 大殿内只剩下 孝清峰和沐云二人 看向沐云 孝清峰认真道 原本不打算让你去 毕竟 死灵族对你和你那位 红颜之己 颇有杀星 不过 借此机会 我也想 看看 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杀星 所以 一切小心 而且此次也仅仅是 查探查探消息 若是出现任何问题 立刻通知宗门 宗门会立刻出发 弟子明白 孝清峰看了看沐云 最终依旧到 孤老虽然离开 可是想来 也是嘱咐你许多事情 放心 只要在昆虚界内 就没人能够伤害你们二人 多谢宗主 不管孝清峰 是 出于何等原因 沐云心中能够感觉到 孝清峰对他是真正的关切 告诉你那位知己 好好准备 嗯 钟摆古城 终于是要开启了 沐云心中 同样是充满好奇 那钟摆古城的创造者古天渊 曾经乃是一位 威名赫赫的军位强者 而且 雄霸昆虚界 自封为界王 这等气魄 便无人可比 虽说 死于天地寻守之手 可是单单是那份气魄 便足以让人钦佩 而现如今的他 并未到达圣地境界 那就只有进入 钟摆古城内 在徐须图谋了 第二天 一大早 宗主封前 十道身影聚集 古清义和曹赫飞二人 皆是圣地初期修为 带队在适合不过 而其余六人 大多是圣尊极位景层次 至于妙仙语 翘生生地站在秦晨身侧 一言不发 给人的感觉 却是深不可测 圣地后期的妙仙语 古清义和曹赫飞二人 自然是不可能看穿气修为 再加上紫曼杀一这等 至尊古神器的强大 两人根本不可能观察到 妙仙语的气息 既然大家已经是聚集 那现在可以出发了 古清义看住众人 点头道 这次我们主要是查探消息 所以尽量低调出发 据说找寻中白古城的入口 是死灵族的九长老林百霉 以及八长老张元 这两人 位列死灵族九大长老席位 皆是圣地后期境界 圣地三层 初期 中期 后期 不用我说 你们也该知道 这之间是何等巨大的差距 所以万不得已之时 不要出手 只需要确认 中白古城 是不是真的开启即可 古清义话语落下 几人点点头 曹赫飞此刻闷闷道 若是找寻到确切讯息 中白古城开启 那我们可以直接通知宗门 宗主会立刻出发 倒也不必为首位角 听到曹赫飞此话 古清义笑了 知 并未过多计较 曹赫飞对他 以及沐云二人 可谓心中带着莫大的排斥 沐云现如今尚未到达圣地境界还好 对他 曹赫飞是颇具敌意的 只不过 现如今的曹赫飞 失去了雷元金石 与他而言 同样是圣地初期境界 曹赫飞 不是他的对手 准备好了的话 那就出发吧 古清一手掌一挥 时到身影 一瞬间化作流光 消失不见 实力到达他们这种境地 穿梭空间 自然是不够资格 不过单单速度 比那些圣寿 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中白古城的位置 就在昆虚界中域内 距离萧遥山 并不算太遥远 昆虚界内 中域土地内 拥有两大顶尖宗门势力 萧遥山和光明教廷 光明教廷 按照昆虚界内 诸多大势力的一致评价 就是一个神棍 领导一群神棍 各个张口闭口 教宗万岁 自诩为君子一般 可是前起杀人 越货的事情来 丝毫不比别人差 此行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古渊城 古清一身影飞驰之间 与几人沟通到 古渊城的位置 说来比较特殊 处在我们逍遥山 和光明教廷之间 不受我们两者控制 当然 这也是约定俗成的 以古渊城为界限 是我们逍遥山 和光明教廷的划分 古清一继续说 而此次 钟摆古城的讯息 就是从古渊城出现 说到底 也是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墓云有些不明了 第2506章 古渊城 古清一继续解释 你们不太清楚 逍遥山的来历 当年据说 逍遥山老祖 和光明教廷的 第一位教宗 在昆虚界内 都是属于 独一无二的存在 两人都将宗门位置 选择在这昆虚界中央 因此 以古渊城为争夺点 爆发了不少的争端 后来 便以古渊城为边界 东西相对 没想到 这钟摆古城的位置 就在古渊城下 古清一解释清楚 再次说 说起来 这件事情 当时整个昆虚界 都是密切关注 在那个时代 或许也是震撼 整个昆虚界的吧 开创的老祖 和第一位教皇 只怕比起 现在的七大帝 只强不弱吧 接下来几日时间 十人小队一直赶路 而这一天 几人眼前 场景终于改变了 一座城池 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那城池 看起来格外诡异 并不同于 其他的城池 眼前的这座城池 呈现圆形 方圆数百里 地域道也辽阔 可是在城池中央 却是出现一条大道 蔓延开来 十分奇怪诡异 古清一看到那城池 徐徐道 这就是古渊城了 你们不必惊讶 古渊城当年 争执不休 后来 前翠一分为二 所以中间 有一条宽百米的大道 而古渊城内 也有东西之分 不过这座城池 存在已久 其中也有一些实力 我们逍遥山 和光明教廷 约定俗城 谁也不会插手 古渊城的发展 所以 古渊城内 便是自成一脉 到底如何 我也不清楚 众人心中渐渐明了 这是逍遥山 和光明教廷 较真的后果 即使是古渊城 谁都不归 中央也要一分为二 显示出 两大势力的威严 而在两大势力的地盘上 古渊城 两大巨头都不管 其他各大势力 就更不可能 将手伸到这里来 接下来 咱们就扮成一般的舞者 好奇中白古城的事情 到此地来打探就行了 此次逍遥山 专门挑选的几位弟子 都是很少露面 闭关修行的 倒也不怕别人认出来 一行识人 进入到城内 整个古渊城 有着非常古老沉淀的味道 街道上的商铺 看起来有些年头 而整个城内的装饰 也是给人一种 古老幽森的味道 彭扶这是一座 从更古以来 就存在的城池 来来往往 舞者行人 络绎不绝 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嗯 十人进入城内 便是找了一间客栈 纷纷入住 今天刚到达古渊城 若是有异动的话 只怕会引人怀疑 倒不如安定下来 再做打算 傍晚 古青一招呼大家下楼用饭 大厅内 有几桌客人也是在 倒不显潇琐 店小二 古青一开口道 将你们店的特色菜 全部上来 虽说到达他们这种境地 早已经是可以避古不识 只不过在这大千世界内 只要有钱 圣兽 神兽的肉 都可以吃到 而那些肉 经过一些大厨处理过 肉质鲜美 颇为引人 最重要的是 那些肉质 对舞者提升 也是相当有好处 修行 又不是吃苦虐待自己 所以即便能够避古不识 舞者有时候 也会让自己的嘴巴放松放松 店小二 听说古渊城附近 有一些遗迹 古青一不动声色道 那店小二听到此话 立刻笑道 诸位也是为了 钟摆古城而来吧 几位爷不必多想 钟摆古城在古渊城 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段时间 古渊城的客栈 可是越来越多陌生人到来 而且都是圣皇 圣尊级别的高手 就连圣帝也出现了 他们都是为了 钟摆古城而来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店小二嘿嘿笑道 而且不瞒各位说 别说是那些小宗们 小种族 就连七大势力的人 都来了 哦 说说看 古青一展现出 颇好奇的模样 店小二嘿嘿笑道 据说 越狐族的越妹儿 前几天出现在古渊城内 越妹儿 曹赫飞此刻略带不屑道 那个妹娘子 这位大人 可不敢这么说啊 店小二急忙道 那越妹儿 据说现在位列圣地之位 在越狐族内 可是很受重视 而且 这个女人 长相妩媚极致 让人忍不住 就甘愿拜倒在 七十六群下 这些日 听说不少圣尊被其蛊惑 帮忙调查信息 越狐族的人 就喜欢干这档子 是曹赫飞嘀咕一声 没有多说 还有紫灵蟒族的 紫成风公子 此人现如今 也是一尊圣地 在紫灵蟒族 力压其余几位兄弟 预计将来 成为第二个子弟 树精族的灵修 据说也来了 还有光明教廷的 那个罗德哈特 罗德哈特 沐云对此人 印象比较深刻 当初在三元界内 这家伙可是看起来 并没有那么强 对啊 罗德哈特 是光明教廷内 年轻一辈的 光明骑士首领 也是圣地 前些十日 也出现在古渊城内了 还有 那颜魔族的狠人 使宽 那家伙 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刚到古渊城 就杀了几个人 殿小二说到信头上 奇怪到 逍遥山靠近古渊城 可却没人到来 倒是有些奇怪 古清一几人 听到此话 不再多说 带着殿小二离开 曹赫飞忍不住道 其他各大势力 派遣弟子来调查消息 都是正大光明 我们为什么 要偷偷摸摸的 就是 搞得现在 我们逍遥山 似乎怕了这些家伙一样 几位弟子 也是有些不服 人家都是光明正大的 来搜寻消息 他们却是低调地 跑到这里 木云此刻没有开口 他知道 孝清风这么嘱咐 是为了他 古清一此刻 也是开口道 真正的中白古城 没出事之前 我们没必要 大张旗鼓的 倒显得很没有诚服 曹赫飞撇撇嘴 没有多说 他当然知道 这次低调到来 是因为木云 虽说现在的木云 在圣尊极未尽 不入他眼 可是以木云的 晋升速度 只怕到达圣地 只是早晚的事情 而对此 他始终有一种压力 让他喘不过来气 用完餐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古清一便是带着几人 离开古渊城 前往邻近的山脉探查 接下来几天时间 十人大都是在附近查探 可是并未发现什么踪迹 其实不只是他们 其余五大势力的人 也是无头苍蝇一般 在古渊城附近查探 而且不止他们 来自昆虚界各个势力的舞者 都是一无所获 一消息来说 中白古城是位于古渊城附近 死灵族的人 也是在此地活动 但近日时间来 死灵族众人 彷復消失了一般 实在是让人摸不住头脑 而这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也让待在古渊城内的一些 各方舞者感觉到不耐烦 逐渐地 古渊城内 开始出现不少的爆发争斗出现 这一日 十人照常 再次离开古渊城 前往附近山脉搜寻 只不过此次 倒是扩大了搜寻范围 死灵族的人 果然是狡诈 曹赫飞忍不住低骂道 将所有人引到此处 他们却是消失不见 我看说不定 中白古城的入口 根本不在此地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古清一计而道 只不过 我们逍遥山一些 善于追踪的弟子 也是被派遣出去 追查死灵族人的动向 并未发现 他们有出动前往其他地方 所以 最大的可能便是 在古渊城四周 只不过死灵族的人 只怕是故意放出消息 等待什么 识人不断查询四周 看住周围山脉 若是入口真的在附近 即便有阵法掩盖 也不会一丝痕迹都没有 啊 突然间 一道惨叫声响起 古清一 曹赫飞几人 顿时脸色一紧 是胡远 古清一话语落下 立刻杀出 妙仙渝也是靠向沐云 随着一同前去 只是等九人聚集之后 那地上 只有胡远死去的尸体 有人盯上我们了 曹赫飞低骂道 对我们逍遥山出手 活得不耐烦了呵呵 对你们逍遥山出手 倒不见得 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一道耻笑声 在此刻徐徐响起 山脉古树之间 十几道身影 此刻一一走出 那十几人 浑身气息皆是不弱 而为首两人 赫然是圣地气息 在那两名青年身侧 还有一位女子 身材苗条 散发着一股成熟韵味 林柏梅 看到那女子 沐云眼神一缩 沐云 许久不见 终于将你等来了 林柏梅看向沐云 微微笑道 看来 你倒是对我念念不忘 不过 你那么喜欢我 可是我对你没兴趣 毕竟 做那么多孩子的父亲 我承受不起 沐云冷冽道 牙尖嘴利 等一下就看你 还有没有这个劲 林柏梅并不动怒 说起话来 依旧是面带笑容 看向其余几人 林柏梅微微笑道 小家伙们 这件事情 与你们无关 我只要沐云和那的女子 你们八人 可以离开了 林柏梅话语落下 体内气息 在此刻绽放 圣地后期 一瞬间 诸位圣尊 及未尽层次的弟子 脸色一白 第二千五百零七章 送别三人 沐云也知道 穆布凡与他感情深厚 是不舍得离开的 但小凡一直在他身边 确实是会让他无法成长 泰坦族可是诸天万界一等种族 属于能够和九大天地抗衡的 等级种族 小凡不能就此被埋没 沐云看向左飞 道 既然如此 多谢前辈 敢问前辈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听到此话 左飞看向沐云微微一笑 你倒是很懂的 沐云笑道 那是自然 天下只有突来横货 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看来 你能到达今日境地 倒也不简单 左飞徐徐道 你若是能够帮我一个忙 不止如此 这三人 我可以挤用师尊 当年所留下的万影门残片 将他们送往泰坦界 和麒麟界 我本人留下的传承 我也可以悉数传给你 传承 听到此话 沐云心神移动 自从再次见到妙仙宇 沐云对传承就极为好奇 妙仙宇单数确实是很强 这一点 沐云不怀疑 可是妙仙宇修行天赋并没那么强 可以说是九女之中最差的一位 但妙仙宇依旧是早早到达军位 便是因为她久俏灵天心觉醒 被丹帝府看中 灌输传承之力 使她免去数十万年苦修 一步登天 传承 到底如何 沐云还真不知道 左飞笑道 再不济 我也是一位半步踏入军位的存在 虽说我的传承力量消失大半 可是我想 帮助你到达圣地后期 还是没问题的 甚至于 可以给你巩固踏入天圣地之路 让你最快速度到达天圣地 听到此话 沐云忍不住苦涩一笑 前辈如此丰厚的条件 想来让我做的事情 应该也不简单吧 笨 左飞并没有否认 道 此地乃是那阴阳圣灵盘内的虚空世界 我其实早该是死人一个 可是当年灾难发生之际 那天 帝巡守为了折磨我 留下我一缕魂魄 日日夜夜以阴阳圣灵盘摧残我的魂魄 这种感觉已经是持续了 数十万年不止 我现在是生不如死 所以我需要你帮我解脱 让我去死 听到此话 沐云表情一阵古怪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直白地说 让我去死吧 沐云继续说 前辈 如何让你解脱 在我身后 前行百里 有一座白塔山 白塔山山顶 便是阴阳圣灵盘的核心所在 破坏那里即可 这么简单 当然不是 那白塔山危机四伏 乃是阴阳圣灵盘的枢纽所在 会衍生幻象 沙发之阵 若是一不小心踏入其中 可能会困在里面百年 甚至千万年时间 左飞并没有隐瞒 看向沐云 道 你若是愿意 可以前往 而你若是不愿意 我不勉强 听到此话 沐云微微犹豫 便是点头 阵法 他还算了解 当初孤老教导了许多 关于高阶阵法的应对之法 他有一定的心思 既然如此 准备好了吗 左飞开口 嗯 我愿意一试 听到此话 左飞笑道 好 那我就先帮你将你这三位 挚友送走 听到此话 沐云却是明显一愣 你也不必惊讶 左飞继续说 我许诺你两个条件 你答应我的事情 我自然会先帮你做到一个 以示我的诚意 有什么话对他们 说 就现在说吧 沐云听到此话 点点头 目光看向三人 虽说墨云和黄燕 是被他强硬地收服 可是这一路走来 两人与他 也算是生死之交 沐云手掌一挥 沙那间 墨云和黄燕便是感觉到 那灵魂深处 唯一的控制 消失了 墨主你 从今日开始 你们自由了 沐云笑道 墨云 黄燕 回到你们该回到的地方 展现出你们的天赋 再次见面 我想我们都会不同 而且以后也不必 称呼我为墨主 如果可以 叫我一声墨大哥就行 墨大哥 墨云和黄燕二人 此刻皆是拱手 墨云解除生死暗印 足以看出他的想法 墨云和黄燕更是明白 若非是墨云 他们两人现在也不可能到达圣地境界 墨大哥 将来到麒麟界的话 千万别忘记找我们 到时候 我们二人一定好好招待 好 看出二人开怀一笑 墨云也是点点头 墨布凡此刻倒是脸色不甚好看 小凡 大哥 我不想离开 墨云拍了拍墨布凡肩膀 道 你难道不好奇 为何你身为泰坦一族 当初却流落在人界 你不想知道 你的绅士 你的父母 你的族人吗 可是 好吧 我们又不是永不再见了 墨云拍了拍墨布凡肩膀 道 此去一别 再见面时 你小子 要成为至尊 成为无敌 明白吗 我懂了 墨布凡此刻点点头 墨云看向左飞 点点头 那左飞手掌一挥 三道虚空洞口 在此刻打开 三人脚步跨出 进入那虚空之间 消失不见 墨云自然不会如此单纯 就信了左飞的话 归一身为时空本源 对世间和空间无比敏感 断定那通道安全 墨云才放下心来 看到三人离去 墨云心底也有些怅然若失 只是一直以来 墨云都是想过 让三人回到各自种族欲界内 只不过一直没想过 该如何让三人回归 昆虚界毕竟只是低阶界面 接触不到所谓的 较强大的空间传送阵 更不可能接触到 一等种族欲界 呼 接下来 看来必须全力以赴了 希望能够帮助前辈 解开这么多年来的痛苦 墨云明白 若是他数十万年如一日 只有一缕魂魄 日月夜夜感受住死亡 痛苦 他也会崩溃 左飞所谓的求死 更是求一种解脱 墨云飞身前行 进入白茫茫的世界深处 轰 一道低沉的轰鸣声 突然在前方响起 那轰鸣声落下之间 墨云看到 前方 一座座宛若高塔一般的高山 堆积在一起 层层叠叠 群落汇聚 在此刻看起来 十分古怪 强大的气浪 一重一重地扑面而来 还真是白塔山 那座高山在此刻看起来 汹涌澎湃 真的如同一座座古塔一样堆积 墨云呼了口气 脉步直接进入山脉之间 朝着那中央的最高峰攀爬而去 轰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在此刻突然响起 大地庞扶裂裂开了一道口子一般 让墨云感觉一股重力 从地下崛起 牢牢抓住他的双腿 一击鼓震 墨云此刻能够感觉到 那阵法威力并不强大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一级鼓震根本造不成任何的束缚 几乎是毫不犹豫 墨云直接破阵而出 但下一刻 他再次进入一道奇怪的空间波动 水波荡漾 绿意萦绕 而在那水波之中 一道道藤万直接杀出 只是 依旧是没什么用 这等等级的鼓震 大概是二级鼓震威力 墨云继续前进 三级鼓圣阵 四级鼓圣阵 随着深入 那鼓圣阵的强大威力 在此刻也是逐渐地显现出来 此刻 墨云呼了口气 看住前方 刚才走过的 乃是一座七级鼓圣阵 而接下来 不出意外的话 便是一座八级鼓圣阵 八级鼓圣阵 天圣地进入其中 也极可能一不小心 身死盗消 墨云此刻脸色郑重 并不大意 嗡 进入到阵法内 墨云眼前的世界 顿时大变 一座光明四射的大殿 此刻 大殿之中 玉气芬芳 光波流转 而九道身影 或是站定在殿门旁 或是在大殿内的桌前忙碌住 或是慵懒地靠在椅子上 或是平躺在床榻上 神态不一 只是看到这一幕 墨云却是微微一愣 那九人 赫然正是孟子墨 秦梦瑶 叶雪奇 萧云儿 王新雅 九儿 妙仙宇 明月星和碧青玉九女 此刻九女身住衣衫不一 可是各个都是美艳绝伦 那美貌性质皆不相同之间 使得墨云心神摇曳 夫君回来了 姊妹们 一道娇滴滴的声音响起 顿时 九道身影走出 看到墨云 脸上皆是洋溢着笑容 九女一一走出 拉住墨云的衣衫 笑容满面 看到这一幕 墨云心中舒畅 一步步跟着九女踏出 而同一时间 墨云身影却是处在峭壁之间 朝着悬崖边走去 而在那悬崖边 戎将流淌不止 莫说是圣地 似乎天圣地 古圣地踏入境去 都是死路一条 这个魂小子 肯定是梦到自己的夫人了 龟一此刻大喊大叫 根本无济于事 墨云彷扶沉迷幻阵内 根本无法自拔 色鬼 臭小子 这可是你逼我的 龟一话语落下 诸神图卷在此刻 突然闪烁光芒 沙纳间 那诸神图卷 缠附住墨云魂魂魄 一口咬下 一缕魂魄 啊 一声惨叫响起 墨云突然行转 草 我都准备要提枪 嗯 沐云一句话还没说出 突然看住身前 一步后退 提枪 命都没了 提你妹啊 龟一此刻骂骂咧咧道 沉迷幻阵 无可自拔了 肯定是遇到你那群美女夫人了吧 这点跟你爹多学学不好吗 龟一一阵数落 沐云却是一阵后怕 第二千五百零八张 模糊的记忆在线 八级古圣阵 而且是幻阵 沐云此刻心中发毛 若不是龟一 他现在只怕成为渣子了 此时此刻 沐云看住脚下的悬崖边缘 岩浆滚动 彭扶随时会扑上来 沐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意志相当自信 而这次 若非是龟一关键时刻撕扯他的魂魄 只怕他已经是死了 八级古圣阵 而且是幻阵 就是天圣地一不小心进入 也是会完全迷失 他自称自己是七级古圣阵师 能够抵抗住 没想到 依旧是这等下场 沐云呼了口气 心中逐渐安定下来 还继续吗 龟一此刻认真道 他能够判断出 那左飞并不是胡说八道 欺骗沐云 只是从一级古圣阵到八级古圣阵 接下来 很有可能就是九级古圣阵 一不小心 沐云真的会死 现在的他 并不能帮助沐云太多 自然要继续 沐云此刻认真的道 左飞前辈的传承 说不定能够助我到达圣地后期 甚至是天圣地境界 若是错失这次机会 我想要提升 需要时间太久 那你小心点 龟一其实知道 自己问的也是白问 这些年陪伴着沐云下来 这家伙的性格 他还是了解 这时候让他放弃 显然是不可能 沐云此刻呼了口气 从悬崖边走回 看住前方 继续脚步踏出 最后一步 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若是这一步无法踏出 那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次机缘 问 一道光芒闪过 沐云身影再次出现在 在一片虚幻的空间之中 又一座阵法 在此刻开启 沐云呼了口气 看住前方 前方 一道道身影此刻来来回回 看起来十分独特 那是一座大殿 而大殿之中 几道身影站定 而在那几道身影之间 他看到了两道 颇为熟悉的身影 依偎在一起 沐云 夜雨 诗 爹 娘 沐云此刻忍不住 呢喃 沐云 一切都是幻想 归依此刻提醒 如果这阵法 是九级幻阵的话 沐云沉入境去 就算他撕扯沐云的魂魄 也不见得就会见晓 沐云此刻自然是知道 这是幻想 可是看到那两道身影 来自血脉里的鼓动 却是压抑不住 沐云一身青衫 眉宇之间 带着丝丝沧桑 可是入眼中给人的感觉 却是充满了坚定 而夜雨诗一身青色群衫 曼妙身子妖娆 宛若二十七八德天神女子一般 带着一股来自九天的尊威 而在爹娘身边 还有三道身影站定 那三人气息意识不弱 给人的感觉也是十分强大 看到那三人 沐云并不认识 但也是有一种熟悉感 而在年轻怀中 一道娇小的身影 在强宝之中 煞是可爱 咿咿呀呀地叫着 这一切 虚幻却是如此真实 你们两人现在离开 那三名男子中 一位年长些的男子开口道 腹地陨落 地名消失 九大天地肯定会对逍遥 胜虚动手 与是一位云儿 气血亏损 留在此地 大为不利 轻雨 你带着雨狮 返回人界 大哥 夜雨狮看住那男子 却是道 我不走 逍遥胜虚 是腹地一生心血 四妹 四妹 沐云略为明白 那三人 应该便是被称为 三皇的人族大能 亦是自己第一神帝的 三位儿子 母亲的三个兄长 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三位舅舅 沐云此刻身在几人之间 却彷復不存在一般 几人完全无事 母亲与此刻开口道 三位兄长 我们若是就此离开 那你们三人面临的压力太大了 现如今 万界各族 都在看住我们逍遥胜虚与天地之争 若失败 那日后的万界 就是九大天地说的算了 母亲与认真的道 侍儿应该带着小云离开 我留在此地 母亲与说着 看向那三人较为年轻的一人说 三哥 你带尸儿离开 几人在此刻 似乎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争论了许久 年长的男子喝道 好了 别争了 你们难道忘了 腹地如何说的吗 小云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你们身为爹娘 若是不抚养他长大 取代腹地 那将来地名再次出现 我们所有人 依旧是要死 此话一出 陆清风和叶语诗皆是沉默 看住墙堡中的孩子 此刻的墓云 也是心有所感 原来 这就是当年一切的开始嘛 画面突然一转 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之间 两道身影 在此刻慌不择路地逃离 嗡 而沙纳间 天地湿色 光芒暗淡 久到通天光柱 在此刻升空而起 那久到光柱内 久到庞大身影 傲然站定 人帝穆清雨 清帝叶语诗 陈鹤声在此刻响起 你们跑不掉了 将墙堡之中的孩子交出 逍遥圣地归于我九大天地管辖 饶你们夫妇不死 那其中一道光柱 在此刻陈鹤道 帝星 你在做什么梦 穆清雨此刻一步跨出 拦在叶语诗身前 鹤道 第一神帝身死不假 可是我看封天神帝 恐怕也要修正许久时间吧 没了封天神帝 你们九大天地 还能够如此 主宰九大天界吗 这苍蓝世界 本来就不是你们说的算 冥完不灵 又一道光柱 在此刻光芒生腾 鹤道 今日 就算你是人帝 也难逃一死 九道身影 在此刻齐齐出手 轰轰轰 一时间 整个天地之间 光芒璀璨 扰乱了木云的视线 让他根本无法看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咚 尘奔的声音响起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烹响声突然响起 那苍茫大地之上 九道光柱结合成阵道 欲要将三道身影困住 轻语 带着云儿离开 叶语诗此刻 一声尘鹤 你带他走 将他抚养成人 我留下来 木轻语此刻 斩钉截铁道 走 叶语诗此刻 却是不管不顾 直接将墙堡之中的 木云扔出 木轻语一把接住 转过身之间 叶语诗手中 那雀神山此刻张开 漫天黑色火焰燃烧开来 朱雀神火 涅槃重生 你疯了 叶语诗 一道尖叫声 在此刻响起 叶语诗根本不管不顾 爆裂声一道道响起 轻语照顾好云儿 不然 我跟你没完 诗儿 木轻语此刻 看住墙堡之中的孩子 一滴眼泪落下 滴落在木云脸颊上 将那衣衫盖住 木轻语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背后 那火光闪烁 黑色火焰 铺天盖地 如同天降暴雨一般的驱势 将所有淹没 木云此刻 站在原地 正正出神 一滴眼泪 流落脸颊 爹 娘 他终于是知道 当年自己融合第一世记忆之时 为何会看到那一幕 父亲流泪 母亲诀别的那一幕 而此刻 他更加知道 当年父亲所背负的 身为万界之中 赫赫威名的人地 他停留在人界内 从小小的北云城内 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 一世一世的成长 木轻语每次都是在他身边 在他背后 默默无闻地付出 父爱如山 深沉默默无闻 这些年来 他以为自己很苦 很累身为先王的他 曾经无父无母 他怨恨世道 重生归来的他 是要以自己的双手 打拼出一片天地 守护住自己的爱人 这些 现在看起来 与父亲这些年来的隐忍 默默的陪伴 是多么微不足道 原本他该是万界畏惧的人地 可是 为了他 放弃了一切 陪伴是最长情的关爱 这些年来 对父亲来说 妻子被囚禁 遭受折磨 儿子一次次地转世重生 时间地静静蜕变 他 才是最苦的那个 大包大包地承担了一切 承担了背负起人族职责的人 承担了想要救出母亲的职责 承担了养育他这个儿子的重任 皈依此刻忍不住说 你父亲 很优秀 也很酷 皈依当年陪伴在第一神帝身边 自然是知道 穆清宇的成长 人界目族内的一个小小的祖神 机缘巧合进入到万千世界内 一路成长 不到万年时间 成长为一代主宰强者 最终 成就地位 与第一神帝之女 叶宇师相识相恋 成为夫妇 生下孩子 穆清宇的一生 更像是传奇 但越是传奇 承受的就是越多 穆云此刻双拳紧握 以后 再也不会了 穆云糊了口气道 我会帮父亲 将母亲迎回 一家三口 定回乡风 地名 封天神帝九子 九大天帝 这些横跟在他身前的人 如此强大 尊称九大天帝 每一个皆是无敌的地位巨拨 可那又如何 这一路走来 历经成千上万年 他不再是那个 只是一股热血张狂的少年 封天神帝 欲要毁灭大千万界 来实现他那所谓的 什么狗屁不破不灭的道理 第一神帝 无法阻止 万界无人敢抗衡封天神帝 无人敢对抗九大天帝 那他来做好了 他有朋友 有兄弟 有爱人 背负的责任 让他明白 此事 只能够成功 不能输 穆云此刻 眼神充满一往无前 嗡 而在此刻 阵法内 波动陡然间变化 第二千五百零九章 天圣地 轰 一道轰鸣声 在此刻响起 沐云的身体 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一片火海之中 大火磅礴 烤着他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片骨肉 这是阵法的威能 在显现了 刚才诞生的一切 都是他身为 强宝婴儿之时 所看到的 他并未记住 可是却被阵法 勾出那模糊的记忆 而阵法之所以如此 便是为了消磨他的斗志 幻阵 讲究的便是 让舞者从感官之中 感受到虚幻的东西 如同现实 破除幻阵 需要解除你的感官 让你的思绪稳固 牧云此刻心底在不断地回想 孤老曾经所说的话 一次次 一句句 他开始照着孤老所说去做 身体磅腹被撕裂 可是牧云根本不管不顾 全身上下 气血翻腾 咚 一道沉闷声在此刻响起 牧云一条手臂被撕裂 刺痛 从未有过的刺痛 让他几乎昏厥 扑斥 一条腿此刻也是被撕裂 让他的身体支离破碎 可是牧云知道 如此下去 他必死无疑 抵抗不住 就只有死亡 九级患症 又如何 牧云牙关紧咬 全身上下 鲜血淋淋 时间 不断地消失 牧云的身体 一次次被剥离 一次次地退散消失 咔 终于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 突然 一道轻微的咔嚓声 在此刻响起 牧云此刻全身上下 力量变身 地魂在此刻 居然变得凝练了起来 晶莹剔透 光芒四射 突破了 圣地中期 到达圣地后期 孤老说的 果然没错 牧云明白 自己能够在此刻突破 孤老的话 至关重要 奋勇前进 牧云全身上下 力量再次暴增 轰 一道道轰鸣声响起 牧云也不知道 到底历经了多久时间 眼前 一切消失不见 他再次出现在山崖顶端 幻阵 破了 牧云此刻松了口气 这种感觉 许久未曾产生了 臭小子 还真被你做到了 皈依此刻嘀咕一声 不再多说 牧云苦笑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刚才 可谓是九死一生 那幻阵勾出他心底最薄弱的记忆 但是那记忆 却是使他能够成长起来 使他能够忘却自己心中的懦弱 此刻 白塔山山顶 三百六十五道铁链 细弱发丝一般 将一座古顶封禁住 赵左飞所说 那就是残留他一缕魂魄之地 牧云步履蹒跚 走到古顶前 将那铁链 一道道撕裂开 一道虚影 出现在牧云身前 正是左飞 左飞一双眼睛看住牧云 充满了不可思议 牧云真的做到了 你 做到了 牧云喘息住 笑道 不负前辈所托 多谢你了 左飞此刻看住牧云 五味杂粮 若是当年 他能如同牧云一般 意志坚定 或许师尊的骨家 就不会灭亡 左飞目光看向牧云 道 这谷顶内 当年我生死之前 剥离下来自己的传承之力 或许 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多谢前辈 牧云也不客气 收下那四足谷顶 看向左飞 道 前辈 既然你现在一缕魂魄 得到解脱 那不是可以重新活过来吗 听到此话 左飞却是摇了摇头 道 实力到达我们这种境地 只要一缕魂魄 确实是能够得以重获新生 可是天地巡守 是何等人物 他自然更知道 眼下我风镜被破开 天地巡守便是能够感觉到 他所设下的禁止 会彻底将我毁灭 左飞说着 身体衣衫开始燃烧起来 化作点点星光 看向沐云 左飞笑道 多谢你了 沐云 帮我解脱 这钟摆古城 当年混乱之际 损失不小 不过依旧是留有许多的古迹可寻 当年我师尊毁灭万影门 可是最终 那万影门却是破开来 一流一片残落 你若是能够寻到 应该是对你帮助不小听到此话 沐云神色一动 钟摆古城 古家 师尊 我终于解脱了 左飞的身影 逐渐溃散 沐云此刻也是唏嘘不已 任你风华绝代 若是无法成为最强 那主宰命运的手掌 便始终是被别人紧握着 而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就需要强大的实力 强大到在自己前方 再无身影 在自己头顶 再无压制 那 才是真正的所谓无上 大千世界 更迭重复 国往今来 即使是苍天 黄天 谁又能称得起自己 是无上 沐云呼了口气 看住山巅四周 徐徐道 终有一日 我沐云 会成就为那无上神地 万界 我为主宰 双手紧握之间 沐云眼中充满无穷战意 这古顶给我 龟一此刻突然说 你小子获得其中传承 古顶归我所有 有什么奇特的吗 龟一目光灼灼 到蕴含洪荒之气的古顶 沐云顿时明白 身影一闪 进入诸神图卷内 生死密格之中 沐云盘膝坐定 直接坐到固定内 静下心来 传承融合 现在开始 钟摆古城 开启已经是有数年时间 可是这数年时间内 各大宗门势力 都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消息 最开始进入钟摆古城内 那些莫名其妙出现的 古佣兵们 一个个实力强大 令人畏惧 所有人都不得不赞避风芒 而现如今 那些古佣兵们突然消失 众人自然是要再度开始探索 莫说几年时间 就是几十年 几百年时间 七大种族势力 不将钟摆古城彻底开启 根本不会罢手的 而随着时间推迟 进入到钟摆古城内 已经不仅仅是七大超级势力 昆虚界内 各方势力 对钟摆古城也是难忍 进入其中 试图从七大超级势力牙缝里 抠点东西到手 对于七大势力 不算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对于他们 却是不一定 因此 钟摆古城内 俨然是彻底热闹起来 聚集了整个昆虚界的 大大小小势力 这些演变 对于沐云来说 并不算什么 接受传承 足足花了沐云十年 而十年时间 在生死密格内 对外界 不过是十天而已 十天时间一过 沐云出现在山巅 举手投足之间 暗合天地治理 他整个人此刻 看起来截然不同 彷扶发生了极大的蜕变 天圣地初七 此时此刻 沐云手掌挥动 一丝丝若无若有的威严 在此刻散发开来 而且不仅如此 九星霸天体 现如今到达第二重境地了 沐云全身上下 气息截然不同 天圣地境界 地魂地魄的凝聚 那种威压 就不是圣地能够比拟的 当初他要斩杀 罗德哈特之计 罗德末出现 只不过是简单的一拳 没有任何俏力 直接让他肿创 若非是木合爆裂 他与妙仙宇都性命难保 这就是天圣地 超越圣地的境地 沐云此刻舒展筋骨 全身上下 霹里啪啦作响 武道修行 注重肉体和魂魄 如今 修行九星霸天体的他 肉身强横 到达天圣地初期 魂魄也是异常完美 而接下来 便是不断地冲击 冲击 该出去了 沐云呼了口气 这次的磨练 让他看到了父亲和母亲 让他明白 自己该背负的一切 身影一闪 沐云再度出现在大殿内 而此刻 整个大殿依旧是空荡荡 似乎林百梅等人 并未追到此处 沐云沿住道路 离开此地 看住入眼处 苍茫一片的巨树 沐云呼了口气 现如今到达天圣地境界 再次遇到罗斯和罗摩 沐云也毫不担心 九星霸天体 可是到达了第二重境界 现如今的他 犹如乞丐成了国王一般 大为不同 沐云此时此刻 收敛自身气息 即便是到达天圣地境界 也没必要到处下拜 身影一闪 消失在茫茫树林山脉之间 你们想钱嘛 一道焦鹤声 吸引到沐云的注意 那焦鹤声 沐云异常熟悉 停下身来 沐云坐在一节树干上 看住下方 在那树林之间 十几道身影 此刻七七八八倒地 而更有几人 此刻已经是处在生死边缘 而那之中 其中一道身影 沐云并不陌生 岳湖足 鱼儿 这个鱼儿乃是圣地后期境界 不过是短暂分开几天时间 沐云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它可不是 沐云此刻并没打算出手 看住下方 在那树林之中 约满二三十道身影 此刻江烟一行人等围住 围守两道身影 气息无比强大 圣地后期顶峰修为 沐云能够感觉到 那两人地魂圆满 甚至地魄隐隐间 都是开始蜕变 或许要不了多久 二人只需要一次机缘 便可到达天圣地境界 沐云此刻看住那一对人马 乐得看醒 若是他不认识一儿 看到这一幕 或许还是出手相助 但这女人 当初将她丢入古井下 认为她死了 压根就没一点关心 不过当作利用的工具 对这女人 沐云自然也不可能 有什么好感 林然 紫秋风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要此刻怒喝着 看住身前二人 第二千五百一十张金色钥匙 知道 那林然一头绿发 眼睛眯成一条线 盯着一儿胸前 笑嘻嘻嘻道 听闻岳湖族女子皆是天生媚骨 伺候起人来 花样极多 我也想体会体会 听到此话 月儿面色一变 看住四周姐妹们不断死去 月儿知道 这家伙 表面上这么说 实际上根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林然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并不知道那所谓的古猿泉 你在胡搅蛮缠 我月儿今日就算是死在这里 你也要等住月湖族疯狂地报复 倒是挺刚烈 站在凌然身侧的男子 身材鲜瘦 一双眼眸此刻带着紫色的光芒 分外奇特 月儿 你真以为 我等不敢杀你吗 你死在此地 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 听到此话 月儿脸色更是难看 看住那紫眸男子喝道 紫秋风 我劝你最好放手 否则 月湖圣女必定踏破你紫灵莽族山门 道 时候 你紫秋风 也会给我陪葬 好啊 听到此话 紫秋风却是眼中邪魅之意露出 道 我紫灵莽族 最喜欢的就是女子 可以帮助我修行 月月儿 给脸不要脸 说不定你真的可以助我突破到天圣地境界 二人身后二三十名高手 此刻也是依依逼近 这些家伙 皆是圣地修为 可谓是树金族和紫灵莽族内的天才子弟 若是二人死心拦住她 她和姊妹们 一个都跑不掉 月儿此刻沉喝道 你们若是敢逼我 就等着被我的男人杀死吧 你的男人 凌然和紫秋风两人皆是一愣 月湖族的女子 虽说天生妩媚 行为看起来不减点 可是他们深深知道 这些女子无疑不是十分贞洁 月儿什么时候有男人了 没错 我和逍遥山的沐云 已经是私定终生 她就在不远处 你们若是敢动手 就等着被她杀吧 逍遥山的沐云 孝清风的徒弟 凌然赤笑一声 月儿 你想拖延时间 也说点靠谱的好吗 那家伙据我所知 进入此地 似乎不过是圣地初期吧 这家伙 拿来吓阻我们 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 没错 那时候她是圣地初期 可是现在 她已经是到达了天圣地初期 月儿郑重道 你们若是不幸 再次动手 不出一炷香时间 她就会到来 到时候 就是你们的死期 听到此话 凌然和紫秋风二人 皆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而端坐在树干上的沐云 更是差点一个亮呛 一头栽下去 这月儿 也太会扯了吧 这时候 居然都能够扯上她 好了 月儿 这种拙劣的手段 就别想用来打发我们了 凌然再次说 我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 不过 没什么意义 交出你得到 的谷源泉消息 我饶你不死 二人此刻显然是 已经没了耐心 毕竟 拖下去 万一月儿 用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手段 通知到了月弧族的天圣地高手 他们也不好办 月儿此刻 确实是在拖延时间 可是求救讯号发出去许久 但并未接收到回讯 只怕在这座古城内 并没有月弧族的高层在 眼下 已经是别无他法了 谷源泉的讯息 你们想要 做梦 月儿此刻手掌一挥 一道光芒 升空而起 那是一柄钥匙 整柄钥匙 通体散发着淡淡的古金色光芒 看起来分外的闪耀 该死的女人 此刻凌然和紫秋风二人 纷纷飞驰而出 那凌然直接追击月月儿 而紫秋风则是飞向半空 抓向那金色钥匙 秀 但是正在此刻 一道更快的身影 在此刻出现 一把将金色钥匙抓住 身影落下 来到月月儿身侧 谁 紫秋风此刻无功而返 脸色顿时阴沉的可怕 刚才 居然有人一直隐藏在四周 他们没有任何发现 要么此人极为善于隐蔽 要么便是此人实力高于他们太多 我 沐云 沐云 沐云此刻手握金色钥匙 徐徐笑道 古猿泉那么好的地方 怎么能拱手让出呢 沐云看向月月儿 直接一把将这女人抓住 揽入自己怀中 那曼妙的身姿 后背紧紧贴在自己身前 沐云一手揽住月月儿胸前 将此女固定在自己怀中 再说 你们欺负我的女人 那怎么行 沐云一语落下 月月儿整个人翘脸通红 更显妩媚 身子想挪动 可是两人贴得太紧 而且沐云的力量 大的出奇 她根本无法挣脱 这怎么可能 月月儿此刻心中够异 沐云之前可只是圣地中期 现在似乎突破了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些好 沐云低声道 否则的话 恐怕他们比我更凶残吧 听到此话 月月儿身体一颤 终于是不再挣扎 沐云此刻牢牢 从背后抱住月月儿 两人更是身体贴着身体 此刻月月儿心中娇羞难当 沐云确实分外兴奋 这女人 之前差点把她害死 现在 不好好惩治她 怎么出心口恶计 而另一边 林然和紫秋风却是一愣 月月儿真的和逍遥山的 沐云成了情侣 只是此刻 两人根本不管这些 看到两人依偎在一起 林然成鹤道 你就是沐云 交出金色钥匙 我饶你不死 说话不要这么不客气 搞不好自己小命会丢了的 沐云徐徐道 没看到我安危 我受惊吓的神仙道情侣吗 听到此话 林然更是心中一口怒气 这家伙 真的把他们当傻子吗 紫秋风冷鹤道 看来你也是准备受死了 月月儿此刻突然到 慢住 话语落下 月月儿看向沐云 低声道 金色钥匙给他们 他们无法找到 谷原权的位置的 我身上还有一张图卷 你我二人联手 给了他们金色钥匙 他们也不会过于逼迫 咱们可以保全 咱们 沐云微微一笑 并未多说 这个咱们 他可承受不起 不过听月月儿的话 意思很明白 他并未交出全部 我可不是与你同意到阵营的 沐云此刻开口道 金色钥匙是我的 图卷也是我的 话语落下 月月儿还未明白 沐云已经是一步跨出 看住二十几人 东西我都要了 你们滚吧 此话一出 月月儿一愣 林然和紫秋风二人 也是一愣 这家伙吃错药了吧 二人此刻脸色难看 看住沐云 宛若看住一个傻子一般 既然你找死 我成全你 林然此刻直接冲杀出去 手掌一挥 一柄利刃 散发着寒芒 刺向沐云 嗡 而正在此刻 一股强大的威能 将林然身体束缚住 她冲击的身影在此刻 根本一动无法动弹 受死 沐云哼了一声 一拳直接砸出 砰 低沉的砰响声响起 林然后背 直接炸出一道血口 毫无还手之力 死 这一刹那间 树林间 寂静无比 所有人都是宛若呆滞一般 看住眼前 月月儿整个人身体颤抖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沐云 怎么可能 之前见到的沐云 不过是圣地中期 被林百眉 罗斯和罗摩追杀 可一转眼几天时间不见 沐云直接到达天圣地了 那种气息的波动 绝对是天圣地 不可能错的 此刻月儿感觉自己 如同做梦一般 这几天时间 沐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另一边 紫秋风已经是猛了 月儿说的是真的 沐云 真的是天圣地气息 撤 紫秋风此刻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一步后退 手掌一挥 众多身影立刻跟住撤退 跑得掉吗 沐云现如今可是天圣地境界 圣地后期的林然 在其面前都是不知一提 更别提那些圣地中期 初期境界的两大族弟子 手掌一挥 九星沙拳凝聚爆发 满天星光在此刻散发开来 一道道磅礴力量 扩散开来 一声惨叫 让人闻之色变 月儿此刻却是脸色惊骇 此刻的沐云 到达天圣地境界 而且还不是简单的天圣地 即便是天圣地初期 面对林然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斩杀 这家伙 到底经历了什么 摇身一变 居然是超越了她 可是此刻 沐云俨然是已经动了杀星 将林然和紫秋风等人 尽数斩杀 并未留守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 一位天圣地的强大 不是二十几位圣地能够比拟的 沐云呼了口气 转身看向月儿 此刻 月儿等女还来不及开心 便是感觉身体一寒 要知道 他们之前可是利用沐云 不顾其生死的 而现在 林然 紫秋风被沐云直接碾压至死 她 会放过他们吗 沐云看住几女 忍不住说 放心 我不会杀你们 月儿此刻犹豫片刻 道 那你想如何 简单 将图卷给我 你刚才所说的图卷 沐云认真说 对于你所说的谷原权 我也很是好奇 听到此话 月儿更是眉头一紧 她不信沐云不会杀人灭口 这个世界 对待别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狠辣 沐云能够行云流水一般地 杀了林然和紫秋风等人 怎么可能如此轻描淡写地 要放过他们 第二千五百一十一张 庞系组长古迹 我言而有信 你们放心即可 沐云此刻再次说 图卷给我 我让你们离开 至于此地今日发生的事情 你们保证闭口不言即可 当然 这种保证也没有意义 不过一旦传出 我想 我会不顾一切杀了你们 此话一出 月月儿只感觉遍体深寒 沐云给人的气息 分外恐怖 那种强大的压迫气息 让人根本无法抵抗 天圣地实力 本来就是恐怖异常 希望你叶尔有信 月儿知道 现在的她 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沐云这么说 也不过是客套话而已 杀不杀她 沐云一念之间而已 不骄 也是死 骄 还可能有一线生机 图卷落入沐云手中 沐云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叶尔姐姐 难道就这样拱手相让 一名女子不服气道 不然如何 月儿无奈道 我们几人加起来 根本不够她看 紫秋风和凌然的死 你不是没看到 听到此话 几女在此刻也值得作罢 沐云的实力 确实是有些恐怖 而说到底 他们之前对沐云 可谓是利用 而现在沐云杀了凌然几人 实则帮助了他们解脱困境 只可惜 那从古井内得到的密藏 就要拱手相让了 此时此刻 沐云并没有犹豫 直接离去 对于月儿几人 她不是没想过杀人灭口 只是月湖族 乃是七大势力之一 那月儿几人 在月湖族地位并不低 没必要为此 而此刻 到达天圣地初期的她 能够感觉到 自身体内蕴含的强大气息 最重要的是 九星霸天体也是到达第二重 九星霸天体的强大 足以让她面对天圣地中期 都无所畏惧 这也是为何 她丝毫不担心 罗斯和罗摩发现她的踪迹 打定主意 沐云找了一个地方 安然坐下 查看着手中的图卷 那图卷上标注的位置 看起来距离她现在所在的位置 并不算遥远 而图卷内 所画的平面图之上 标注了三个位置 那三个位置 皆有一把锁的模样 看来金色钥匙 便是打开那地方的必备 休息片刻 将凌然 紫秋风几人的精气神 消耗一空 沐云便开始出发 这中白古城 面积极为广袤 想要寻找妙仙语 十分困难 现在不如先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等到她提升到 天圣地中期境界 即使是那罗德墨 她也不会有任何的畏惧 大千世界 向来是神秘莫测 强大无比 而处在圣位境界 若是要一步一步 闭关修行 只是苦练的话 恐怕千年 万年都是 难以踏出一步 所以 任何舞者 面对遗迹 面对宝藏 都不会是视若无睹 正如此次 中白古城打开 七大种族势力 即便是等候数年 数十年 在没有将整个 中白古城 完全挖掘之时 也不会离开此地 七位顶尖的古圣地 无一不是想着 能够突破圣人桎 到达军位 何为军位 军位 即是神位 人界内 有圣 有仙 有神 可是 那只是一鱼之地 固不自封地认为罢了 真正的圣 是天地至圣 如同沐云现在 一举一动 承映天地之力 而真正的神 更是如此 若是说人界的仙 圣 神等等 也是真的 那大千世界 所谓的圣 神 便是天地至圣 天地之神 只不过 在大千世界内 所有武者 都更喜欢称谓君 沐云现在 已经是到达天圣地 只擦最后一步 古圣地 便拥有问鼎圣位 成就军位的强大 而那时候 他所面对的 便是五等种族 四等种族 而那些存在 所处的位面 皆是高阶界面 在那里 他能够得到 更多有效的讯息 关于逍遥圣地 关于龙族 关于其他几位 夫人等等 昆虚界虽大 可是和万界比起来 不过是一界之地 眼界无法拓展 呼了口气 沐云看住前方 速度加快 而同一时间 另一方向 一对人马 此刻也是飞驰而来 朝住沐云 所赶去的位置前行 那为首一人 气息深沉强大 全身散发住 冷漠到极致的味道 周围十几人 此刻都是不敢 太过靠近 子夺命 我们这次 到底去往何处 一名男子 终于忍不住问道 一处古迹 据我所知 应该是中白古城内 曾经一位 庞系族长所在地 庞系族长 当年的中白古城 昌盛无比 庞系族长 大都是古圣地境界 遗留之地 必然不凡 可是子夺命 这么大张旗鼓 邀请他们一起 未免太过夸大了 似乎感觉到 几人心中不满 子夺命再次道 此人据我所知 名叫古同天 乃是当时最出色的 一位庞系家族族长 此话一出 身后众人脸色 立刻不同起来 古家当年地域庞大 庞系族族上百 古圣地 也拥有上百位 而在众多 庞系家族族长之中 能够脱颖而出折 那必定是极为耀眼之辈 这样的人遗留下来的地方 必定是几个丰厚的储存 又有人说 子夺命 你为何邀请我们一道前来 你本身可是天圣地 初期境界 还担心什么 那古迹 我得到一张地图 和一把钥匙 可是地图上显示的 有三处秘境之地 所以 一定会有他人 我要请你们一道 实话实说 一是担心遇到另外两方 我无法利敌 二是这等好处 自然是我们子灵 莽足子弟得到才对 子夺命自存 乃是天圣地初期 在这昆虚界内 到达天圣地初期的 皆是顶尖行列 子夺命自认为 自己天圣地初期境界 能够超过自己的同辈之人 一只手都能够数得过来 但这次 可不只是同辈弟子 七大种族势力 那些老古董们 都是亲自出马了 这次 钟摆古城内 古圣地 都是至少上百位了 天圣地 更是好几百个 放在平日里 自然是不可能 可是钟摆古城 牵扯到古天渊那等传奇人物 任谁也不可能不动心 七大宗门势力内的老古董们 一一出关 直奔钟摆古城而来 再加上昆虚界内那些散修 也是心动不已 纷纷出动 钟摆古城 现在就是缩小版的 昆虚界 危险的景 几人明白此刻 紫夺命心中的想法 也都一一点头 他们十几人队伍 到达天圣地有四个 圣地后期期 八个 这样的组成 绝对能够震慑不少人 而同一时间 这座古城内 一片距树林之间 灵百眉安然站定 眉头促起 进入古井内后 他带人一路追踪 可是沐云居然就那么消失了 八长老张元身死 对死灵族来说 可是极大的损失 只不过好在 他不算是一无所获 紧握了手中的图卷 灵百眉此刻也是呼了口气 刷刷 几道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七八道身影此刻到来 看到那七八人到来 灵百眉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灵长老 如此助急呼喊我们 可是发现了沐云和妙仙语 那为首两名老者 急忙开口询问道 灵百眉摇摇头 徐徐道 我之前确实是找到沐云 可是被那小子跑了 张元长老生死 什么 听到此话 两位长老皆是脸色难看 多元长老 方彻长老 这次乃是我们死灵族生死之计 所以沐云和妙仙语必须除去 听到 灵百眉此话 两人皆是点头 这当然是首要任务啊 不过我在追踪沐云之时 发现一出密藏记载 或许 我们三人可以联手闯入其中 灵百眉认真地说 二位长老皆是天圣地初期境界 若是在密地内有所收获 到达天圣地中期 那必定可以更进一步 灵百眉此话一出 渡远和方彻二人都是脸色一喜 死灵族内的天圣地 可是将近百人 他们能够担任六长老和七长老 本身竞争就大 不过有些天圣地并不最心于权力 而是独自钻研修行 可即便如此 时时刻刻被人盯着自己的位置 感觉也不爽 但若是能够实力更进一步 那就万无一失了 既然如此 我等待立刻动身 渡远和方彻两人迫不及待 灵百眉此刻也是点点头 原本打心底里 灵百眉并不希望找人合作 可是没办法 木云已经是圣地中期境界 而且这家伙古灵精怪 手段齐多 他担心自己也会一不小心 布了张元长老的后尘 所以此次拿出利益 希望与方彻 渡远二人合作 此二人皆是天圣地初期 即便木云圣地中期 在天圣地面前 也绝对是掀不起任何风浪 天圣地和圣地之间的莫大差距 不是木云那些技巧手段 所能够弥补的 灵百眉此刻心中暗恨 当初就应该不顾一切斩杀木云 现在 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 但现在 已经不是后悔的时候了 得尽快解决了木云 方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一行人此刻汇聚 立刻出发 前往那图圈所指示的古迹 而此刻 木云单枪匹马 已经是来到古迹入口 若是没有图圈指导 想要到达古迹入口 无益于是痴人说梦 可是现在拥有图圈指导 到达古迹入口 木云轻而易举是进入其中 只不过接下来 却是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第2512章惊言见诀 进入古迹内 木云变得小心翼起来 一道道波浪翻滚之间 强大的气浪 一层叠加一层波动开来 席卷的气息 让人感受到疯狂的味道 弥漫散步 阵法 木云一瞬间便是感应 身为古圣镇师 对于阵法 木云的感触自然是透彻深厚不少 再加上之前闯进八级古圣镇 和九级古圣镇内 让他更加领悟不少古圣镇 对于天地之事的融合 木云小心翼翼 站定在阵法内 徐徐松了口气 这一座古圣镇 对天圣地并没有什么威胁 只是木云站定在阵法内 却是觉察到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 如同他站在这一阵法内 庞扶看到入口处 其他的阵法轨迹一般 心中若有所思 木云踏出脚步 朝着前方走去 入口十一条通往地底的通道 长宽高各有十公尺左右 而且四周都是树根盘错 看起来如同一条条蟒蛇 纠缠在一起一般 给人的感觉也很不舒服 木云冲入其中 进入到下一座阵法 顿时一道道攻击落来 磅礴原力凝聚成十八般兵刃 直接杀向木云 滚开 一拳轰出 那些兵刃就此断裂开来 可是下一刻 诡异的一幕发生 原本应该是就此散去的兵刃 此刻再度杀来 而木云再次一拳轰出 重复往返 一次又一次 那些攻击 彭扶永远不会停止 而木云站在原地 也并未躲避 一直强硬地去攻击 如此持续下去 足足成千上万次 突然 伴随着木云攻击落出 那兵刃 终于不再凝聚成形 轰鸣声炸裂开来 强大的气浪 层层叠叠扭转 眼前景象在此刻 突然改变 身前 一扇门在此刻打开 木云星神一动 直接一步跨出 进入门内 从他踏入到第一座阵法内 便是看出 此地独特之处 这些阵法是相互连接 并不是单独一体 而想要进入古迹内 所需要的 也不是破除全部阵法 找出每一座阵法内的连接 便可有迹可循 当然 也可以蛮横地闯过 一座又一座阵法 进入其中 不过更加费时费力罢了 进入门内 木云呼了一口气 现在 回想起古老那十多年来 对他的教导 真的是每一句话 都无比重要 而木云也是庆幸自己 摒弃了单数和气数 选择阵法一道钻研 这钟摆古城 当年乃是古家的大本营 每一座古城内 但凡涉及秘密之地 都有阵法阻挡 这还只是昆虚界 可想而知 那些高级界面 以及顶尖的界域内 阵法 会起到多么强大的作用 进入门内 木云面前出现一片街道 这片街道 十分安静 而街道两边 一道道深影 彷復时间在一瞬间定格 将它们全部固定 看起来本该是热闹的街道 此刻却是寂静无声 木云踏步进入街道内 依照图卷指示前进 这些地方 图卷内都标注出来 若是没有图卷 恐怕想要进入此地 会变得无比麻烦 木云仔细搜寻 并不急 而进入到这条街道后 木云立刻看到 身后入口消失不见 已经变成另一条街道阻拦 此地是一座迷宫 依照图卷 穿梭在街道之间 木云不多时 来到图卷上标注的位置 那是一道街角位置 而在街角旁 放着一个箱子 箱子一公尺高左右 不算很大 木云此刻走上前去 金色钥匙取出 打开箱子 那箱子内 一道光芒徐徐闪过 出现一道卷轴 卷轴之上 四个大字 格外显眼惊言见诀 九品剑诀 木云呼吸一致 九品圣诀 在整个昆虚界内 绝对是算得上无价之宝 这等圣诀 就算是古圣帝 都是争相抢夺 可是此刻 居然就这么摆在这里 而且 这一处古迹 注实是奇怪不已 这样的剑诀 如此轻易地探寻道 太不寻常了 但即便如此 木云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此刻 那图卷标示着的另外两处位置 让木云也是十分心动 他现在拥有指天剑 九星霸天体 以及金言剑诀 缺少的东西太多了 那两处位置 若是也有人拿到了钥匙 进入到此地 必定会去打开 打定主意 木云呼了口气 便是按照图卷之事 朝着那一片地方行去 到了地方 木云发现 那箱子 果然是在街角 三座箱子 呈现三角状 分散在街道的三个方向 木云尝试了下打开箱子 可是无济于事 看来没有那金钥匙 是没办法打开箱子 心中明白这一点 木云前翠 进入到街道旁的一座酒楼内 装成被禁锢的街道上的人一般 坐在一张桌子边 一动不动 他整个人此刻陷入到平静 身体并未进入诸神图卷 魂魄却是进入其中 化作一道身影 仔细研读 金言剑诀 九品剑诀 金言剑诀 主要讲述的 辨试剑的精气与炎气结合 爆发出攻击力坚韧 而且爆发力足够的剑术 这门剑术 似乎乃是古天渊曾经到来 出自何处并不知道 但是威力确实很霸道 古天渊拥有万影门 可以随意到达万劫万遇 因此 古家才会迅猛崛起 而古天渊也是修为如同飞月一般 层层叠架 但也正是如此 才会吸引到天地巡守的注意 惹来杀身之祸 天地巡守 说得十分高大上 其实归根究底 不过是天地的耳目和走狗而已 第一神地生死 风天神地消失 据传是瘦窗颇深 在疗伤 各大一等种族 按兵不动 而九大天地掌管苍蓝九界 威食震天 但没了背靠的大树 他们也担心有人抑郁不轨 反抗九大天地 毕竟 那些一等种族 内部坐镇的老古董 丝毫不比他们差 风天神地在 谁也不敢有动作 可是风天神地不在 那就说不准了 所以天地巡守的重要 便体现出来 若是大千世界内 有些人过于突出 那天地 巡守和界王 都有职责禀告 慕云到现在并未见到过 昆虚界的界王 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 是否有天地巡守 再次铸扎 只不过这些事情 他也只是透过妙仙语了解 并不深刻 大千世界内 风天神地 无疑是最强的存在 可是九大天地 也根本不弱 比起各大一等种族族长 都是丝毫不让 所以现如今 那些强大的一等种族 并不敢有所造次 毕竟 风天神地到底死没死 谁也说不准 万界万族 都是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 而所有人都在等待 有人打破这个微妙的关系 众人原本以为 会是仁帝穆轻语 可是仁帝穆轻语 独闯第九天界 试图从第九天 弟弟渊手中 救出自己的妻子 这件事情 本来闹得沸沸腾腾腾 但最后却是不了了之 穆轻语不见了 第九天地地名 也是没任何消息放出 这一点 确实是很奇怪 奇怪到各方 依旧是保持微妙的关系 此刻的穆云 身处昆虚界 他是绝对做不到 打破这种平衡的地步的 要做到这一步 那就需要至少超越军位 距离那一步 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喝了口气 穆云将气息摒弃 如同一具尸体 坐在那里一般 一边参悟惊言见诀 一边静静等待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在此地待了数天时间 终于 这一天 街道上一群身影出现 约门十几人的队伍 那围首两道身影 气息强大 天圣地后期的 魂魄之力探查 掠过沐云身体 而在那两人身后 沐云却是发现 一道熟悉的身影 零百眉 此刻的零百眉 并不是走在最前方 而是在那两位 天圣地初期舞者后 跟随着 小心翼翼 看到这一幕 沐云也是明白 羽人估计心中 也是吓破了他 若不然 此等好事 他怎么可能 与他人分享 看来张元的死 让零百眉 意识到他的威胁 不过 即便是带领帮手到来 似乎也没有意义 沐云并不急 静静等待 此刻 杜元 方彻和零百眉 三人 仔细看着四周 确保并没什么问题之后 十几位死灵族之人 纷纷散开 小心翼翼 杜元开口道 此地很奇怪 除了我们刚才经过的阵法 入口麻烦些 这一路走来 没有碰到一丁点麻烦 大家小心点 嗯 明白 杜元 方彻和零百眉三人 此刻走到箱子边 零百眉此刻 取出金色钥匙 弯下腰来 便欲打开箱子 而正在此刻 一变发声 突然 一道极锐的破空声 在此刻响起 那破空声滑破空气 显得极为刺耳 沙那间 扑驰一声 突然响起 方长老 方长老 众人都吓破了胆 他们已经是 无比仔细检查四周 可是根本没发现 任何人的气息 此刻却是突然出现 一道身影 袭杀而出 方彻此刻 脸色一白 左臂齐齐被斩断 若非是他有所准备 小心翼翼 刚才那一击 他命都没了 看来 诸位长老 还是很谨慎的嘛 一道戏谑笑声 在此刻响起 沐云一身墨衣的身影 站定在楼顶 手中紧握着一截手臂 第二千五百一十三章 一箭一命 手掌一握 砰的一声 乍响传开 那一只手臂 在此刻 炸裂开来 化为粉末 方彻此刻脸色微白 急忙止住鲜血 看向沐云 沐云 杜云和灵百眉二人 此刻眼中杀气浮现 可是突然 两人却是觉察到 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 沐云的气息 不对 不再是圣地 而是天圣地 此刻一行十几人 看向沐云的眼神 皆是带着惊恶 灵长老 杜云和方彻两人 此刻也是感觉不到 不对的地方 他之前确实只是 圣地中期境界 可是 可是 灵百眉此刻 也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沐云进入那古井内 冲入阵法之中 尚且还是圣地中期 而现在 居然已经是 到达了天圣地境界 跨过了圣地后期 并且没有被圣地 进入天圣地关卡卡住 怎么可能 这不过是分开不到 一月时间而已 杜云此刻冷漠道 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这小子 若是继续任由成长下去 将会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今日必须杀了他 听到此话 沐云微微一笑 刚好 我也正有此意 进阶越是提高 我越是能够发现 强大的实力 所带来的好处 诸位今日 就成为我成长路上的垫脚石吧 沐云话语落下 瞬间冲杀出去 杀了他 刷刷刷 顿时 以杜云为首 十几名死灵族圣地 在此刻紧紧跟随 圣地与我 只是养料而已 沐云哼了一声 直接一拳杀出 九星杀拳 当初 九星霸天体不过是入门 沐云依靠九星霸天体 便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实力 而现在 九星霸天体到达第二重 可谓是与当初天壤之别 这一拳攻击 威力何等强大 沐云还真没思量过 而今日 刚好是机会 轰 一拳杀出 接到两边 气浪翻滚 强大的冲击力 在此刻爆炸开来 连带住杜云在内的十几人 此刻身影不断狼狈倒退 怎么可能 杜云此刻脸色一白 他还算好的了 身后那些圣地 此刻一个个口吐鲜血 根本无法承受沐云一击 差别太大了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杜云低喝一声 手掌一挥 一道令旗出现在手中 那令旗挥出 一阵狂风大起 一切庞扶都被狂风席卷 进入其中 骤然间 杜云手掌挥出 那令旗之间的狂风 席卷着沙向沐云 呼呼呼风笑声响起之间 沐云的身影 在此刻被狂风包裹 无法看清 成了 零百枚此刻呼了口气 徐徐道 被杜云长老的天灵风旗席卷 就算是天圣地 这家伙也 什么 成了 林长老 而此刻 一道略显冷漠的声音 突然响起 沐云从那飓风之中 一步跨出 衣衫整齐 脸不红 气不喘 宛若没事人一般 这点攻击想中创我 未免太看不起 天圣地初七境界了吧 沐云淡笑道 既然如此 也不跟你们玩闹啊 手指粘弓搭剑 无形之间 一道道星辰之力汇聚 九星引天剑 沐云一手松开 羞的一声 一剑离弓而去 扑 砰 鲜血炸裂 圣地初七的弟子 直接炸成血雾 那丰厚的精气神 被沐云掠夺一空 而同时间 沐云再次一剑射出 又一位圣地后妻的长王 身体碰得一声炸开 一剑 一命 此时此刻 零百眉脸色惨白 沐云太恐怖了 当沐云还是圣皇的时候 想杀他 已经是晚了 而现在 即便是他 也已经沦为沐云眼中 不值一提的对手而已 这家伙的升迁速度 完全无法以常理来衡量 这一切 显得太过不可思议 这家伙 到底是如何到达 今日这般境地的 沐云身上 必然是拥有大秘密 可是这等大秘密 却是他现在 无法去探索的了 是 杜元长老此刻 突然咆哮 眼下的沐云 已经不是他们 能够对付的 唯有天圣地中期 后期的强者 才能将沐云击杀 而若是继续拖下去 恐怕就算是 组长清零 沐云都会成为 一个极大的麻烦 再者 现在的沐云 可是孝清风的弟子 孝清风对沐云 保护周全 组长就算来了 可要杀沐云 也要看孝清风 是否乐意 这家伙 这些年来 在逍遥山内 从一个一文不值的圣皇 到达如今的天圣地 实在是可恶 跑得掉吗 沐云手掌一挥 九星影天剑不断杀出 谁敢跑 他就射谁 一剑一命 这些家伙 看看能不能抵挡 九星影天剑的强大威力 杀了他 一道低鹤声 在此刻响起 方车长老 此刻鲜血止住 脸色恢复如初 除了少了一条左臂 似乎没什么异样 此刻方车杀星一起 为了伤势平稳 他消耗了一刻 平日里 根本舍不得用的 九品圣丹 这等损失 必须从沐云身上弥补 看到方车恢复 杜元也是来了底气 林长老 你与他人联合起来 小心沐云对你们出手 好 此时此刻 林柏梅急忙 与剩余的几位 死灵族圣地站在一起 谨慎看住沐云 一举一动 两个卡在天圣地初期的 老东西而已 沐云哼了一声 直接一步跨出 九星霸体在此刻开启 全身上下 宛弱度上一层 闪闪发光的星辰光芒 闪烁着令人感到 无限光芒的气息 这等强大的气息 跌宕开来 让人感觉气息无比强盛 这还是天圣地初期吗 所有人心中 都是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如此强大的气息 根本不像天圣地初期 受死 沐云直接冲出 一拳杀出 杜元此刻闪避不及 只能够正面迎上 二人都是天圣地初期境界 就算沐云气血强盛霸道 可是此刻明显也不一定 就是让他毫无抵抗之力 砰 一声砰响传开 杜元此刻突然脸色一变 咔咔咔的声音突然响起 杜元全身上下 鲜血淋淋 沐云一拳接一拳打出 每一拳 庞扶都是天圣地猛烈一击 一口一口鲜血喷出 杜元此刻已经是彻底没有招架之力 这样的差别 让一旁的方撤 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撤 此刻 再不撤 就是傻子了 眼下 能跑掉一个是一个 总比全军覆没了好 一个都别想走 沐云手掌一挥 年弓搭剑 刷刷刷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道箭矢在此刻穿破空气 杀向前方 那些圣地 根本无法抵挡 这是一场追杀 不是交战 天圣地初七 九星霸天体第二重 沐云的攻击霸道 防御更是霸道 杜元此刻 早已经是没了任何反应 气息消散 方撤早就面如土色 这样的差别 让他根本没有任何信心 和沐云交手 而此刻 强大的气息 一浪叠加一浪 使得沐云感觉到 身体内 力量在叠加 在咆哮 方撤 隔空一拳 直接杀出 砰 方撤还未回头 拳风已经到来 他整个胸口彻底炸裂开来 沐云接连几拳挥出 一味为圣地 登石身死 鲜血炸开 强 强无敌 最终 那灵百眉 已经毫无抵抗可言 灵长老 或许当年 你也未曾想过 会有今日这般吧 灵百眉脸色一寒 低喝道 沐云 我会等住你 等住你死 是吗 沐云毫不犹豫 直接一拳轰出 此刻 他能够感觉到身体内蕴含的力量 没有什么敌人是一拳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拳 整个街道上 鲜血味道浓重 沐云站定半空之间 吞噬之力爆发 净化之力开启 一层层力量涌入到身体内 此时此刻 全身上下的气息 都是聚集起来 生命力 气血 原力 魂魄 在此刻可谓圆满 这样的强大 让沐云本身就是感觉不可思议 沐云没有迟疑 捡起钥匙 直接走到那木箱子旁边 这木箱子内 他也好奇 到底会是什么 打开木箱 轰然间 一股沉重 后的气息 扑面而来 入眼处 那是一座 看起来略有残破的铜片 而铜片上 带着丝丝灼热的气息 约有八丈大小 此刻看起来 分外陈旧 如果是在路边遇到 或许根本不起眼 会被人当成破铜烂铁 可是此刻 看住那铜片 不只是沐云 龟一 都是激动起来 天地轰炉残片 天地轰炉残片 几乎同时 两人直接脱口而出道 沐云脸色狂喜 龟一也是激动不已 臭小子 运气好到爆炸 这都能够让你遇到 龟一急忙到 与你凝聚的天地 轰炉虚影融合 能够使得你那天地轰炉 威力更加强大 听到 此话 沐云心中一震 却是感动异常 多谢你 龟一 沐云开口道 龟一第一想法 是让它融合 而不是自己吞食 这是天地轰炉残片 本身蕴含的 红荒之气 绝对是海量 龟一若是吞食 必然能够得到 极大的提升 可是 它第一想到的 却是给自己融合 沐云颇为感动到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龟一 第2514张 天地轰炉残片 沐云没有迟疑 天地轰炉 乃是 洪荒十三宝之一 虽不知道 是何种原因破碎 可若是能够将天地轰炉重组 那它就拥有 洪荒十三宝之中的一件 将来 到达地位 那天地轰炉彻底凝聚 它将会拥有 无限的强大实力 洪荒十三宝 可是出自洪荒时期 那个时期 苍天都未曾掌控世界 喝了口气 沐云寻找一间酒楼 坐下身来 身体前 天地轰炉虚影 在此刻出现 凝聚而出的 天地轰炉虚影 此时此刻 化作一道璀璨的光芒 让人感受到气息的变化 天地轰炉 它早就凝聚出虚影 只不过 一直以来 并没有进一步的加强 此天地轰炉 威力强横 据说能够融化世间一切 霸道至极 当然 也是指完全体的情况下 现在 不过是极小极小的 一丝微能罢了 沐云将那残片 投入轰炉内 一丝灼热的气息 在此刻释放开来 那天地轰炉在此刻 不断地柔和 凝炼 气息也是在不断地聚集 此等情况下 沐云心神打开 让那熔炉彻底放飞自我 尽情地吞噬 一到三足圆顶的顶身 在此刻出现 古铜色的光芒 四周火气缭绕 阴晕在火海内 让人心神微动 而随着残片的溶解 沐云能够发现 那天地轰炉的虚异 在此刻不断凝食 一股若有若无的波动 栩栩席卷开来 他将天地轰炉祭炼 与自身息息相关 此刻 鼎身的变化 他也能够直接感觉到 栩栩之间 沐云手掌一挥 天地轰炉在此刻 化为巴掌大小 落到手中 鼎身的古铜色 愈发璀璨 而环绕的火气 也是十分活跃 此时此刻 方才展现出 这天地轰炉的一丝光彩 十三洪荒之宝 沐云南南道 不知道其他的 到底都在何方 沐云顿时道 龟一 九大天地身上 可有洪荒十三宝 有 肯定有 龟一笃定 不过并不是全部都有 我估计两三剑顶天了 两三剑顶天了 沐云嘀咕道 洪荒之宝一共就十三剑 九大天地占了两三剑 那其他人还怎么活 那地鸣呢 他 他看不上的 龟一颇为自傲道 四大本源之威 每一个都能够抱垂 十三洪荒之宝 再者而言 地鸣乃是封天神帝 位列诸神诸帝之上 就算那些人带着十三洪荒之宝前去 也是被吊打 沐云此刻怀着怀疑的态度 你之前说十三之宝如此强大 可是现在 废话 十三洪荒之宝当然强大 可也得看对手是谁 若是地位和神位无敌手持 那可以说同境界无敌 可若是对付神帝 那就是个笑话 要不然你以为凭什么 从远古到现在 除了地名封天神帝 只有叶逍遥成就为神帝了 沐云点点头 对了 到底如何才能够成为神帝 沐云忍不住 我父亲久居人帝之名 不也没成为神帝 成就为神帝 龟一呼了口气 徐徐道 当那个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 你小子现在差得远了 别在这里做梦啊 沐云尴尬一笑 天轰炉淬炼完成 也该出去走走了 此地总归有些 让沐云感觉心底深寒 不太适合久留 如今两大宝箱到手 至于第三个 沐云无心争夺 他总感觉 若是第三个宝箱打开 此地会衍生出许多变化 如果继续停留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变故 打定主意 沐云身影快速飞驰 按照原路返回 嗯 只是绕过了几个弯 沐云却是感觉到不对 他似乎在原地打转 刚才走过的位置 现在居然又走了一遍 接连尝试了几次 每一次都是如此 沐云脸色逐渐沉静下来 这确实是有些奇怪了 是阵法 最终 沐云逐渐明白 轰 轰轰轰 而与此同时 一道道轰鸣声 突然响起 整个街道四周 一道道爆裂声 逐渐传递开来 而在那爆裂声 传递开之间 沐云发现 最主要的三个方向 来自三角 正是地图上 所标注的三个宝箱位置 而随着那爆炸裂开 三处位置 突然间三道光芒 升空而起 那三道光柱 彼此连接 将这一方天地 彻底笼罩下来 怎么回事 沐云此刻脸色微白 这地方发生的诡异变化 也实在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本身已经是有阵法束缚 而现在 居然又出现奇怪的地方 沐云看住四周 此刻 一条条街道上 那些人居然是活了过来 原本那些家伙 如同是被空间束缚 时间停革 可是现在 一一苏醒 而且仔细看去 那些家伙 并不是真正的人类 而是和那些古佣兵一般 被炼成的傀儡 沐云此刻没时间破口大骂 他刚看到 站定在光木边缘的身影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直接被那光木扫过 化作粉末 随风飘散 那光木 带有强大的攻击 沐云飞驰而去 一拳轰上光木 可是根本 毫无作用 光木依旧璀璨如初 没有任何奇特的变化 看到这一幕 沐云立刻退走 朝着中央而去 这外界 是死阵 那三角形区域不断缩小 最终 会将一切摧毁 而伴随着沐云飞驰之间 那些傀儡 也是瞄准了沐云 开始攻击 内部 也是阵法催动 外部 也是阵法催动 沐云此刻 神情恍惚 难道 将这些傀儡全部击杀 才能够破除阵法 想到这一点 沐云直接出手 杀进到下方 而同一时间 沐云心神微动 踏步而出 盘古灵此刻 化作火龙 冲杀而出 两人此刻合力击杀 速度也不算慢 而随着两人 一左一右冲杀之间 另一边 也出现一道道身影 在此刻杀出 横冲直撞之间 两方倒是在逐渐接近 那一队人 倒是有三 四位天圣地初期的高手 其余几人 也都是在圣地后期 境界层次 只是那几人 看到沐云 并未在意 进入此地的 不只是他们一群 其他人 也可能进入到这里来 没什么奇怪的 那为首的 正是紫夺命 紫夺命看向沐云 说 我是来自紫灵蟒族的紫夺命 你可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那你可知道 如何离开此地 不知道 切 紫夺命懒得多说 沐云也懒得搭理 这家伙拉得不行 沐云自然不想多牵扯 盘古灵与他此刻 皆是天圣地初期欺息 那些家伙 想来也不想招惹 两方此刻各自站定一边 将那些傀儡不断清理 而随着时间推移 双方在此刻交手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傀儡消失的速度 同样在加快 砰 伴随着最后一道 砰响声响起 街道上的傀儡 彻底消失 而此刻 那光幕终于不再是缩短 大约百平公尺距离 将两队人困在此地 沐云此刻也是呼了口气 好歹算是暂时脱离危机 另一边 那子夺命几人 此刻也得以喘息 看出四周 平静下来 虽说如此 可是眼下 众人却是被困在此地了 沐云此刻 盘膝坐下 恢复伤势 另一边 子夺命此刻也是 与几人坐下 开始恢复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子夺命此刻说 大家都被困在这里 眼下合作想想办法 打开此地结界 才是最重要的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我是子夺命 来自紫灵蟒族 沐云点点头到 沐云 逍遥山 你就是沐云 子夺命看住沐云 眼神够然 沐云一愣 我有那么大名气吗 此刻子夺命看住沐云 多了一抹审查 沐云的名气 不可谓不大 进入逍遥山 短短数十年时间 直接从圣皇到达圣地 已经是传开了 而今日一见 这家伙居然是 到达了天圣地 这样的提升 简直不是人 子夺命再次说 你有办法吗 可能有 不过需要时间 沐云徐徐道 此地被封印的 乃是阵法之道 我刚才仔细感悟 这阵法 至少是八级古圣阵 我现在是一位 七级古圣阵师 暂且没有能力破解 听到此话 子夺命一脸无语 说了等于没说 七级古圣阵师 要突破八级 哪有那么容易 整个昆虚界 八级古圣阵师 一把手就数得过来了 要七级突破八级 那等到猴年马月 沐云此刻再次说 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边缘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争取全力突破 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 如果能够突破 八级古圣阵师 或许我们可以离开此地 子夺命听到此话 双眼金光一闪 没问题 沐云点点头 说 你也知道 阵法师最忌讳别人打扰 所以希望你言而有信 放心 我可不想死在此地 子夺命点头 沐云带着盘古灵 立刻此地 选择一脚偏僻的地方 打开诸神图卷 进入其中 盘古灵自然是在外护法 沐云可不会百分之百地 相信他们一群人 而同时 另一边 子夺命几人 同样是围在一起 第二千五百一十五章 八级古圣阵师 子夺命 那小子靠谱骂 其中一名短发男子 此刻警惕道 万一那家伙自己真的有办法 可是直接跑了怎么办 紫云 你别胡说 另一名脸部带着一道 斜刀疤的男子 此刻急忙道 万一那家伙真的跑了 你带我们出去啊 紫莲 你难道就不担心他跑吗 你们两个 别吵了 紫夺命忍不住道 那小子要跑 之前早就跑了 怎么可能非要跟我们碰面他才跑 此地无法与外界联系 那三角印阵 威力强大 我们天圣地都无法触碰 老是等住吧 紫夺命画虽如此 可是心中也是没底气 万一沐云直接自己一开 那他们真的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一辈子了 虽然说到达他们这种地步 寿源数百万年 而且本身可以不食人间烟火 可是没有修炼物资 天地原力 他们在此地也只能够是慢慢等死 数万年来 不断在等死之中度过 想想都很可怕 同时间 沐云进入诸神图圈内 便是开始将脑海内记忆之中地阵图 一道道翻出来 它不是信口开河 而是真的触摸到了 关乎于八级古圣镇的感悟 只不过这种感悟需要时间消化 而现在被困在此地 似乎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 心中如此想着 沐云便是开始行动 一道道阵图在脑海内翻转着 沐云心神也逐渐安宁下来 阵法师 尤其是到达古镇师这种地步 所凝聚出的阵文 不单单是阵法师自身的原力刻画 更是对体外天地原力的汇聚和掌控 还好当初在三元界内之时 沐云虽说修行走了不少歪路 可是阵法却是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不然孤老在高明的教导 他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打定主意 沐云呼了口气 手掌一挥 一道光芒在此刻出现 阵文一道一道地出现 他开始尝试凝聚八级古圣阵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生死密格内的时间与外界时间不同 而沐云到达天圣地初期 魂魄之力再次凝炼 在生死密格内 也能够待上许久时间 这一口气足足呆了将近百年时间 而百年时间一过 沐云离开生死密格 外界 十日时间已经过去 沐云此刻伸了身揽腰 叹了口气 八级古圣阵 现在 已然是能够布置出来 沐云呼了口气 好在此次闭关 达到墓地 心中如此想到 沐云全身上下 力量噼里啪啦作响 不仅如此 先前消耗的气血 此刻也已经是彻底恢复 而且斩杀的众人吞噬的精气神 完美融合 虽没有到达中期境地 可是在天圣地初期 已然是到达顶峰 拥有生死密格 加上吞噬血脉 时间和掠夺 沐云修为提升快速 并不让人意外 紫夺命 紫莲和紫云等人 看到沐云出关 也是吐了口气 现在的沐云 全身气血可是极为强大 而且给人的感觉 也很是不俗 这也让几人 原本那点小心思 彻底淹没 此刻的沐云 得罪 可是万万不值得 且不说他们是否有实力 就算拥有实力 沐云身侧的盘古灵 气息不弱 万一拼起命来 可能他们也要损失好几人 想到此处 紫夺命看向沐云的眼神 也是变得客气起来 沐公子可有办法了 我尽量试试看 沐云此刻点点头 看住前方 三脚印针此刻停下来 一动不动 可是连接而起的紫芒 在此刻却是让人感觉忌惮不已 阵法之道 破道本源在于看清阵法的诡计 沐云此刻凌空而立 站定在阵法内并未有所举动 而这一站足足是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沐云一动也不动 宛若是定格在那里了一般 轰 这一天 突然 一道暴鸣声在此刻吸引了紫夺命几人的注意 沐云此刻手掌一挥 一道阵文杀出 那三脚印针在此刻 顿时炸裂开来 一切烟消云散 看了一月时间 秦晨一招破阵 若不是阵法一道 玄妙莫测 紫夺命几人都以为沐云是故意在斗他们了 那三脚印针在此刻破除 紫夺命几人都是喝了口气 他们可不想被困在此处几十万年的 多谢沐公子 紫夺命此刻在无知前的傲居 看住沐云 拱手称谢 一开始 他们还担心沐云会舍弃他们 自行离开 可是现在 实在是他们小心眼了 大家就此别过了 沐云此刻点头道 这中白古城内 危机四伏 各位还是小心吧 紫夺命虽说看起来很傲气 可是身为紫灵莽族的天才 傲气难免 不过这家伙好歹不是那种上来喊杀喊打 蔑视一切的 对方客气 沐云自然也是客气 拜别紫夺命 沐云立刻离开此地 看到沐云匆匆离开 紫夺命几人也没什么感想 毕竟沐云与他们也不过是这些时日的相处 几人也没到那种把酒言欢的地步 逍遥山出了一号沐云 将来恐怕是要崛起了 紫夺命感叹 有那么夸张吗 你不信 紫夺命自嘲笑道 八级古圣阵师 天圣地初期 而且他出现在昆虚界内 可是不到百年时间 听到此话 几人也是陷入沉思 他们哪一个从午休之路开始到现在 不是经历了数十万年 而到达圣位之后 更是几千年来 没有一丝突破都是尝试 沐云 宛若打破了这个限定 一路飙升 好了 但凡是这种天资灼灼之辈 都不是我们能够比拟的 别想那么多 数千年上万年时间提升一步 那是寻常时候 譬如遇到中白古城这种古迹 从天圣地一步到达古圣地 都不是没可能 我们走 一道道身影 在此刻快速离开 沐云此刻也是在快速离开此地 他感受到两股气息 在不断地靠近自己 那两股气息 很熟悉 罗斯和罗摩 天圣地中期的二人 再度追了上来 只是这次 沐云并不急助逃跑 天圣地初期境界 现在他已经是熟练 运用生死秘格和吞噬之力 罗斯和罗摩二人到来 那就是养分 这样的养分 不要白不要 盘古灵 缠住一人 有把握没有 墓主这就是看不起我了 当然有把握了 盘古灵嘿嘿笑道 我现在不过是融合一道圆火而已 等全部融合 吊打他们都不成问题 那么强 嘿嘿 墓主 因为您之前都是抹除那些圆火的圆灵 没了圆灵 圆火就无法持续壮大修行 我现在就是融合 成为新的圆灵 这几道圆火彻底融合 我怎么住也能够成为军卫无敌 沐云点点头 如同他当年在人界那一般 天火威力其实很强大 只是他不放心 让每一道天火都保持火灵存在 所以钱翠全部抹杀 自己替代火灵 但那无疑是会使得天火威力大打折扣 而如此 盘古灵成就为圆火圆灵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圆火之威 将来必然是能够成就为一代火神 你好好融合 将来实力提升 也能够帮到我 未来我还你自由 也不是不可能 听到此话 盘古灵心中一喜 立刻眉开眼界笑起来 他跟随沐云可是好一段时间了 沐云银而有幸这点 还是值得信赖的 而且为了沐不凡 墨宇和黄雁三人能够回到各自种族内 沐云可是甘愿闯白塔山 两人一路前行 不坐停留 离开此地 在古城内 一座深山山谷之中 沐云停下脚步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了 沐云看住四周 道 不过怎么住 也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八级古圣镇师 可不是开玩笑的 沐云打定主意 在山谷内忙碌起来 而同一时间 罗斯和罗摩二人 速度越来越快 这臭小子 快有一月时间没见 我还以为会死了 罗斯此刻咒骂道 听说罗德墨大人追踪妙仙语 被那妙仙语给跑了 我们若是不杀了沐云 将来日子难过了 这两个小东西 跑得还挺快 而且很邪门 小心为上 放心 以你我天圣地中期境界 杀沐云圣地中期 还不是守到擒来 嗯 两人不断前进之间 却是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那小子 停下来了 两人此刻也是停下身来 怎么回事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够然 小心点 我们先靠近看看 好 速度一闪之下 二人来到山谷入口 可并未直接进入 先前死灵族的八长老张元 被坑死的场面 两人还记得 而此刻 看住山谷入口 一道血痕 流入深处 两人都是一惊 难道沐云受伤了 即便如此 两人并未大意 徐徐进入山谷内 两人随时准备逃离此地 免得住了沐云的道 沐云 而突然 螺丝目光一凝 在那山谷内 被凿出一个树坑 而沐云正盘息 坐在树坑内 似乎在疗伤 罗斯 罗摩 看到二人 沐云似乎十分惊讶 恶狠狠道 你们二人 居然不死心到这种地步 你们光明叫停 如此瞒不讲理吗 讲理 罗斯宁笑道 跟你讲什么道理 小子 你进步如此神速 必定是拥有重宝 说吧 到底是什么之宝 你若是仔细说道 我 可以饶你不死 否则 笑话 我就算死 也会带着秘密去死 岂会告诉你们 沐云一副毫不为死的模样 贺道 实话告诉你们 我在此地设下阵法 你们只要敢靠近我摆布 必死无疑 沐云说着 脸色一白 在此刻猛然咳了起来 鲜血从嘴角漫出 罗摩此刻冷笑连连道 你在此地停留 是因为你闯入什么密地 受到重创了吧 小子 这个时候 还想骗我等 找死 罗斯此刻也是徐徐放下戒心 你们应该知道 我是一位七级古圣阵师 就不怕我设下阵法 埋伏你们吗 沐云此刻一脸惊慌 彷扶自己根本没设下阵法 嘿嘿 你若是没说 我们倒是性 可是现在 一起上 杀了他 两人此刻哪里肯信 沐云此刻神情微动 突然脸色恢复红润 笑道 既然你们不信 那我就没办法了 第二千五百一十六章 斩杀罗斯 八级古圣阵百战沙风阵 开 沐云此刻双手挥动 一道道阵纹在此刻 突然闪烁光芒 整个山谷在此刻 顿时升起一种 黄沙漫天的景致 那一道道黄沙在此刻 光芒四射 强大的气浪 层层叠叠 一层层黄沙 化为一道道飓风 风卷狂沙 数百道沙尘暴 在此刻直接凝聚 八级古镇 不管是罗斯 还是罗魔 在此刻都是脸色一变 八级古镇 即便是他们 也会很麻烦 罗魔冷静道 这座镇法 并不能置我们于死地 杀死沐云 镇法自然破茧 好 即便是八级古镇 也是有强弱之分 一些强大的阵法 能够直接将他们粉身碎骨 可是一切阵法 只能对天圣地初期 造成困扰而已 木云此刻的阵法 对他们杀伤性并不算大 充其量能让他们 受到一丝干扰而已 两人此刻顿时冲杀出去 强大的气息 席卷整个山谷 木云面对此攻击 却是冷笑连连 潘古灵 准备好了吗 愿随牧主冲锋陷阵 好 可别死了 放心 两道身影 此刻亦是同样杀出 木云天圣地初期的气势 展现出的一瞬间 罗斯和罗摩二人都是傻眼 这家伙 怎么可能 不过是一月时间没见而已 从圣地中期 到达天圣地初期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只是此刻事情发生在他们面前 就由不得他们不信 二人此刻打定主意 眼神也变得凶狠起来 杀 一声低喝响起 两人在此刻同时杀出 木云毫不客气 指天剑顿时出现在手中 而与指天剑相匹配的 便是金言剑诀 生死密格内百年时间 他可不只是突破八级古圣阵师 那么简单 金言剑诀 他同样是刻苦修行 其实本来是为了防备子夺命几人 对他凸起杀心 而现在倒是对上了罗斯 木云一剑杀出 全身上下 剑气呼啸间 整个人与指天剑 庞扶是彻底融为一体 一时之间 山谷内八级古圣阵开启 四道身影交战 狼藉一片 沉闷的炸裂声 将整个山谷摧毁得不成样 若不是大阵的旋转 四人之间的交战 早就将方圆百里范围的大地彻底撕碎了 强大的气浪 一层叠加一层 在此刻肆虐 木云此时此刻 感觉到身体被不断冲击 罗斯本就是天圣地中期 而且停留此境界多年 可谓是炉火纯青 他若不是身体经受九星霸天体的淬炼 此刻根本无法扛下来了 只是凭着指天剑的强大 金言剑决的威能 木云此刻倒是不落下风 可是想要斩杀罗斯 还是太难了些 说到底 对于天圣地中期 木云还是小看了 天圣地境界 不管是初期 中期或后期 每一个境界差距都是极大 而之前 木云所遇到的对手 同境界之间 都无法做到轻易斩杀 现在越急 更是困难 更何况是到达天圣地这种境地 小子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罗斯亨道 纵然是有八级古圣阵 你以为你区区出气修为 便可挑衅我吗 能不能挑衅 事实就知道了 木云此刻剑术和体术运用到极致 指天剑 金言剑决 加上九星霸天体第二重的强横 九星杀拳 一拳杀出 拳芒之上 黑色火焰弥漫 不死神火与九星杀拳的融合 在此刻 攻击丝毫不弱于天圣地中期层次 轰 震耳欲聋的暴鸣声 让人感觉身体都要炸裂开来了一般 受死吧 罗斯哼了一声 脸色正重 若是一般的中期天圣地 可能早就死在木云手中了 可他并不是 光明神绝 大光明神斩 罗斯此刻低喝一声 一手挥出 那手掌内 凝聚出一道刀芒 刀芒夺目 百丈之长 可却磅符是蕴含着一江汁水一般的威能 冲击柱 便要杀出 轰 拳头与刀 在此刻碰撞 两人此刻 身影冲出 九星影天剑 光明巨盾 木云一剑一剑射出 而罗斯却是手持一道光明盾牌 抵挡住木云的剑术杀机 两人此刻 磅符不再是拼动 而是消耗 消耗对方的实力和底蕴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两人此时此刻的杀气越来越狂暴 咚咚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木云此时此刻气喘吁吁 而另一边 罗斯也不好过 罗斯从没想过 自己会被一个天圣地出气的背 逼到此等份上 光明裁决 罗斯此刻一手挥出 手中突然出现一道光明长剑 剑芒璀璨 如同来自九天神阳之上 降落下来一般 直接劈砍下来 轰 木云宫请客开启九星霸体 指天剑横跟在自己身前 抵挡 咚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木云嘴角抽搐 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 撞击在山谷边缘 那一剑 简直是霸道无比 凭急柱罗斯的攻击 是断不可能到达这一步的 滋味如何 木云此刻咧嘴一笑 杀心溅起 老狐狸 得意什么 我不还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嘴上硬而已 此剑乃是凝聚我光明教廷 教众对光明教皇大人的信仰 拥有无穷之力 我能够以信仰之力 爆发出此剑巨大的威力 罗斯冷笑道 不然你真以为 我光明教廷嘴上说的光明 都是虚言吗 我还真以为如此 木云吃笑道 至少现在你不能让我服气 那就受死吧 罗斯懒得与木云多说 一剑再次落下 木云此刻神色凛然 现如今 地火天暴和怒莲惊心的威力 已经是不够看了 只是他并非只有这些依靠 轮回之门 开 一语落下 轮回之门在此刻打开 砰 低沉的烹响声在此刻响起 轮回之门在此时打开 那攻击 尽数落入门内 木云脸色一白 可是身体并未受窗 轮回之门能够承受 他所承受的极限伤害 而不会作用在他身上 只不过一旦超越这个极限 那就会全部碾压到他身上 此刻看来 显然并没有 老东西 受死吧 木云右眼在此刻突然睁开 一抹轻芒 绽放开来 罗斯身前 空间磅扑塌陷 将他的身体卷起 空间之力 怎么可能 非至尊 不可能操控空间之力 罗斯此刻是真的惊住了 莫说是圣位 就算是军位 也不可能操控空间 从洪荒时期开始 空间都是由主宰者加固 到太古时期 远古时期 以及现在 空间可谓是最玄妙 最神秘莫测的大杀器 而大千世界的空间避障 坚韧无比 想要穿梭各个空间 唯有透过那些荒阵师 设定的传送大阵 可是木云区区 天圣地初七 居然可以操控空间 你想不到的事情 多了去了 木云右眼此刻 滴答滴答冒出鲜血 大千世界 空间之力 确实是坚韧无比 他纵然依靠苍天之眼 能够操控空间 可是却需要身体 承受极大的负荷 所以一直以来 木云极少施展 而今日 不得不施展 只不过 需要承受的代价 也是极大 苍天之眼的霸道 木云可是一次次见证过的 而这种霸道 对身体的负荷 木云也曾体验过 此刻 右眼鲜血流出 木云却是死死承受着 是要将螺丝撕碎 混账 螺丝一怒直下 一手看向自己的左臂 鲜血横流 螺丝急忙后退 木云出人预料的一击 注视是异常霸道 他差点注料到了 小子 你该死 面对螺丝的咒骂 木云脸颊血滴落下 此刻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缺失一臂 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 木云此刻冷烈一笑 一步跨出 斩 刹那间 轮回之门再度开启 一道道攻击在此刻落下 刚才螺丝的攻击 被全部返还回来 那狂暴的气势 铺天盖地 直接杀出 轰轰轰 一道道轰隆隆的声音 传递开来 木云此刻提剑冲出 轰 轮回之门现今最大的功效 便是能够吸收木云所承受极限的伤害 而后反弹而出 这一点 罗斯是不知道的 刚才罗斯想杀木云的决心有多大 那一击的威力便是有多强 而现在所要承受的攻击就有多强 可以说是自食恶果了 木云此刻自然不会给罗斯任何喘息的时间 一手提剑 指天剑威 从天而降 砍向罗斯 承受自己的权力一击 加上刚才去一臂 罗斯此刻哪里能够抵抗得过来 砰 一道低沉的砰响声响起 罗斯脸色一白 胸口出现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 那血痕波及开来 恐怖无比 木云根本不停留 指天剑一剑一剑杀出 直到罗斯整个人化作肉泥 再也分不清 老东西 木云哼了一声 方才呼了口气 停下身来 不确定罗斯身死 他是断然不可能停手的 此刻看住地上的尸体 木云只觉得心头从未如此疲惫过 这次交战 可谓到达昆虚界内 第一次如此全力以赴 他以为自己天圣地初期巅峰 越即杀死罗斯并不难 但却忽略了 罗斯毕竟是老牌天圣地中期的高手 而且光明教廷乃是昆虚界七大势力之一 罗斯身为大祭司 怎可能没有强大的杀招 那所谓的信仰之力 若非是轮回之门吸收 他已经是死了 昆虚界七大势力 每一个都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底蕴和手段 莫说是他 孝清风恐怕都不能彻底掰扯明白 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木云此刻呼了口气 罗斯虽死 可是罗魔还在 盘古灵也是天圣地初期境界 面对罗魔 也是压力颇大 不过 彻底斩杀罗斯 他现在倒是可以全身心地操控阵法 帮助盘古灵 星念一动 木云身影消失在黄沙之中 徐徐不见 而另一边 一道烹响声响起 罗魔和盘古灵二人身影分开 可恶 罗魔低骂一句 第二千五百一十七章 罗德莫死了 如果不是这八级古圣镇 盘古灵早就死了 他根本不会如此麻烦 而现在 他不得不立刻杀出身来 盘古灵的狡诈 阵法的诡异 让他实在分身乏术 而且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如何 刚才一瞬间 好像阵法的威力增强了 罗魔此刻心底也是没底气 可是不管如何 不能后退 面对天圣地初七 他如果不能尽快击杀 恐怕会被罗斯笑死 打定主意 罗魔体内杀气在此刻凝聚 全身上下 带着一丝丝凌冽霸道的光明气息 呼呼 而此刻 一道道风声突然响起 狂风在此刻增强了数倍不止 罗魔还没反应过来 那狂风夹带着黄沙 在此刻已经是直接冲过来 而同时间 盘古灵的攻击也落了下来 强大的攻击气息 一道道波动席卷 那等气息 凝聚而出 让人感觉到身体 庞扶是彻底受到波动一般 如同产生一种共振 火焰 铺天盖地 风卷住大火 直接扑面而来 使得罗魔整个人脸色一变 很奇怪 非常奇怪 从刚才开始就不对劲了 罗斯 罗魔大喝一声 可是山谷内 根本没有罗斯的回应 罗魔心中生起一股不妙的感觉 若是罗斯还在 必定不会不回应自己 眼下只有一种可能 罗斯不在 该死 罗魔此刻 已经是毫无斗志 若是罗斯不在 那最坏的情况 便是罗斯被沐云斩杀 若是真的如此 那沐云必定是拥有非常手段 现在反过来 加上盘古灵二人一起对付他 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明白这一点 罗魔顿时想要退走 何必急着走 一道笑声在此刻响起 沐云此刻突然出现 手持至天剑 笑呵呵道 罗斯呢 罗魔此刻低呵 你不是知道吗 沐云不打反笑道 既然如此 何必自己骗自己 该死 罗魔自然是明白 只不过心里不敢相信罢了 而现在 却是由不得他不相信了 罗斯死了 而且死得很突兀 罗魔哼了一声 直接一步跨出 低呵道 既然你杀了罗斯 老夫自认为不是你对手 但是想走 你还拦不住我 那么自信 可不是什么好事 沐云低笑一声 一步跨出 全身气血在此刻涌荡 天圣地出气的强大气血 此刻涌出一层层的光芒 轰鸣声逐渐响起之间 沐云体内的气息 在此刻 无限接近于天圣地中期 可是始终 只差那一步 盘古灵此刻也是出现 哗啦笑道 老东西 刚才压着我打 很舒服吗 盘古灵嘿嘿笑着 眼中满是戏血 沐云的进步和强大 她一直看在眼中 强大 不可思议 相较于沐云 她是没得比 但这不代表她就弱了 甚至真正来说 她很强 两人此刻夹击罗魔 让罗魔根本无路可退 杀 几乎同时 两道身影杀出 山谷内 阵法束缚 罗魔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一道道轰鸣声 肆虐散开 将整个山谷 摧残得不成样子 沐云的攻击 一道笔霸道 罗魔逐渐败退 徐徐 山谷内 气息逐渐降低 争斗 庞扶落下帷幕 沐云和盘古灵 一左一右 瘫坐在地 而在对面 罗魔的尸体 逐渐冰冷 天圣地中期 这么强大 这老东西 累死我了 盘古灵此刻 气喘吁吁道 看来圣地 天圣地和古圣地 三大境界 初期 中期 后期之间的差距 随着境界提升 越来越大 这一点 沐云能够明确感受到 当初他在圣地境界 面对高出自己一级的对手 还能够施展手段斩杀 而消耗并不算大 可是现在 却做不到那一步 面对罗斯 他差点阴沟里翻船 而和盘古灵携手 斩杀罗魔 更是起伏出不少代价 轮回之门开启 苍天之眼启动 方才能够杀之 不过好在 或许我也可以到达天圣地中期了 沐云此刻嘴角情着一抹微笑 自从进入中白骨城内 他的实力便是在快速成长 九星霸天体的强大威力 与吞噬之力的结合 让他感觉到身体似乎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威力 此时此刻 沐云盘膝坐地 安安稳稳地入定 身影一闪 进入到诸神图卷内 沐云将罗魔那一道道强横的精气神 全部融合 时间 一点一滴过去 诸神图卷生死密格之中 足足过去了七十年 而外界 七十天过去 沐云身影一闪而出 一阵阵气血 环绕在身体四周 沐云此刻脸色微动 手掌紧握 一层层力量 回荡在四肢百海内 天圣地中期 到达 这就是中期气血 沐云此刻颇为满意 那等强盛的气息波动 让他感觉到肉体的强横性 一招改变 完全就是一大步的提升 而同时间 盘古灵身影在此刻出现 三百股位也是一一归来 闭关前 沐云将三百股位 和盘古灵放出 让他们到达各个古城内 调查消息 洛天行和盘古灵此刻出现 看住沐云到达天圣地 中期境界 拱了拱手 恭喜牧主 到达天圣地中期境界 洛天行发自肺腑道 沐云实力提升 他们三百股位 便是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 看到沐云此刻提升 他自然是十分开心 我先为你们 再次开启一道静止 祝你们全部晋升为天圣地 沐云此刻信心满满 三百股位 一直都是他的大杀器 试想想看 他将来到打鼓圣地境界 那三百股位便可成就为 天圣地中期 后期境界 这等强大的战力 整个七大宗门势力加起来 只怕也没有这么多 洛天行等人点点头 避落黄泉图内 世界之力涌动 沐云手掌一挥 力量层层叠叠散开 那三百人身上 一层层骨骼 晶莹剔透的光芒散开 舒畅的气息 让三百股位此刻 皆是沉浸其中 盘古林此刻开口道 这次出去 打探不少消息 七大宗门的人 大多数都是散开 但是那七大帝 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倒是一直未曾露面 而且 昆虚界内 各大宗门势力都来了 争斗很强烈 已经是出现不少伤亡 只是七大宗门似乎并没有 退去的意思 似乎七大帝不找寻到什么 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沐云点头道 古天渊原本乃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超越圣位的强者 他若是留下一些突破的感悟 那必定是无敌存在 七大帝谁若是得到 便可跨入到军位层次 他们当然不会离开 不过这倒也好 他们不走 我才能够有机会 在此地继续壮大 按照这样的速度 在中白古城内 到达古圣地境界 都不是没可能 沐云此刻再次说 其他的呢 盘古林认真的道 按照之前看的 昆虚界内 古圣地本是不超过百人 可是现在看来 不止那么多 而且不止古圣地 天圣地也是出现了许多 沐云再次点点头 七大宗门种族 在昆虚界内 存在百万年时间 底蕴自然强大 那些天圣地 古圣地 哪一个不是闭关到死 期望再进一步 延长寿源 而圣卫境界顶峰寿命 不过是几百万年 他们从最弱小 到达现如今 只怕是花费了 极大半的寿源 如何还能够更进一步 对了 墓主 那罗德墨死了 哦 这倒是让墓云很惊讶 罗德墨可是光明教廷的 大祭司 之前追杀妙仙宇 现在却是死了 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过我估计 可能是宁夫人杀的 仙宇 墓云此刻站起身来 道 不管如何 先找到仙宇 罗德墨死了 死灵族三位长老都死了 我想这两大势力 不会不为所动 那死灵族拼尽一切 都想杀了我和仙宇 保守秘密 他们不会放弃的 墓云此刻到达天圣地中期 并不能说是十分安全 只是恐怕整个昆虚界内 所有人做梦也想不到 他会到达这一步 所以这是他的优势 出其不意之间 若是天圣地后期境界 对他轻视 他都可以袭杀 打定主意 墓云此刻直接出发 这座古城内 秘密几乎没了 是时候去其他地方碰运气 古天渊不愧是昆虚界 曾经的传奇人物 这中白古城 蕴含的秘密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或许此次 不少人会一名惊人 亦非冲天 墓云对此也不在意 说一名惊人 只怕这次 没人会比他更厉害了 进入中白古城 他可只是圣地初期 而现在已经是到达 天圣地中期境界了 墓云之身一人 离开此地 随意选择一座座古城 开始仔细查询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出妙仙语 若是自己身边 现在有其他夫人在就好了 九位夫人 融合了人界的 九块夺天碑 九女不仅能够凭借此碑 修行速度加快 更是彼此间 在相距不远之处 便会产生感应 墓云此刻寻找 温于是大海捞针一般 十分困难 墓云穿梭在一座古城之间 而期间 碰到不少死灵族的战士 那些战士 为到达圣地境界的 一个个与他擦肩而过 根本不认识他 而但凡是到达圣地境界 看到他的第一眼 要么是要杀他 要么是跟随他 结果自然无一例外 统统被他所杀 看来 死灵族已经是在族内 对我下达了追杀令 圣地之上的高手 皆是得到命令了 墓云此刻心中 反而是舒展起来 这样 倒是满足了他 第二千五百一十八章 一千万元石 死灵族的圣地 对他而言 那就是一个个大补之物 如同人参路融 神丹妙药一般 精气神为他掠夺 能够帮助他修行 除非是天圣地后期 否则 根本不可能 对他造成威胁 而死灵族古圣地 按照墓云所想 绝对不会超过十人 即便是超过十人 那些古圣地 一个个巨拨大佬 都是忙着挖掘 钟摆古城的秘密 怎么可能 有心思寻找他 对那些古圣地来说 杀他 比不上他们早日突破 延长寿源重要 而现在 除非是古圣地出手 否则根本无人 能奈何墓云 即便打不过 跑 没人能够拦住他 而这一日 墓云进入到一座古城内 这座古城内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 带着浓郁的 历史气息 而在古城内 不少人引来来回回 一道道身影 在此刻看起来 十分警戒 进入钟摆古城 到达今日 众人彼此间的 防范意识 越来越强烈 踏入古城内 墓云收敛起 全身气息 整个昆虚界内 人类和各个种族 加起来 足有一万之重 而在这些 万族共存的地方 圣位乃是主流 其中圣地 天圣地和古圣地境界 可以说每一个 都是属于绝世罕见的 三地之境 都是 是与绝对的强者范畴 墓云天 圣地中期气息 若是施展开来 只怕整个古城内的 所有武者 都会吓破他 恨不得立刻 逃离此地 进入古城内 墓云看住四周 大多都是圣皇 圣尊境界的武者 这些武者 有些并不属于七大势力 而是来自七等种族 八等种族势力的 随着中白古城 开启时间越来越久 整个昆虚界内 许多人也忍不住进来 毕竟 七大势力的人 看中的是那些顶尖的宝贝 而其他势力 则是想着浑水摸鱼 此刻 沐浴漫步在街道上 看住四周众人来回 街道两边 甚至有人摆起了小摊 在中白古城内得到的好东西 在此刻直接拍卖 沐浑闲来无视 也是开始溜达起来 正在此刻 前方 突然出现一道道争吵声 不少人围了上去 沐浑原本对这种争吵声 并没有什么好奇心 只是在那声音之中 却是听到几道熟悉的声音 沐浑忍不住走了过去 这一块残片 绝对价值不菲 蕴含住我等 无法看穿的气息 我们以一百万元时拍卖 你若是贤贵 可以不要 一道道颇显气氛的声音 在此刻响起 嘿嘿 美女 别生气啊 我没说不要啊 一道戏血声 在此刻响起 那分争处 一名青年 一身蓝衣 尖嘴猴晒 穿住却是颇为讲究 只是说话间 目光却是肆无忌惮 在两女身上浏览 既然如此 那就一百万元时 否则我们不卖 另一名一头紫发 身住青色长裙的女子 此刻开口道 一百万太贵了 这么住吧 十万元时 那青年笑嘻嘻道 十万元时 不能再低了 此刻 青年显得成竹在胸 根本不为所动 围观众人 不少圣皇 圣尊此刻都是乐得看热闹 议论纷纷 那是鸣鼓的鸣千元吧 好像是的 鸣鼓的鸣千元 乃是鸣鼓大长老的孙子 据说鸣鼓大长老 现在可是一位 圣尊极未尽的强者 还是别插手比较好 鸣鼓可是七等势力 惹不起的 听到此话 沐云驻足不前 鸣鼓 这个势力 他可是不陌生 当初玉鼎蒙成立之时 鸣鼓的名澈 那位谷主 可是亲自出马 这件事情 沐云倒是并未忘记 此刻 看住前方 沐云微微一笑 那两道歉影 他倒是确实不陌生 鸣千元此刻笑咪咪道 两位美女 十万元时 卖给我罢了 不卖 此发女子依旧强硬道 我们标价如此 你们不愿意买就不买 一百万 你问在座的各位 谁愿意买吗 鸣千元说着 恶狠狠地瞪住四周众人 鸣鼓可是 七等势力 仅次于昆虚界七大六等种族势力 谁敢惹 在场可没有圣地出现 为了两个圣皇境界的女子 得罪名鼓 可是不划算 一时间 众人都是散开 一千万 一道声音在此刻突然响起 道 一千万元时 我买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遗症 一千万元时 开什么玩笑 一千万元时 都够买下一座九等势力了 这大千世界内 每一界内产生的元时 品质可是不一样的 譬如三元界内诞生的元时 品质比昆虚界 可是差得远了 这一千万昆虚界内的元时 在三元界那等地方 绝对是无敌巨负 我买了 沐云此刻走出身来 一千万元时 于他而言 真不算什么 倒不是他本身多富裕 而是妙仙宇这些年来 在逍遥山内闲来无事 各种丹药随手炼制 宗门内长老和弟子 都是要拿元时购买的 光是十几年时间积累 妙仙宇简直是成了大富婆 让沐云都是嫉妒 而那么多元时 妙仙宇根本用不完 就给了沐云许多 只不过沐云的修行 绝大多数都是靠吞噬 原始消耗的倒是少得可怜 臭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明千元此刻看到沐云 愤怒道 这残片 我明千元先看上的 我管你是什么明千元 还是万元的 我看上的东西 我有能力买 不行吗 沐云戏谑道 而当那两名女子 看到沐云之时 也是眼神一亮 两位卖不卖 卖 紫发女子点头笑道 沐云手掌一挥 一枚戒指送出 手下那残片 而当那残片落入沐云掌心之时 沐云却是一愣 随即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明千元此刻恼羞成怒 臭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明千元怒不可遏 手掌一挥 身后一名老者在此刻走出 圣尊大卫尽气息 一展无鱼 沐云微微笑道 怎么 没钱买 就准备硬抢 硬抢怎么了 在这钟摆古城内 可不是什么道理都讲的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明千元哼道 他本来就是想借此机会 刁难眼前两名女子 顺手找茬 将这两名女子掳走 充当自己的玩物 可是现在却是被沐云打断 这口气 自然是只能在沐云身上洒了 周围几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一愣 急忙躲开 那老者一声低哼 直接一步跨出 杀向沐云 看到此景 沐云咧嘴一笑 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再次出手 一手已经是抓住那老者手臂 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老者脸色一白 这一瞬间 他方才发现 沐云并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可是想说话 说不出 想退 退不走 欺负我的人 可不能让你这么轻易离开 沐云哼了一声 手掌用力 拉力道传递到老者心脏 砰的一声炸裂开来 鲜血流淌 老者当场毙命 天圣地中期 对付圣尊大魏晋 根本不用施展任何的手段 完全的碾压 明千元看到这一幕 已经是彻底吓傻了 你你你 我什么我 沐云再次说 不服 臭小子 你完了 杀我鸣鼓长老 你是死罪 你就等死吧 明千元喝道 我父亲就在此城内 你若是不怕死 就别跑 去叫人吧 沐云此刻懒得搭理 明千元屁滚尿流离开此地 整个人早已经是魂不附体 此刻众人也是目光惊悚地看住沐云 能够轻易斩杀一位圣尊大魏晋 死子至少是圣尊集魏晋 甚至是圣地 看起来如此年轻 修炼岁月必定不出百万年 到达这一步 当真是骇人听闻 众人此刻意识赶紧散开 这样的矛盾 可不是他们能够参与的 沐云转身看向那两名女子 沐大哥 沐盟主 两女 正是风玉儿和子清烟 再次见到沐云 二人心中也颇为激动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去我御鼎盟的聚集地吧 好 三人一道离开此地 沐大哥 你现在到达什么地步了 风玉儿忍不住问道 刚才那一招直接斩杀圣尊大魏晋 看起来 沐云似乎到达圣地了 天圣地中期 沐云淡笑道 你就吹吧 子清烟此刻忍不住眼嘴笑道 你离开玉顶盟才多久 几十年时间吧 从圣皇到天圣地中期 不只是子清烟 风玉儿都不敢相信 圣卫境界 一个大境界提升 哪个不是需要万年时间 沐云几十年能够到达斩杀圣尊大魏晋的实力 已经是逆天了 到达天圣地 怎么想都不可能 沐云苦笑一声 没有多说 三人一道 进入古城内一座庭院 此刻 庭院内聚集着十几道身影 皆是圣皇境界 沐云也是发现 风玉儿和子清烟现如今 都是圣皇级未尽其息 差一丝禁地 到达圣尊 若是两人都到达圣尊境界 说不定玉顶盟可以躋身七等实力 判定一个宗门 一个种族是否有资格被称为七等实力 便是看宗门内有没有圣尊存在 而庭院内十几人看到子清烟和风玉儿出现 都是恭敬不已 显然 二人在玉顶盟内的威严 还是比较高 倒是自己这个甩手盟主 无人问津 第二千五百一十九章 我说了 只是我一人吗 子清烟和风玉儿二人仔细介绍沐云之后 众人方才看清 这位就是他们玉顶盟 三位盟主之一的沐云 看到众人一一投来陌生的目光 沐云笑道 我在逍遥山内 你们不太熟悉我 也是正常 风玉儿此刻将那戒指拿出 道 这一千万元石 穆大哥收好吧 你留着吧 沐云此刻笑道 我暂时不需要 玉顶盟要想壮大 元石可是必须的 毕竟不是所有舞者都如同他一般 具有强大的血脉能力 绝大多数舞者修行提升 靠的还是元石 风玉儿犹豫之时 子清烟确实道 可能给他了 这家伙做甩手掌柜 我看很惬意 这元石 算是奖励给我们了 一千万元石 那十几位圣皇高层 此刻都是忍不住吞了口水 一千万 简直是一笔巨妇 不过穆大哥 那明千元是明谷的弟子 我们玉顶盟现在和明谷 可是差得远了 我 没杀了那明千元 就是因为想让他回去通风报信 穆云此刻认真的道 不然的话 玉顶盟肯定会遭到明谷的报复 现在若是明谷的人在 我一锅端了就是 子清烟忍不住说 你真的到达了天圣地境界 我还骗你们不成 看到沐云一脸认真的模样 子清烟和风玉儿二人 此刻依然是不敢置信 天圣地境界啊 那在整个昆虚界内 都是属于一等一的存在 沐云居然到达了 别说是他们 说给谁 谁也不不敢信 众人此刻听到此话 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沐云看住二人 道 你们皆是到达圣皇级未尽 若是再进一步 到达圣尊 那在冬域内 就无人敢招惹你们了 今日 我帮你二人到达圣尊境界吧 沐云现在可是天圣地中期境界 风玉儿和子清烟二人 乃是圣皇级未尽 想要达到圣尊境界 那就需要凝聚出圣尊之念 这对现在的沐云来说 并不算难事 再者 紫灵族当年可是出现一位紫苑女帝 乃是实打实的圣地 现在寻回紫灵血绝 以子清烟的天赋 到达圣地 并不算难 只不过需要时间 而风玉儿更不必说 身怀天津玄蛇族历代先祖的魂魄记忆 也是需要时间来提升 沐云此刻 不过是相当于帮助两人凝聚圣尊之念 在前进的道路上 拉他们一把而已 听到此话 两女此刻皆是心中欢喜 若是能够到达圣尊境界 在冬域内 许多事情处理起来 确实是方便很多 两人此刻点点头 沐云手指点出 天圣地境界 地魂大成 地魄淬炼 沐云一缕圣地魂魄内 蕴含着的强大圣尊之念 可以说是海量 此刻徐徐拨入两女体内 顿时 两女如同是感觉到身心 都变得强大起来一般 刹那间 脑海内 一道别样的气息 跃然而生 圣尊境界 就这般到达了 听起来 实在是匪夷所思 但却如此真切 二人此刻皆是惊讶无比 沐云手掌一挥 七七八八的空间戒指 一个个出现 这些都是我这些 年杀的人身上搜寻到的 从一品圣器到七品圣地都有 还有几件八品圣器 你们二人收好 用来发展宗门 这里面不止圣器 圣诀 圣丹都有 你们回头再仔细归类 用来强大御顶蒙 听到此话 二女皆是脸色一喜 玉顶蒙可是集结了 东域内大大小小的势力 这其中 天津玄蛇族和紫灵族是核心 可想发展壮大 那就需要物资 而东域本身相比于 昆虚界其他几域 就属于平级之地 要不然 也不可能没有一个 七等宗门种族存在 他们两人有心发展 可是受限于资源 若不是如此 此次也不会涉险 来到中白古城内 这些东西 日后再看吧 沐云再次说 你们两人到达圣尊 需要好生体悟 中白古城内危机四伏 不太适合你们在此地历练 稍不留神 碰到圣地 天圣地 甚至是古圣地 你们根本不够塞牙缝的 等我帮你们处理了名古 震慑震慑其他人 你们就准备离开 沐云再次说 切记 闷声发财才是正道 总有一天 我会到达古圣地境界 到时候 玉顶盟才真的是无所畏惧 恩 恩 风玉儿和子青年点点头 沐云变强大 玉顶盟就拥有一座 强大的靠山 那些七等势力不敢招惹 六等势力都是霸主级别 根本看不上他们玉顶盟 倒是无忧 沐云此刻再次说 我先休整休整 你们好好体悟 话语落下 沐云没有过多废话 端坐在院内凉亭下 一动不动 而同时 那残片被沐云拿在手中 天地轰炉残片 沐云此刻颇显激动 没想到 风玉儿和子青年两人 居然是遇到天地轰炉残片 不得不说 运气很好 即便一开始 沐云也没发现 看来这钟摆古城内 秘密真不少 当年的古天渊 平级万影门 穿梭万界 盗取至宝 或许钟摆古城内 不止两片天地轰炉残片 想到这里 沐云心中也是颇为激动 若真是如此 那他可得好好地筹划筹划 钟摆古城内的天地轰炉残片 可不能就此放过 天地轰炉 那可是洪荒十三至宝之一 若是能够完全集齐 恢复此物的原貌巅峰 那简直是绝世杀器 沐云将残片直接投入在自己所凝聚的天地轰炉内 开始炼化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沐云这次倒是轻车熟路 快了不少 砰 而正在此刻 一道烹响声突然响起 玉顶蒙众人所在的庭院 在此刻直接大门被踹开 一堆十几道身影 此刻气焰嚣张地冲进庭院内 谷主 正是他 明千元此刻神情嚣张 恶狠狠地指住沐云道 你就是沐云 那男子看向沐云 冷笑道 我鸣谷向来不会无缘无故与人争端 你这是何意 恩 只是那男子看向沐云 刚说话 却是突然疑了 你是 沐云 看来明车谷主倒是好记性 沐云此刻微笑道 不过似乎 数十年未见 明车谷主还是圣尊极未尽 没有一点增长啊 沐云 你羞得狂妄 自以为败入逍遥山 就无所畏惧了吗 明车鹤道 死灵族的人 可是一直在找你 死灵族 沐云痴笑道 早晚有一日 我会将死灵族杀个血流成河 小子 大话乱说 可是会闪断自己的舌头的 一道冷笑声在此刻响起 那名车身后 一名老者走出 老者一身灰衣 全身上下看起来如同枯骨一般消瘦 整个人眉心带着冷漠的煞气 目光紧紧盯住沐云 你是 老夫死灵族武长老沈浩 老者微微一笑 看中沐云的目光 却是充满了欣喜 如同是猎鹰看到兔子一般 那种兴奋 发自内心 沈浩 沐云摇摇头 不过既然是死灵族武长老 想来实力应该是比杜元 方车更胜一筹吧 看来死灵族还真是到处在找我 沐云笑道 不过不知道 其他几位长老在地下等你 恐怕很助击 你是不是愿意去陪他们 嗯 渡元 方车 林百梅 张元 他们应该都在地下等住你 沈浩长老 要不然你也去陪陪他们 胡说八道 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等等会就知道了 沐云懒得搭理 看向鸣鼓众人 道 圣尊高层 都在这里了吧 那打惊奇 你们鸣鼓 也没存在的必要了 凭你一人 我说了 这是我一人吗 沐云手掌一挥 沙那间 庭院内 三百鼓位 忽然出现 三百名鼓位 全身上下笼罩的气息 给人一种窒息的恐怖感 经过沐云解封 三百鼓位 大多是到达天圣地初期 极少一部分 还是停留在圣地后期境界 不过 足够了 无论何时 三百鼓位都是沐云最有力的杀器 三百对你们十几人 可别说我欺负你们 沐云手掌一挥 十几名鼓位战士 直接杀出 强大的气浪 使得古城内 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那是圣地气息 不对 不止圣地 还有天圣地存在 而此刻 沈浩已经是脸色变换 收起自己内心 对沐云的轻视 这家伙 随手一招 三百名强大的护卫出现 实在是匪夷所思 老东西 也别说我欺负你 沐云哼了一声 直接一步跨出 贺道 让我看看 你这五长王 到底是何等修为 一语落下 沐云天圣地中期齐息 彻底暴露 这次 紫青烟和风玉儿两人 才是彻底相信 沐云并非是欺骗他们 他 真的到达天圣地中期了 这样强大的压迫气息 是不可能错了的 沈浩也是脸色一变 沐云居然到达了 天圣地中期 这个消息 整个死灵族都不知道 此事过于震撼 谁会想到 进入中白古城时期的沐云 不过是圣地初期 现在一跃成为 天圣地中期 第二千五百二十章 死灵五天位 沈浩长老 是不是现在没了信心 沐云笑道 我不过是刚进入 天圣地中期 你可是沉浸此道多年 该不会是怕了我吧 怕你 呵呵 沈浩冷笑一声 手掌一挥 刷的一声 转身就跑 看到这一幕 沐云一愣 这老东西 居然真的就这么跑了 只是 跑得掉吗 沐云手掌一挥 沙那间 庭院四周 一道道光幕出现 沈浩身影被光幕阻隔 混蛋 沈浩此刻没想到 沐云阵法之道 居然也是如此强劲 天圣地中期 八级阵法师 沈浩低刻道 必须将讯息传递出去 否则 死灵族不知道多少圣地 还会遭殃 沈浩长老 这么没骨气吗 哼 沐云 老朽承认 气血不如你强大 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 我杀不掉你 总有人能够杀你 你就等住 我死灵族的古圣地 出手杀你吧 沈浩此刻低骂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煞白 而在其手心之间 一枚玉石出现 那玉石被鲜血染红 沈浩整个人顿时一步跨出 全身上下光芒闪烁之间 整个人脸色煞白 而一声低喝顺住那玉石 似乎传递开来 沐云 天圣地中期 八级古圣阵师 死灵族圣地 切勿出手 那一道消息 似乎透过玉石 传递开来 沐云此刻即便是想阻止 也无法阻止 沈浩毕竟也是天圣地中期 他不可能秒杀对方 再者 死灵族彼此间 必然是拥有独特的传讯方式 他也捉摸不透 不过 消息传出也就传出 他到达天圣地中期境界 早晚所有人都会知道 没必要偷偷摸摸 讯息传送完了 沐云此刻淡笑道 那就准备受死吧 一语落下 沐云直接杀出 而同时 整个中白古城内 各个地狱内 一座古城之间 一道身影此刻傲然站定 一身长发 一眉飘飘 颇显先锋道骨的强者气息 正是被称为 死灵王的死灵族组长灵晴 灵晴身侧 故隆此刻也是漠然站定 突然 二人几乎是同时 受到一则讯息 沐云 天圣地中期 八级古圣镇师 死灵族圣地 切勿出手 这一道讯息 不只是传送到二人耳中 更是在场几位 天圣地强者 都接受到了 沐云到达天圣地境界了 故隆此刻脸色微变 天圣地中期 八级古圣镇师 沈浩长老 以此密法传送消息 极有可能 灵晴此刻脸色阴沉 妙仙宇本身 就是一个极大的麻烦 现在 居然又多了一个沐云 他们死灵族 若是继续纠结 此地的密宝 反倒是会让沐云 和妙仙宇成长起来 妙仙宇就不说了 本身便是军位层次 不过是受到创伤 实力掉下来了而已 可是沐云 凭什么晋升如此快速 此子若是不趁早解决 那必定会是极大的麻烦 灵晴此刻双拳握紧 道 让死灵五天位带人去追杀沐云 大长老 你也带一队人马 势必要将沐云活捉 只有活捉了沐云 妙仙宇才会束手就擒 否则 杀不掉妙仙宇 我死灵族 必定满族被屠戮 是 顿时 一道道身影 此时此刻散开来 灵晴显然此刻 已经是彻底对沐云 下了必杀之心 死灵五天位都派遣出 那沐云 必定无法逃脱 不管如何 沐云和妙仙宇 绝对不能活着 离开昆虚界 更不能成就为 昆虚界的顶尖强者 一层层狂暴的力量诞生 沐云全身上下 力量消散 面前 沈昊此刻已经是 只有静的气 没有出的气了 天圣地中期 被活活揍死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了 紫青烟和风月儿二人 此刻是彻底信了 沐云 天圣地中期 这样的晋升速度 可以说是 西式罕见 将沈昊尸体焚毁一空 那庭院内 鸣鼓众人也是尸体 七到八歪 沐云此刻方才开口 你们速速离开 中白古城吧 此地不安全了 那你呢 沐云笑道 我 自然是留下来 陪他们玩玩了 你们放心 除非是古圣地出手 否则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整个昆虚界 古圣地不超过百人之数 死灵族最多也就是十个八个 那些古圣地都是专心于寻宝 不可能全心全意来追杀我 其他人 我倒是不拒 紫青烟和风月儿二人 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可是他们也明白 留下来也根本帮助不到沐云什么 反倒是给他添乱 二人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带玉顶蒙众人离开 沐云此刻看中满院狼藉 身影一闪 也是消失不见 而在众人离开半日后 一道道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五道身影此刻 落在庭院内 那五人 皆是身住黑衣 黑色的绷带 如同木乃伊打扮一般 将五人死死缠覆住 这五人 彭扶是从地狱攀爬出的骷髅一般 站在庭院内 整个庭院在此刻都是阴气沉沉 五位天圣地后妻 此刻 五人看住庭院内的一切 小心翼翼 大概离开半日了 能追上吗 应该可以 那就追 五人准备立刻动身 而同时间 又有几道身影在此刻飞驰而来 那几道身影为首一人 赫然是死灵族大长老顾荣顾 荣看到庭院内景象 也是恨得牙齿痒痒 木云小儿 实在是可恶 顾龙看向五人 道 五位可有什么发现 那其中一人开口道 我们准备出发 至于你们 回去吧 区区天圣地中期 我五人便可对付 可是 顾龙此刻有些犹豫 没什么可视 五人话语落下 身影一闪 直接消失不见 此刻 顾龙身侧一名老者愤怒道 这死灵五天位 太过傲气了 连大长老都不放在眼中 顾龙挥挥手道 他们毕竟是 组长的贴身护卫 只听令于组长 无妨 那大长老 我们到底还追不追 追 大长老认真地说 毕竟我们并不知道 妙仙羽是否和木云在一起 若是二人在一起 就算他们五个 也不一定是对手 明白了 几道身影 此刻远远地跟上 而同一时间 那死灵五天位速度极快 朝着一个方向追逐而去 似乎能够察觉到木云的踪迹 五人选定一个方向 立刻追查下去 木云此刻意识离开这座古城 前往下一座古城 进入到下一座古城内 若远处 是一片断壁残垣 庞扶此地 经受到数十万年的风势摧残 看起来残破不堪 而在这座古城内 也有不少人在 木云落下身来 看出四周 整座古城 面积浩瀚不说 那些断壁残垣 颇有一种残缺美的感觉 而且来来往往的舞者 都是悉心寻找着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和奇怪的地方 钟摆古城打开至今日 许多人也是发现 此地可以说是秘密太多了 若是侥幸发现 一位大佬的传承 那绝对是改天换日的变化 而且这种地方 并不是说实力强大 就一定会有很大的奇遇 而是需要细心和仔细检查 否则的话 可能错过的机会 会是一生后悔的 木云漫步在古城内 看出四周残破的景象 并无心寻找 什么所谓的遗迹 钟摆古城 约满上百座古城 七大宗门和势力 进入此地 已经有了十几年时间了 若是还有什么密地 那再小心查看 只怕也查询不到 这时候 真的就是看运气了 木云在古城内漫步 看出那些圣王 圣皇 圣尊境界的舞者 不死心地继续翻看 只是徐徐走过 并没有打扰 约满过了半日时间 木云坐在一块石头上 静静体悟 之前斩杀审号的气血 他还没有彻底消化 现在倒是刚好有时间 可以得到缓冲 徐徐之间 气血散布在身体四肢百骸 以及魂魄内 木云感觉到舒畅的气息 遍布全身 这种感觉 确实很舒服 咚咚咚的沉闷声 在身体内响起 木云仔细领会 全身上下的变化 真的是翻天覆地 诸神图卷和碧落黄泉图 两大神器相互作用 可谓是他最根本的法宝 而轮回之门和天地轰炉 本身也很强大 只不过现在都不是巅峰时期 尤其是轮回之门 皈依对此门可谓是推崇至极 不止一次地让他仔细淬炼 这四件东西 可谓是木云全部的底蕴 若是在将来的道路上仔细运营 必定是能够发挥出无限的潜能 而在避落黄泉图内 世界之术的运转愈发流畅 除此之外 还有那无字石碑 当初在古铜山内 得到这无字石碑 可是并没有发现 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而且昆虚界毕竟是低阶界面 木云也不认为 会在昆虚界内 发现什么绝世神宝 所以这石碑 也就被这样放在世界之术下 他并未去管 但现在 木云目光看向那石碑 却是感觉不对 那无字石碑上 此刻居然是出现一些字 那些字体 看起来十分孤老沧桑 但是木云确实能够认出 第2521章至尊法身 至尊神体法 看到那五个字 木云纳闷不已 只是这石碑上 只是演化出这五个字来 木云倒是不知道 所谓的至尊神体法 到底是什么 至尊神体法 皈依此刻也是有些好奇 道 难道这石碑上 隐匿住一套 至尊神体法口诀 至尊神体法到底是什么 木云忍不住问道 这个说起来 倒是为时过早 不过告诉你一切也无妨 皈依认真的道 圣位之后乃是军位 等你到了军位后期 自然会知道 那之上 就是至尊之位了 而所谓的至尊 则是凝聚至尊法身 所谓的至尊法身 其实就是强大的炼体法门 炼体法门 没错 皈依仔细道 至尊境界已经是具备首次空间 穿梭空间的能力 可是具备这种能力不假 但并不代表着就真的能够做到 肉身抵抗能力太差 是无法承受空间利刃的强度的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修炼至尊法身 大大的增强肉身强度 这么说来 这十杯上 应该是一道至尊法身的修炼口诀 或许是 皈依继续道 万界之间 除了那些强大的种族 人类以及一些弱小的种族 到达至尊境界 都需要修炼至尊法身 这件事情 你也不必住击 待你到达至尊境界 再做图谋也不迟 而且此物依靠世界之术的 世界之力演化出至尊法身 想来也是不简单 嗯 沐云点点头 他现在尚未到达军位 距离至尊法身 确实是有些遥远 这大千世界 带你到达高等界面 你会知道的更多 我之前说 你身在第九界内 比较幸运 因为这第九界内 并没有一等种族存在 地缘虽强 可是第九界内 都是二等种族 二等种族 二等势力的存在 都是至尊之位 那些五等 四等种族势力内 则都是均位无敌 你能够筹备的时间 还有很多 沐云听到皈依这些话 也是点点头 他也听妙仙语说过 第九界内 六 大二等种族 三大人族势力 其中 他和孟子墨 身在丹地府内 而毕清玉身在太阴教 叶雪奇身在神剑阁 沐云早已经是打定主意 四位妻子与自己重逢 他在找寻办法救出母亲 然后斩杀帝渊 称霸第九界 如此 方才是在这万界之中 站住脚跟 而沐云也明白 如此做了 那就是和九大天地宣战 不过 事情到了这一步 似乎只有如此了 但是一切的前提 却是提升实力 现在的他 连军卫都不是 可没资格说出这种话来 打定主意 沐云看住古城四周 起身便欲离开 这里 他并未发现什么奇特之地 留在此地 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了 站起身来的一瞬间 沐云却是微微一愣 来都来了 干嘛还未缩缩缩的呢 沐云一声高鹤响起 四周此刻原本静悄悄的 突然五道身影 在此刻出现 那五道身住黑衣的身影 将沐云层层叠叠围绕 一股强大的杀气 弥漫开来 被发现了 不愧是被称为妖孽 进步迅速 观察敏锐 既然如此 只有杀了 五人此刻一人一句 说起话来 倒听起来很连贯 想让我死 也得让我死得明白点吧 沐云看住四周 开口道 死灵族 死灵五天位 其中两人此刻开口 我五人出动杀你 你该死而无憾了 又有两人在此刻开口 别废话了 杀了他好交差 最后一人开口之间 已经是直接杀出 刹那间 五道身影在此刻 直接围攻向沐云 五大天圣地后期 死灵族这次 真的是被惹毛了 五位天圣地后期 前来杀他 而且这五人 很明显是从死人之中 磨练出来的 那全身的气血 充满了杀戮 可不是闹着玩的 沐云此刻手持指天剑 顿时杀出 五人实力强大于他 能够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靠近上前来 足以说明五人的实力强大 三百骨位 低喝一声 三百道身影 在此刻出现 天圣地初期 圣地后期境界的三百骨位 此刻尽数出现 到现在 已经不是所谓的隐藏了 一切底牌 现在都要施展出来 否则 死的 就是他沐云 轰隆隆的声音 在此刻响起 三百骨位分为三针 直接杀向其中三人 而骆天行和盘古灵此刻 合作一处 杀向一人 沐云此刻 直面一人 有帮手 那面对沐云的黑衣人 促眉道 不过没用 没有天圣地后期 一切都是徒劳 徒劳不徒劳 事实就知道 沐云手持指天剑 瞬间冲出 初级剑魂在此刻凝聚 惊言剑爵在此刻爆发 沐云整个人化作千丈剑芒 速度杀出 那黑衣人却是神色不变 手掌挥出 一道黑色掌印 铺天盖地而来 轰 掌印盖下 爆炸声响起 古城中央 那些断壁残垣 在此刻彻底化作飞灰 此刻 所有圣皇 圣尊的零散舞者 早就面如土色 争相逃离此地 地位的强者交手 他们就算隔着百里观看 那都是找死 轰鸣声宛若天降神雷 在此刻咧咧作响 而大帝在此刻 更是无法承受 出现军裂痕迹 沐云站顶半空 看出四周 天圣地后期 与天圣地中期 又是一番不同的天地 原力 肉身 气血 魂魄等等 力量又是一个台阶 沐云此刻明白 死灵五天未到来 后面不知道还有谁 万一被五人拖住 那死灵族其他人到来 他就真的陷入死地了 轮回之门 开 沐云心中低喝一声 背后轮回之门 在此刻打开 那轮回之门开启之间 道道古老的波动 徐徐散开 难怪能够杀死沈浩长老 原来还有此等手段 黑衣人哼了一声 双手在此刻 将黑色绷带解开 一层黑色的骨骼 在此刻显现 此刻的黑衣人看起来 全身上下 骨头和腐朽的血肉 黏附在一起 分外恶心 这根本不是人 恶魔沼泽法 黑衣人低喝一声 手掌一挥 顿时 四周天地在此刻 化作一片沼泽汪洋一般 滋滋滋的声音 一道道响起 大地在此刻颤动 木云全身上下 彭扶被黑色的沼泽泥土 覆盖一般 仔细看去 那并不是真正的沼泽泥土 而是层层叠叠的腐朽血肉 只不过那是黑色的血肉 而且血肉之中 似乎带着剧毒一般 木云金龙战甲 在此刻开启 九星霸天体 此刻也是彻底凝聚开来 那黑色血肉的侵蚀 在此刻缓慢下来 但木云并未松弃 那黑衣人展现的手段 实在奇特 而且恶心 但是 不得不说 威力霸道 轰 一道轰鸣声 在此刻突然响起 黑色血肉 化为黑海之间 一道拳头影子 直接轰向木云 咚 沉闷的爆炸声 在此刻响起 木云胸口塌陷 一口鲜血喷出 他九星霸天体 修炼到第二重 加上金龙战甲 居然无法抵挡这一击 木云脸色 在此刻变得凝重 这五人很明显 就是为了杀他而来 不会有任何的试探 只会是拼尽全力 将他斩杀 既然如此 木云眼神狠辣之间 掌心 一座小鼎在此刻 散发着丝丝灼热的火光 天地轰炉 在此刻悄悄出现 那并不是真正的火光 而是天地轰炉本身 蕴含着致阳之力 这种致阳之力 威猛霸道 凝聚俱齐 威力也是十足强大 看起来如同火焰一般 燃烧起来 你没有任何胜算 黑衣人此刻冷漠不已 身为死灵五天位之一 每一个 都是浴血重生一般的存在 对于组长命令 只有严格遵循 不管面对任何敌人 都要做到快速斩杀 面对木云 也不例外 死灵冤海 那黑衣人在此刻冲出 直接碾压向木云 呸 木云此刻咒骂一声 轮回之门大开 那黑衣人所有攻击 刹那间被轮回之门吸入其中 木云此刻脸色微白 这一击 太霸道了 受死吧 狗东西 木云一声咒骂 直接一掌挥出 掌印磅礴 杀向黑衣人 黑衣人看到自己的攻击 被木云阻拦 居然没事 当下愣 可是随即立刻反应过来 看到木云在此刻反击 黑衣人神色冷漠 天圣地中期 终究只是天圣地中期 和后期相比 差得太远了 黑衣人直接嘀喝一声 一掌挥出 轰 而就在此刻 木云掌印几乎是一瞬间破碎 可是在那掌印内 一道巴掌大小的古铜色 混带着火光 化作一道残影 奔向黑衣人 轰隆隆的炸裂声 弥漫开来 木云此刻气喘吁吁 而身前 那黑衣人眉心 却是出现一道 拳头大小的伤口 红的白的此刻 混为一摊 令人忍不住坐 死了 木云此刻召回天地轰炉 叹了口气 好歹 死了 第二千五百二十二章 鼓尾损失 木云神色谨慎 此刻只天剑再次 划出一剑 扑斥一声 那黑衣人身影 化为两半 真的死了 木云大口大口喘着气 从刚才交手开始 到现在 黑衣人每一招 几乎都是让他感觉到 只要是中了 必死无疑 而现在 终于是杀了此人 漫天黑海 在此刻尚未散开 木云身影一闪 靠近黑衣人 吞噬之力 涌荡而出 嗯 而正在此刻 木云却是感觉到 不同寻常的味道 有别于往日 他吞噬别人 惊奇神那般 此刻吞噬着黑衣人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不同的力量 不同的强度 似乎要挣脱 黑衣人束缚 逃离开 这家伙 木云此刻 也是发现 这黑衣人体内的力量 霸道强横 可却是如他一般 也是平级吞噬得到 只不过 这家伙没有净化血脉 无法将那些力量净化 彻底为己所用 所以 才造成了此刻 黑衣人一死 那些力量都要撕散 这可是大大便宜了木云 此番 吞噬的不仅是 黑衣人自身 天圣地后期的力量 更有黑衣人 吞噬他人的力量 被压在体内 现在都属于他了 木云神色微动 若是如此 那他说不定 可以借此机会 将五人全部吞噬 能够晋升天圣地后期 一念即此 木云看向另外四处战场 趁着这个机会 必须重创一个才行 天地轰炉在手 木云可以保证 突然袭杀 任何一个黑衣人 都必然会受到重伤 打定主意 木云身影隐匿在黑海之中 这黑海并未完全消散 木云现在依然有机会 轰 一道轰鸣声响起 骆天行和盘古灵二人 此刻身影倒退 脸色苍白 在其身前的黑衣人 看住二人 冷漠不已 废物 盘古灵和骆天行 皆是天圣地中期 可是二人联手 在黑衣人面前 确实是不值一提 两人能够支撑下来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区区天圣地中期 与我之间的差别 如同 轰 那黑衣人 此刻话还没说完 突然 一道轰鸣声 在此刻响起 天地轰鸣再次砸出 咚咚的沉闷声 在此刻响起 那黑衣人身影 不可思议地扭转之下 躲过致命一击 可是腹部一侧 却是被天地轰鸣 擦掉一块血肉 肠子翻滚 鲜血横流 可惜 沐云此刻手持天地轰鸣 忍不住嘎嘎嘴道 若是他也是天圣地 后期境界 那一击 绝对能够 直接砸死这家伙 沐云 看到沐云 那黑衣人 也是脸色几番变化 我五弟呢 问这种问题 真是白痴 沐云哼道 你五弟当然是死了 此话一出 黑衣人彻底暴走 但体内原力 蜂拥之下 黑衣人腹部 却是一阵巨痛 那可是天地轰鸣所创 天地轰鸣 本就是世间阳刚 凝聚致阳之气 都能够如同火焰一般燃烧 那致阳之力 足以看出多么恐怖 这可不是一般的创伤 沐云此刻咧嘴道 很难痊愈的 该死 黑衣人此刻脸色难看之极 你们两人只回三百谷位去缠住那三人 这家伙 我来对付 潘古灵和洛天行 不多废话 直接冲出 黑衣人此刻腹部创伤不遇 实力大减 沐云根本不畏惧 死灵五天位 倒真是让人感觉新奇的名字 不过确实很难缠 但是好在 你们也让我明白一件事情 这顶路很好用 沐云咧嘴一笑 直接杀出 全身上下 气血融会贯通 力量在此刻一道道爆发 指天剑微能展现 沐云此刻全部杀招涌动 轮回之门开启 刚才那黑衣人的攻击 在此刻全部释放 轰 道道轰鸣声 在此刻响起 黑衣人受到沐云偷袭 本身便是实力大减 此刻沐云不讲道理的轮番攻击 更是让他无暇接应 但即便如此 那强大的气势 也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一套攻击落下 沐云此刻呼了口气 看住前方 那黑衣人承受这一连串的攻击 已经是彻底没了力气 下辈子可别那么傲气了 沐云只天剑一剑刺出 羞的一声划破黑衣人的身体 吞噬之力在此刻爆发 第二个黑衣人解决 沐云呼了口气 看住前方 三百谷卫此刻在洛天行 和盘古灵的带领下 分离厮杀 将三人死死缠住 可是这次 三百谷卫并非不死 无敌 而是被处处压制住 沐云没有犹豫 飞身加入战局 墓主 墓主 盘古灵和洛天行二人 此刻都是呼吸急促 神色难看 沐云看住战场 也是神色凛然 三百谷卫 这一会时间 已经是损失了十几人 这等损失 并不可挽回 这让沐云心痛不已 这三百人 可都是一等种族谷卒的精锐战士 虽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收服 将这些谷卫送给了他 但这每一名谷卫 都是属于独一无二 将来 都是可以成为超越至尊等级的存在 甚至不止 现在损失十几个 简直是割他的肉 该死 沐云此刻低喝道 圣地境界谷卫 立刻退下 天圣地境界谷卫 十人一组 组成防守 三大天圣地后期 所能够造成的损失 实在太大了 如果任由谷卫抵抗下去 损失太大了 十几个谷卫彻底完蛋 那可是将来十几位得心应手的帮手啊 沐云此刻心中充满怒火 天地轰炉握在手中 轮回至门开启 只天见此刻散发着一股威严 骆天行和盘古灵此刻一左一右 也是小心翼翼地看住前方 沐云没有多说什么 看住三人 混账东西 那其中一人此刻也是恼怒一场 老四和老五完了 该死 三人此刻也是被震惊到了 但更多的是愤怒 天圣地后期两人被沐云杀了 如何不怒 废话少说吧 沐云此刻持剑 直接杀出 盘古灵和骆天行各自带队 围了上去 同一时间 这座古城百里之外 十几道身影此刻驻足不前 大长老 死灵五天卫和沐云打起来了 一名长老此刻急忙禀告道 顾戎此刻却是不为所动 灾叹 是 顿时 身侧几名长老此刻都是忍不住道 大长老 我们现在出手 刚好能够压制沐云 让他完蛋 触及什么 顾戎却是笑道 死灵五天卫 一直自存为族长的贴身护卫 墓中无人 让他们立功好了 再者 他们杀不死沐云 我们再出手 那功劳就是我们的了 顾戎此话一出 几位长老皆是点头 死灵五天卫的五人 十分独特 不属于死灵族管理 效忠族长 因此 在死灵族内 也是特立独行 谁都不放在眼中 这次碰上沐云 算是碰上铁钉子了 两败俱伤最好 他们收尾 若是沐云不敌 死了 那也好 功劳反正大都是死灵五天卫 跟他们无关 顾戎此刻继续耐心等待 随时准备出发 这次 他要做黄雀 轰 一道轰鸣声响起 此刻剩余的三人 气喘吁吁 沐云和诸多谷卫 亦是一个个脸色难看 三百谷卫确实是能抗打 可是初期和后期的差距 再抗打 也不是这么抗打的 沐云一时与三人交手 同时看到那些受创颇重的谷卫 立刻收回 免得再遭受死伤 但即便是如此 也是又死了几个谷卫 每死一个 让沐云都是肉疼到不行 可是此刻 不死 显然是不可能的 沐云心中一沉 低喝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鲜血快速凝聚 化为一道血精 直接汇聚到天地轰炉内 受死 手掌挥出 天地轰炉再次杀出 这次 天地轰炉的强大气浪 席卷开来 只是剩下三人 早已经是有所防备 天地轰炉想击中他们 确实是困难 那三人顿时身影散开 躲避天地轰炉致命一击 被这家伙轰上一次 那身体受创不是开玩笑的 三人此刻躲开 暗暗松了口气之间 突然 那天地轰炉内 一道血盲 一闪而出 轰 地动山摇一般的暴鸣声 充斥在整个古城区域内 大地裂开一道道地缝 即便是隔着百里远的 顾戎等人脚下 都是出现裂痕 这是什么攻击 太恐怖了 这还是天圣地马 众多长老此刻暗暗庆幸 还好听从了顾戎长老的话 否则被这样的爆炸席卷 必死无疑啊 我们走 顾戎此刻下令 这致命一击 必定是分出胜负了 不管谁赢了 另一方肯定是山穷水尽 我们现在去 刚好 刷刷刷的破空声响起 十几道身影 此刻立刻重出 而同一时间 古城核心之处 断壁残垣 在此刻崩塌碎裂 那半空之上 三道身影 此刻摇摇欲坠 或是少了一条胳膊 或是胸口血迹斑驳 露出骨肉 无一不是凄惨无比 沐云此刻神态也不好看 脸色惨白 血精爆 他许久未曾施展过了 消耗精血 对自身创伤太大了 但现在 却是不得不如此 否则古未再死 他真的是要心肩低血了 滋味如何 沐云此刻 咧嘴喝道 盘古灵 骆天行 宰了他们 沐云话语落下 盘古灵和骆天行 一拥而上 三人此刻 已经是没什么抵抗力了 沐云扑通一声 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气 他几乎是全身精血 消耗一空 这都无法斩杀三人 血精爆的威力 他可是清清楚楚 这三人 确实是强得可怕